满荒之地自古就是刁民屈多 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被贬下放的官员才会到这里 当然朝廷为了增长人口解决边关光棍问题 犯罪家属未婚女子可以流放到这里 用来婚配周边的未婚青年 安静安静 现场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 朝廷天恩把婆娘给我们送来 可以让光棍的有婆娘了 你们要记得朝廷的恩金上的恩 这婆娘是看上就给还是怎么办呢 一个婆娘二两银子交钱花鸭 当场办婚书费用免费 下面一听二两银子不贵也不便宜 能花二两银子的人家生活也还行 懒汉们一听一阵哀嚎 这是注定打一辈子光棍了吗 可是为了家里儿子 咬牙也得坚持下去 今年总共分到我们这里就这十五个 多了没有 想要的赶紧 明年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身上带着二两银子的人不多 当其他人都被选走的时候 就剩下趴着昏迷不醒的女子了 杂役跟师爷一脸头疼地看着这个半死不活的女子 如果不是用手指试弹鼻子还有气 都以为已经死了 没有人愿意花二两银子 买一个可能死的女子做婆娘 胡思言 这个女子怎么办 这个女子 一两银子 谁呀 这女子别说一两银子了 白送也没人要 死了都是一件麻烦事 见围观的人都走光了 失业跟杂役都有点尴尬 今天衙闷的衙役都出门去了 留下的除了失眼就是一群杂役 都不是正式编织 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啊 正在这时 一个穿着长衫的书生走过来 衣服都写得发白了 失业无奈地看着地上的女子 看着跟家里闺女一般大小 心生怜惜 来 书生 这个女子给你做婆娘怎么样 五百文就行 大人 小生身无分文 失业见好不容易路过一个年轻人 不能放过呀 放过这个书生 对于他们衙门来说 也是一种负担 衙门也没有预量了 行吧 你身上有多少 书生满脸通红的 我 我就闻钱 意思就是 再也逃不出来了 失业看着书生的模样 身上也逃干净了 又开始皱眉 胡师爷 给她带回去吧 这个女人能不能活都是一回事 要是死我们衙门手里 要罚款的 咱们衙门什么情况 你比我们枪处啊 可不是吗 穷得就剩下墙了 胡师爷想了一会儿 哎呀 这差得太多了 谁给补啊 师爷 大人回来 我们一起给你作证 还有衙门里的大夫 也可以证明 大人不会怪罪的 留下来才麻烦呢 大人 如果不行 小生就先回去了 这话意思就是 你手里的五文钱 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了 五文就五文 你跟我来 去文书那儿 把婚书领了 天哪 这婆娘也来得太便宜了吧 关键是 我没有想要婆娘啊 是能给我解释一下 怎么回个家的路上 人生大事就解决了 这就是你婆娘了 你带回去吧 石锦华看着女子为难得很 怎么带回去啊 师爷以为他不想要 哎 我跟你说啊 婚书都有了 可不能反悔 不是 大人 我家是山东村的 距离太远 我一个人怎么带回去啊 阿贾 你把衙门里的推车给推了 你下次来 可得还回来 我们衙门工具也不多 于是 石锦华在师爷跟杂役的注视下 推着新鲜出炉的婆娘 行走在夕阳西下里 就在杂役跟师爷松口气的时候 推车翻来 石锦华看了一眼自己新鲜的婆娘 吓得后面看着的师爷跟杂役 一起伸出耳康手 发出呜呜的一声 师爷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嘘寒 有点为这个女人担忧了 会不会今晚就被书生拉死在路上了 算了 还是找错你王大夫看看吧 又破费了 这应该没希望了 不过死不死的得确认过才行 王大夫掰开患者眼睛 把脉 一会儿松开 想了一会儿 皱着眉头又把脉 然后陷入沉思 吓得石锦华跟身边和善的大娘 一惊一跳的 这 这是活不了了 难不成我就要丧偶了 新郎官还没当一天呢 身体没什么大问题 嗯 那怎么一直不行啊 他呀 就是中毒了 那可有办法解毒 心里却想 好亏呀 这治病还得花钱 这别人解不了 但是我能解 可是你们俩不能说出去 这毒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保证 出了门啊 一个字都不提 在下也是 你跟我回去拿药吧 王大娘 你帮我看着 我拿药就回来 行 你快去快回啊 有我看着 你放心 石锦华一边走一边想 怎么跟王大夫开口啊 自己没有药钱啊 王大夫 钱我下次给你 你放心 我多抄书 尽快还你 行 一共二两银子 跟婉大娘交代一声 早早地出发去镇里 看看书局 有没有书学要抄 得养家糊口啊 哎呀 姑娘啊 你快点醒来吧 华仔一个人呢 可没时间照顾你 现在又欠了 王大夫二两银子 放你一个人在家 他也不放心 我这个老婆子 也没时间 天天守着你 可怜见的 华仔也是可怜人 你也差不多 以后啊 就好好跟华仔过日子 你醒了 哎呦 醒了好醒了好 这钱没白花 哎 你别动 你想做什么 我帮你 祖宗爱 你可别动了 再出事了 钱白花了怎么整 我要方便 你怎么帮 啊 啊 啊 你用这个 我出去 我 我去找王大夫 那姑娘眼里 都是冰冷的目光 看人跟看尸体一样 好吓人哪 脑子里都是回忆 名字 钱四水 今年十六岁 家子金华 国家名号 大庆 如今的钱四水 是顶尖特工 在他眼里 只有两种人 死人跟活人 王大夫 你快看看 他是不是好了 你千万可得好了呀 不然钱都得花干净啊 要接着吃 三天后我再来 王大夫交代道 石锦华跟在 王大夫身后送人 王大夫 他身体怎么样了 嗯 恢复得不错 不过这毒 一时半会儿 跟你也说不清楚 但是按照我的 要继续吃 半个月就大好了 要是没遇到我 两天前 就死透透了 再进去房间时 石锦华放低脚步声 王大夫说你身体恢复还行 得接着吃药 你饿不饿啊 我给你做饭吃 嗯 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几天前我路过衙门口 正好碰到流放的女子 一共几十个人 都被人二两银子 带回家去 做婆娘了 说着偷偷看了一眼 炕上的女子 哦 但是你是最后一个 没有人要 正好我路过 就被我带回来了 嗯 花了五文钱 但是你生病 我花了二两银子 我们领了婚书的 假如你不愿意 你把钱还我 我给你写和离书 毕竟是自己名誉上的婆娘 突然这么一说 还有点小失落 嗯 你不愿意也行 反正我也是一个人生活 你跟我一起生活也挺好 你不愿意做我婆娘 我也不会强迫你 嗯 前四水响起来 出门晒晒太阳 看看四周 可惜尝试了三次 也没能起来 得罪了 一个公主抱 把前四水给抱起来 放在院子里的摇椅上 中午太阳热 你在树下就行 这会儿桃花开得正好 我们边关都是晚春 才有点暖和的 拿着书 在院子里的屋檐下 看起来 看着天气没那么热了 才起身 我得去地里 我抱你回去 我怕我回来晚了 不用 身体恢复了一些力气了 不用别人帮 石锦华也就不再纠结 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华仔 下地还是在家呢 院门没锁 推门进去 就看见鞋躺在摇椅上的前四水 前四水听见推门声 就睁开眼睛 看着面前站着的妇人 她记得 这个妇人照顾自己 帮自己洗漱过 晚大娘见女子被打扰 还皱眉头 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那个花在家的 我没想到你在院子里 我还说来看看你呢 前四水 什么前四水啊 我名字 我说什么钱不钱的 敢请你这丫头 叫前四水啊 这名字好 钱多得跟水一样 多有福气啊 前四水以前活着的时候 只会杀人 而所有人都害怕的 因为她出现的地方 就是死亡的代表 这孩子可怜的 跟没有生气的木偶一样啊 你坐着闷不闷啊 嗯 哎 我跟你说 丫头 华仔这个人啊 特别不错 要是大娘有闺女 大娘都想让她做女婿 说完 看了眼前四水 接着说 村里没出嫁的姑娘们啊 都暗地里惦记她呢 你别看她穷 人品好 我们女人一辈子图什么 不就为了嫁一个好人家吗 什么情啊 爱的 最后啊 都是柴米油 盐酱醋茶 早些年啊 华仔爹娘还在的时候 不少人都上门来问过 当时啊 华仔已经是同生了 在我们这边关 读书可是非常奢侈的事了 也是华仔命不好啊 大哥去当兵 一去不回 也不知道生死 爹娘早早去了 倒是有两个姐姐 一个呀 嫁隔壁山西村去了 一个倒是嫁我们村里 可惜呀 这孩子从小到大 心眼小 说家里偏心小的 嫁出去后 从来没回来过 跟断绝了关系一样 以后啊 你待久就明白了 他不理你 你也别搭理他 啊 他这个人呢 计较得很 明儿有时间 我再来 华仔应该也快回来了 石锦华家冒出一个女子 都十分好奇 石家什么时候来个女子 怎么没听说过呀 应该是衙门里买回来的 前不久天黑的时候啊 看她拉着推车回来过呀 不是吧 这姑娘一看气度 就跟我们不一样 石家走运了 遇见这么漂亮的婆娘 人家华仔整的也不差呀 也是 我听说之前 在书院读书的时候 里面夫子家的小姐 就看着她了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没成 那可是小姐 能来这里吃苦 这时 婉大娘推开自家门出来 哎呀 似水啊 怎么出来了 身体好多了 嗯 大家见一轮的主角进去了 都围着婉大娘 婉妹子 这姑娘是谁呀 华仔的婆娘 真的假的呀 这也太突然了吧 一时半会儿 还有点接受不了 你接受不了又有什么关系啊 人家华仔接受就行 兰姐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不是没半久吗 没半久 没拜堂就住进来 这名不正言不顺呢 婉大娘看了一眼围着的人 人家华仔家什么情况 你们不是不知道 那似水姑娘 也是孤身一人 都没有长辈操持 简单就行了 日子是人家两口子在过 婚书也有 怎么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哎呀 你这样一说也是啊 哎 要是她爹娘再活几年 也不至于变成如今这样 姚寡妇还不知道 知道估计得哭死 哎呦 姚寡妇哭死 估计周围未嫁的姑娘们 那都得偷偷流眼泪 一群人起哄 越聊越不像话 婉大娘提醒道 以后可别乱说啊 话人家华仔两口子和气 人家华仔呀 大家都看在眼里 那是正派人物 似水呀 性格冷 但是眉眼清正 话少 你们以后啊 多帮着点啊 总得把日子过下去不是 那是 都是一个村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 又是招呼一声啊 那能不帮吗 今天我抄书赚了六十万 嗯 抄书还可以赚钱 脑子里想了一下 我抄 啊啊 什么 石锦华没听明白 是自己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我抄书 这下 石锦华听明白了 确实是自己想的那个意思 你身体美好 好好休息吧 好了再说 祖宗 你别折腾了 不然钱又白花了 无聊 哦 我给忘了 你一个人在家里 确实会无聊 你可以去我房间里 看我的书啊 嗯 改天我给你借几本画本来看吧 抄书我自己来就行 你好好休养 我养得起你 前似水随脚上扬 他笑起来真好看啊 就如 秀面芙蓉一笑开 斜飞宝鸦 趁香塞 眼波才动被人猜 真好看啊 又休息了几日 前似水完全可以自理了 这日 前似水正好在院里坐着 哇 你就是石锦华买回来的婆娘 哦 她是我看上的男人 鼓起勇气大声喊出来后 害怕得赶紧跑开 头都不敢挥 跑远了才停下来 转头看向石锦华家的大门口 呸 不要脸的贱人 呦 这不是姚妹妹吗 哈哈哈哈 怎么 寂寞了 是不是想男人了 村里老管管老王头 色眯眯地堵住了姚寡妇的去路 哎 想男人怎么了 想也不会找你这样的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做梦呢你 呸 也不看看自己那德行 哼 你惦记人家石同生 不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人家华仔没正眼看过你一次吧 都参花败柳了 还惦记人家一个厨呢 我想吃你怎么了 过分吗 我姚欣欣看上过也不会看上你 老远就闻到一股酸臭味了 我吃的隔夜饭呢 都被恶心出来了 说着转身就走 跟这样的人纠缠 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 嘿 我呸 当父 姚寡妇越想越气 正埋头走路的时候 看见石锦华从村口走来 石锦华 姚嫂子好 我听说你有婆娘了 确实有的 她名叫前四水 以后请姚嫂子多多关照 你不是知道我对你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啊 什么意思啊 我 我中意你 抱歉 姚嫂子 我不中意你 这女人八成是吃饱了撑的吧 是因为你家里那个女人吗 我不比她好啊 起码 起码我是良明啊 石锦华收起脸上的温和 一脸冷漠 她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是我婆娘 是我娘子 我只中意我娘子 哦 姚寡妇 你婆婆到处找你呢 知道了 姚寡妇离开后 草丛里冒出光棍老王 呸 不要脸 还想勾搭石锦华 哼 总有一天 你得求着我收了你 石锦华回到家里 见前四水不在院子里 不会已经走了吧 走力也好 本来人家就不属于这里 前四水第一次这么手足无措 石锦华心里松了一口气 不知是因为她没走 还是因为火没把厨房给烧了 石锦华终究还是生不起什么气来 气温下降了 你赶紧去换衣服 我给你煮水洗洗澡 都脏成这样了 不洗干净也不能要了 这一身衣服被烧的也穿不了了 家里的衣服都是娘亲留下的 也就两件 其他的都烧了 想到这里 石锦华拍了一下脑门 哎哟 忘了给你买衣服了 明天我们坐牛车去买衣服吧 我就想帮着煮饭而已 啊 不会就算了 以后我来做 我的亲祖宗啊 您可别整幺蛾子了 把厨房烧了得花钱呢 想想就会心疼得无法呼吸啊 哎 我给你带了几本书回来 你看书吧 关键是你那手 也不是做厨房工的 别越帮越忙 抄书 带回来抄 得交押金一两银子 我目前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啊 你想抄也抄不了 钱四水想了一会儿 自己身上带有一块玉佩 可以拿去换钱 拿去换钱 钱四水冷冰冰地说道 石锦华看着钱四水 心里有点小高兴 心想 这丫头 估计是心疼我吧 啊 不用 你留着 这是你唯一带着的东西 不能随便换钱 我再抄几天就够一两了 石锦华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叮嘱道 你可不许偷偷拿去换钱 知道没有 这语气还汹汹的 把玉佩往对方脖子上一挂 转身就走 只给对方留下一个清冷的背影 石锦华无奈地看着 心口处的玉佩 虽然不懂 但是这玉智看着就不错 这还是婆娘嘛 比祖宗都难伺候 这婆娘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是别人的婆娘了 怎么王叔还不回来啊 哎 小林姑娘 你刚才说什么 抱歉啊 我心里都惦记着你嫂子手上的伤 没注意听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煮饭来着 我实在没听清楚 不过我们家就我跟你嫂子 你嫂子你知道的 厨房差点烧了 都是我煮饭 说着还不忘往门外看 这王大夫怎么还不回来啊 哎 你一个男人怎么能下厨房呢 你的手是哪笔的呀 说完还埋怨地看了眼前四水 你这个女人是怎么当人家婆娘的 好意思让一个男人去煮饭 在我们家男人都可以下厨 你嫂子不会 我可以为她煮一辈子 你 你站着毛坑不拉屎 听见这话 前四水用眼神看着石锦华 眼神里表示的都是 他说你是毛坑 石锦华想说 我怎么就变成毛坑了 王小林突然意识到 自己说的好像不对 反思了想道歉时 王大夫回来了 哎呀 王叔 王大夫 你总算回来了 快帮我家娘子看看手 可痛了 王大夫放下药箱 又做什么了 你天天的都不消停点 手把草起泡了 看看用什么药好得快点 王大夫看了一眼 转身进药房 拿去 这个罐子里的是涂的 这两包是煮水泡手的 一次一包 一包 又两天半 泡手后干了涂上 别碰其他的东西 不然感染了麻烦 好 记住了 一共五十文 听了这话 石锦华就忍不住呜呜两声 前四水都懵了 养个婆娘好费钱呐 单身他不想吗 啊 前四水见拉着自己走的 滴着脑袋一脸心痛的男子 心里有点想笑 口门 到石锦华按照王大夫说的来做 最后把前四水安顿在凳子上 四日一早 这天早上起来 石书生特意穿了一件 没有补丁的长衫 仔细地收拾自己 然后带着前姑娘 去村口等去镇里的牛车 一想到要花两文车钱 又心疼地跟被人割肉了一般 自己一个人都是走着去的 为了身边这个女人 还是坐车吧 别走着去了 脚底在起泡什么的 要钱比车钱都贵 哟 石家小子呀 千百年难得赚你一次车费呀 啊 让婶子看笑话了 车上的女人见石锦华这般细心 心里都有些羡慕 跟其一度前四水 今日石娇娇 石锦华的二姐也在车上 哼一声就把头转开 石锦华听见了 车上的人都听见了 哟 石家的 这是你二姑姐 怎么不喊人呢 不认识 钱四水难得开口 这会儿就不认识 是你嫡亲的二姑姐呢 石锦华皱着眉头 明显不乐意呀 爹娘死的时候 面都没有出 这样不笑的人 根本不是自己的二姐 相公说是就是 这意思就是 我男人承认 我就喊 当我傻 石锦华听见钱四水说 自己是他相公 瞬间舒展眉头 一双桃花眼里 充满了星光啊 也不心疼车钱了 也不纠结二姐 薄良的为人了 心里跟有流星 划过脸颊一样美好 车上的人 有点见识的都知道 钱四水说的是相公 在大庆国 只有读书人家 才称呼夫妻 为娘子相公 村里都是婆娘 汉子的汉 钱四水看什么都新鲜 跟没见过世面的 孩童一般 我们进去给你买衣服 石锦华指着 对面的铺子提到 钱四水好奇地跟进去 看着色彩单调的布料 墙上还挂着成衣 欢迎光临 客官需要买点什么 你喜欢哪件啊 钱四水指着一身黑色的 石锦华跟店小二一看 一头黑线 一口同声说 那是上年纪的人穿的 钱四水有点尴尬 一时忘了这个时代人的风俗习惯 这件淡紫色的怎么样 小二哥 这多少钱啊 二百八十九文 这么贵 我半月工资都不够买一件衣服 钱四水想了一会儿 脑子里有圆主绣花做衣服的记忆 我自己做 你手都起泡了 做什么做啊 我自己做 钱四水又重复了一遍 态度还挺强硬 夫人 您这边看 布料都在这儿呢 小二会看人脸色 这家一看就是女人主事 立马把石锦华甩一边去 等钱四水走出店铺时 后面的石锦华抱了一大堆布料 虽然布料便宜 但是也不能一次买这么多啊 多浪费钱啊 我这个家庭男主 是一点威严都没有 石锦华气哼哼地跟在后面 钱四水在前边悠哉悠哉 路过秀楼的时候 钱四水没头一松 园主刺绣一绝啊 这个来钱比超书快 想着就走进去了 小娘子啊 要买什么呀 说修品吗 掌柜的一听 打亮了一下对方的手 说的 看质量给钱 钱四水点了一下头 石锦华已经没有多余的手 去按着钱袋子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掌柜的 把钱袋拿过去 石锦华心里哀嚎 哼 我能反抗吗 再次从铺子里出来的时候 石锦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了 被东西给挡住了 回家 气死我算了 都人钱呢 问题是 自己竟然养不起自己女人 好失败呀 钱四水还想再看看古代的风景 见石锦华抱着一堆东西 只能无奈地往回走了 回来早了 回村里的牛车要到下午才有 现在才晨午 我们只能走回去了 要等他们都得等到下午去了 钱四水无所谓 跟在石锦华屁股后面 悠然自得地走着 看看山摸摸水 不知不觉就到村里了 在家里守着钱四水几日后 他想去地里看看 钱四水也要跟着去 出门的时候 转身找了一个草帽 给钱四水戴上 到地里一看 嘿 草又长出来了 惊喜啊 钱四水煎着玉米苗 长得也太熟了 就问石锦华 肥料呢 怎么不吃肥啊 家里没有牲口 哪来的肥料啊 他其实还想说 就我一个人拉屎 能有多少啊 但想了想 觉得有辱斯文 就闭嘴不提 钱四水不懂 但是记得有一次 去南边执行任务的时候 见过南方村里人 把荒地的草除了 带着一层土 晒干后烧成灰 南方农场管着叫火烧土 等烧透出外面覆盖的 土层的时候 基本就烧成了 自己做肥料 自己做 怎么做啊 我拉不出这么多肥料啊 后面那句话 他没好意思说出口 那是谁家的 哦 那儿啊 不是谁的 地多人少 一般人也不愿意 去靠近山的地方种地 山上野猪野兔 还有狼什么的 夜里容易祸害地里 那儿有肥料 怎么会有啊 有了还能懂得 我们去拿吗 石锦华一脸 嫌弃地看着钱四水 那表情像是在说 你是不是傻啊 啊 是不是傻 我们自己做肥 钱四水也有点无语 这个狗男人 要不是看在 他救了自己的份上 都想把他嘴缝上了 怎么做啊 蹲那儿天天拉屎 对不起 对不起 犹如斯文 犹如斯文 我说你做 钱四水都不想搭理 这个男的 尤其还是一个 每次花钱 都跟便秘一样的男人 转身就朝山那边走去 哎 你等等我 你一个人去山边做什么 遇见野猪怎么办 这姑娘就是我行我素惯了 目无相公啊 等石锦华追到山下时 就看见钱四水脚边 丢着五只野兔 你们这兔子怎么这么多 还不怕人 啊 我们这里没有猎货 野兔跑得非常快 一般人抓不到他 村里人没有喜欢兔子的 太能祸害庄稼了 你把这块草地除了 这样 带上一点土 土朝上给太阳晒干 钱四水这里走走 那里看看 哎 别乱走远了 遇见野猪怎么办 石锦华看着远处的人 哎 跟带个孩子一样 时刻得看着 知道 钱四水往山上走了走 遇见不少兔子 这是兔子泛滥成灾了吗 哼 给狗男人说对了 前方出现了野猪 这野猪肉味道大 但是肉质脆嫩 会做的人特别好吃 不会做的人也不难吃 反正就是好东西 见野猪跑出来后 又跟着一群小猪仔 钱四水果断放弃了杀猪的打算 打鱼的人都不杀小鱼 该手的底线不能破了 钱四水继续走 闲情易志地游走在山间 这日子轻松地 黄剑都不换 就在石锦华累得 跟狗一样的时候 钱四水又提着一串兔子回来了 一会儿回去我去村长家说 以后这地就是我们的 草都除了 在瓦底就能种黄豆 黄豆虽然便宜 可以能抵税收啊 钱四水看了看石锦华 这还真是百无一用试书生啊 半天了才弄了这么一点 石锦华被钱四水明晃晃地嫌弃 看得有点尴尬 那个 我也是近几年才下地学习的 以后会很快的 保证饿不着你 石锦华用锄头挑着兔子回来的时候 路上遇见了不少人 华仔 你怎么抓了这么多兔子 好家伙 十一只呢 刘大爷 你也下地了 哎呀 不看看地里呀 心里不踏实 闲着没事 走走 好家伙呀 一斤兔子六文钱呢 大爷 你知道啊 石锦华疑惑了 兔子也值钱吗 呵呵呵 比猪肉啊 还贵一文呢 不过啊 你可以在村里问问 一会儿 你给我家留一只大的 我让你留二哥啊 给你送钱去 一斤六文钱 一只兔子最少七斤呢 十一只的话 差不多四百五十文左右了 石锦华突然觉得 读书有的时候 还没有猎户赚得多呢 好沮丧啊 经过刘大爷回来路上帮着宣传 村里人都知道 石家抓到兔子了 哎 娇娇妹子 你娘家弟弟抓了兔子 听说有十一只呢 没给你家送一只 石娇娇白了眼说话的女人 直接走开了 谁不知道谁 不孝的女人 没几个是好东西 哼 石娇娇一只脚踏进家门 就被婆婆发现了 站住 你二弟装了兔子 你去要一只 家里啊 都好久没有吃肉了 哎 多要两只啊 十一只呢 你二弟家里就两个人 也不怕吃肚子撑死啊 知道 我会多要几只 啊 快去吧啊 哎 今天你煮饭 婆婆柳青春眉眼往下搭了 看起来刻薄又凶悍 娘 今天不是我煮饭 有本事啊 你也回娘家带几只兔子回来 那就不用做饭了 我还能把你供起来几天呢 石娇娇直接去石锦华家 几年没回来 再回来 自然对这里感到厌恶 院子里站满了人 有看热闹的 有想购买的 眼看着石锦华手里 就只有三只兔子了 石娇娇赶紧几间去 这三只给我 我家里人想吃 这还是命令的语气 石锦华把三只兔子绑起来 一撑 一共二十五斤 一斤六文 一共是一百五十文 你想要 可以啊 给钱 卖谁不是卖呢 凭什么要我出钱 石锦华是一个眼神都不愿意给 哦 没钱就下一位 拿来 石娇娇动手去抢 眼睛死死地瞪着石锦华 哎 还要抢人家东西的 你不要我要啊 花仔 来最重的那一只 不卖 都是我的 凭什么是你的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再说了 你这水还是污水 到哪哪抽 这是我石家的事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不管 今天这三只兔子必须给我 看热闹的人一阵起哄 说着 看向石锦华 那架势就是 你不给我也不走 也不让你卖出去 我家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你以为我愿意来这儿 把兔子给我 求我我都不留下来 石锦华一听这话 那小豹脾气就压不住了 直接到 滚 石娇娇你又点脸吧 自己爹娘死的时候 你可是说过的 八抬大教台你 你都不会回这个家的 就是啊 现在因为三只兔子 自己跑回来 你们说好笑不好笑啊 对啊 当初他爹娘死的时候 要上山 华仔还特意去求他 回来送呢 当时人家可是大门紧闭 让他婆婆把华仔 打了一顿呢 在村里啊 就没有几个人 喜欢石娇娇的 因为他不笑 不笑可是大嘴 你们懂什么 从心家里好吃的好喝的 哪样有我 我什么都要做 凭什么他不需要 反正我没错 那能比吗 华仔从小聪明 还是男我 又是家里最小的 没卖了你 都是你爹娘仁义了 住着拐杖的老人 看不下去了 就说了一句 这个时代 不都重男轻女吗 就算不轻女 那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快走吧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哪怕重男轻女 你爹娘从小 可是让你们姐妹二人 做过重活 就帮着家里做做家务 那家姑娘 在家的时候不做呀 我们大家有眼睛 都看着呢 在座的哪家 没有闺女啊 要是闺女都跟石娇 娇一般 那跟白耳狼 有什么区别 就是 你二弟在村子里头 开始什么都不会收拾 还是玩嫂子家 帮着交汇的 那时候也没见着 你出现过 现在就有便宜了 脸都不打算要了 我要是你 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你出门子的时候 陪家光钱就一两 你姐都没你多 还不知足 呸 石娇娇平时见谁 都跟兽气包一样 看得人个影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 石娇娇越听越气 我跟你拼了 说完 对着石锦华就撞去 吓得围观的人都愣住了 这女人八成是疯了吧 不过 石娇娇突然跑不了了 围观的人也被这突然出现的画面 给震住了 石锦华心都慢了半拍 出去 说着 随手一甩 好家伙 直接把人丢大门口去了 石娇娇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怎么就飞出去了 刚才 是不是石娇娇被丢出去了 哎呦 这是有个东西飞过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它 你干啥呢 石锦华生气地瞪着前似水 围观的人看着 虽然闹得凶 但那毕竟是石锦华的二姐 这下被弟媳妇给扔出去了 石锦华能不生气吗 前似水也是这样想的 把人家姐姐当着人家弟弟的面 给丢出去了 有点不合适啊 哎呀 冲动了 前似水刚想解释点什么 石锦华就说道 你手才好 提什么重物啊 咱才刚有点浅 你就不知道曾经自己是谁了 说着还拿起前似水的手 反复检查才放下心来 可石锦华这话吧 听起来像是关心前似水 其实呢 就是害怕花钱 围观群众听了这话 先是一愣 然后心里齐声道 哎呦 挺心痛心痛的呀 前似水心里跟明镜似的 早就看穿他了 呵呵 钱是这狗男人的命根子 石锦华是一直拍着胸脯 按道 哎呦 好险好险 钱保住了 我们留两只 剩下一只你们谁要 这时石锦华问道 众人反应过来 靠近石锦华的人 一把抓住兔子 我要 你撑一下 石娇娇眼里的光 能杀人的话 前似水都不够死的 在家等兔子下锅的柳青春 望眼欲穿 见石娇娇空手回来 还一身狼狈 兔子呢 倒三角的眉眼 盯着石娇娇看 一副随时手撕对方的准备 没钱 转身进自己的房间 门关的震声响 柳青春插着腰 在院子里叫马 哎 你个没用的骚伙 臭老伙高大男人 还会做什么呀 想想当初 自己就没看上这个儿媳妇 进了门 好吃懒做 就生了一个赔钱货 但架不住老二那没出息的样 只要石娇娇同红 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奶奶 吃饭 饿了 奶奶 一个四岁的孩子 拉着柳青春的手 不停地摇晃着 吃吃吃吃 吃什么吃 你长大了 就跟你娘一样 都是不要脸的骚伙 石娇娇本来不想搭理的 说自己就当听不见 说自己闺女怎么行的 孩子才四岁 你怎么能这样说她呀 她以后名声还要不要了 名声 你也知道名声 难得呀 有你这样的嗓护娘 她这辈子就不可能有好名声 呸 她还是个孩子 什么都不懂 娘 你太过分了 我过分 你竟没有三年半了吧 孩子四岁 是不是我们老张家的 种都不一定呢 这就不说了啊 丫头骗子嘛 随便给口吃的 养着就养着 怎么 没给我老张家 生个带爸的出来呀 带爸的 没有带爸的怎么了 你不是你娘生的 你还敢顶嘴了 每天晚上 就你房里叫的婚 你还生不出来 你怪谁啊 都懒了 孩子都没有多见一个 李源源把自家儿子 耳朵堵上 拉进房间里 听着院子里的吵骂 叹息一声 唉 盲分架就好了 石娇娇被自己 无下线的婆婆 给气得发疯了 我生你嘴贱 你这个老不死的 你不下贱 你不勾引男人 你不骚货 那你半夜 除了需要的时候 怎么说 直接抓着 柳青春的头发 用力拉扯 吵闹引起了 周围的邻居围观 一个一个的 听得眼睛都发光了 这婆媳真是 世间罕见哪 自己也不看看自己 身上的肉 都能夹死老鼠了 还好意思露出来 石娇娇 占着年轻的优势 把柳青春 按压式殴打 哎呀 德昌大哥 你快回去吧 你家要翻天了 再不回去 说到这儿 就再也说不出口了 有点羞耻啊 我 我家怎么了 难道老婆子 又作妖了 哎呀 别问了 你先回去吧 张德昌 就一瘦弱的老头 听人这么一说 着急地往家走 等张德昌 回到自己门前的时候 不知道是谁 喊了一声 德昌大爷回来了 张德昌进院子里 就见婆媳 扭打在一起 气得头发 都要立起来了 张德昌听见 婆媳嘴里的话 天雷滚滚啊 真真的活久见 脑子好像被 五雷轰顶过一般 李元燕 见公公回来 哭着说 爹 你快让他们俩别闹了 他们不做人 你得问你孙子想想啊 有这样的人在 以后哪家好人家的闺女 能嫁下来啊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啊 老张 消消气 消消气 哎哟 我不活了呀 真是丢死人了 这哪家有这样的儿媳妇啊 婆婆说两句就上手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哎呀 喂 石娇娇站着不说话 但是眼神死死地 看着婆婆柳青春 李元燕拉着儿子张干农 跪在张德昌面前 爹 求你给我们一家一条活路吧 你大孙子今年十四了 再过两年就相看人家了 那你说 怎么办 爹 分家吧 爹 求你了 说着 还用力地磕头 那可是实打实地用力在磕呀 柳青春一听这话 急了 分家 你想那别想 老娘我的还没有死呢 想分家 除非 老娘我死了 笑话 想分家 家里是谁做呀 靠石娇娇嘛 呵呵了 张德昌生了三个儿子 老大一家住在镇里 老大家的婆娘那是强势的 一般人压不住 老二石娇娇汉子 那就是一个有异性 没人性的家伙 只有老三好拿捏 老实芭蕉的 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婆婆这是逼我去死吗 啊 李渊源想到自家的汉子 突然失去了抗争的勇气 那你就是死好了 你死了 我立马给老三 再找一个黄花大闺女 闭嘴 这个家什么时候 轮到她做主了 柳青春害怕地把嘴闭上 但是眼睛却在不停转 石娇娇一听分家 立马来精神了 拉着闺女哪儿也不去了 想立会儿 把闺女拉靠近自己 快去叫你爹回来 就说家里要分家 看着自己闺女跑出去 石娇娇直接坐凳子上看着 分吧 爹 分什么 我们家怎么围着这么多人 娘 你怎么了 张德昌大儿子带着一家 正好有事回来 哎哟 我的儿啊 你不在家呀 你娘真是给欺负得死死的呀 哎哟 你要是不及时回来呀 他真是再也见不着娘了呀 这些不要脸的 说要分家呀 这是要我的命啊 老大媳妇一听要分家 绝对不能分家呀 分了家两个老的 可是要跟自己住的 自己可不愿意呀 娘 分什么家呀 爹娘都在 分家的人家怎么说我们家呀 这一大家子在一起 热热闹闹的多好呀 哎哟 还是你明事理呀 大嫂这么明事理呀 那你一家伴回家住吧 一大家子 热闹闹的多好呀 石娇娇最看不惯的 就是她了 骂道 呸 说得好听 家里地不中 每次回来都是来拿粮食 每次来都是空手 一回来就哭穷 穷得比谁都光鲜 你当然不想分家 因为分家了 好处哪里要去啊 石娇娇这一说 围观的人就看 老大两口子穿的 都是八成的新衣服 每次件 都是不一样的颜色款式 你不就不想 跟两个老的生活在一起吗 虚伪 石娇娇可是想分家的 公婆偏爱老大 压榨老三 无视老二 二弟妹 这话说的 我们在镇上住 总不能穿得太苛蝉 说着 转身对着婆婆说 娘 我没有不想跟你们住在一起 跟你住一起 我还轻松了呢 这时 张德昌二儿子回来了 分家嘛 我听见我们家要分家 我立马就回来了 爹 真分啊 老二心想 分不分都无所谓 反正压榨不到二王 老二 你想分家 老大问道 一副长胸如腹的模样 我分不 说到一半 看了眼石娇娇 想分就分嘛 把老三喊回来 青村长来 一会儿啊 就把家分了吧 张德昌算是看明白了 老二奸诈 老二华 老三老实 不分家 难不成要一直吸老三的血 不成吗 儿子 孙子 都是老爷子的命根子呀 趁着活着赶紧分好 等死了 估计老三就一无所有了 我不同意 不同意 就拿了修书 回你娘家去 柳青春立马不敢说话了 他娘家爹娘这会儿 骨头怕都花没了 娘家哥嫂 根本不可能接受他 就这样 村里张德昌家 因为钱四水抓的兔子 闹分家了 石锦华还是在晚大娘来串门的时候 听说的 不过石锦华无感 跟自己又没关系 又不花我钱 钱四水心里想着 现在的娘们都这么强悍了吗 见天四还行 去地里转一趟 钱四水用布条包着手 钱四水由于职业原因 只认识止血的解蛇毒的治疗感冒的药材 其他的不懂 走了半天也没遇见野猪 想了一会儿 那就把随手看见的药材丢贝楼里吧 一路走一路看 来到一条河边 河水清澈见底 有不少际遇 抓了三四条就不抓了 吃不完 要是石锦华知道 钱四水此刻的想法 一定会痛心疾首地说 败家婆娘啊 这鱼就是钱啊 园主家庭复杂 但是钱四水 根本不可能去继承园主的生活 就想简单地活着 养着舌头 吐着杏子 扭动着腰肢 见人类靠近自己的领土 闪电出击 之后还没咬住 结果被钱四水一手拎起来了 钱四水提着手里的蛇 盯着蛇眼睛看 胆子不小啊 敢偷袭公奶奶我 眼镜蛇 直接喀巴一声扭断脖子了 钱四水提着蛇 就往山下走 一路走来 到了山脚下 当钱四水提着眼镜蛇 回到村口时 有胆子大的问了一句 石家的 这蛇有毒啊 你在哪里捡到的 我抓的 正脚 石娇娇提着菜篮子路过 眼镜蛇准确地吊在了 石娇娇的脚背上 整个村都听见了 石娇娇凄惨的叫声 手滑了 你拿走 你快拿走啊 石娇娇眼里有泪呀 但是没敢流 等钱四水到家的时候 开门出来的石景华 被吓得一屁股坐地上了 石景华一阵悲呼啊 完了完了 面子里斯都没了 你 你还是女人吗 石景华想着 从钱四水彻底好了之后 自己每天都活在惊喜跟惊吓中 若鸡 钱四水剑都能被一条舍下的 坐地上的石景华 十分鄙视啊 是是是 我弱 你强 你能不能把手里的玩意儿收起来啊 别明慌慌地拿着 这是毒蛇 你知道什么叫毒蛇吗 嗯 说着 把蛇随手一丢 把背楼放下 你背一背楼草回来做什么 石景华离地上的蛇远远的 虽然说死了 但是这么大的蛇 实在害怕得很啊 心里慌得一批 景华在吗 王叔 你怎么了 怎么跑得一头的汗呢 听说钱丫头 抓到眼镜蛇了 一听说就丢下手里的事儿 跑过来了 啊 那 这儿呢 说着 伸手一指 你需要就赶紧拿走 哎呦 还死了多久了 我看看 石景华见王大夫 心疼得跟死了爹娘一样 就问道 王叔 这蛇有什么用啊 要蛇胆 这么大的蛇的蛇胆 可不好找啊 王大夫看得两眼光光 你之前解读的钱我不要了 我再给你无粮怎么样 钱四水知道蛇胆可以做药 但是不知道蛇胆值多少钱 一时看着王大夫皱着眉头 你嫌弃少 再加一两 多了没有了 哎呀 你到镇上去也是这个价 你到镇里这蛇胆就不新鲜了 价格还没我给的高呢 王大夫眼巴巴的解释 但是身体却很诚实 抓着蛇不放手 行 那个钱丫头啊 这蛇肉你 能不能送点给老夫啊 实在是钱都买蛇胆了 哦 王大夫心满意足地 替着东西离开了 钱四水又砍了一切包起来 放碑楼里 准备给晚大娘送去 我去吧 以后别去抓毒蛇 太危险了 这女人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 一点危险概念都没有 这是放地窖里的桃子 可新鲜了 晚大娘家的桃子 在我们村里是最甜的 一年难得吃一回 钱四水听石井华这么一说 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 村里不少人家都种桃树 晚大娘家最甜 嫁接过去不就行了 整个村就晚大娘家一棵桃树最甜 用晚大娘家的桃种不就行了 不会嫁接 用种子种呗 又不是专门种果园 谁去种啊 我就想种 最好是屋前屋后都种 家里后院不是有一棵吗 还种什么 没地啊 开荒很累的 也没有钱啊 果园好 石井华不说话了 但是心里就在嘀咕 哎哟 这女人就没有消停过 自己什么都不会做 想要的还挺多 头疼啊 什么果园啊 我说大娘家的桃在村里最好吃 整个村就你家有 他说他想要果园 石井华解释了一下 心里想着 附近哪有皇帝给你种果园啊 嘿 果园怎么了 我们镇这么大 就没几个果园 种了也不怕卖不出去 我还想让我家老头多种几棵呢 哪有那么好种的 种了不得找人管啊 是啊 找人管那不得花钱吗 自己多穷 心里没数吗 最近几日 前四水哪也没去 买回来的布 裁减 缝制 前四水又按照石井华的身高 给他做了一身长衫 吃晚饭的时候 石井华说道 我明天就去镇上明德书院上课了 我办的是走毒生 早上去下午回 中午在书院吃 说完 看了一眼前四水 嗯 明天中午我跟婉大娘说 让她帮你煮饭 不用 我已经会生火了 你可别又把厨房给点着了 前四水看了一眼 这个不会聊天的自家人 我说的不对啊 你再点一次火 那厨房还能进去啊 黑得跟锅底一样 光是想想就觉得心痛啊 我会注意的 这日 前四水一个人在家 想着怎么赚点钱才行 于是就去镇里转转 看看有什么能赚钱的 巧了 这走着走着 走到了衙门口 一群人围着公告拦在议论 人太多 前四水根本进不去 只能在外围听着 听我县里头回来的 大舅哥家的 小爷子的 儿子的 媳妇的 娘家人的 小舅子的 大儿子回来说 这个彩花贼在县里 祸害了好几个姑娘 都是如花似玉的 我见有脸的 有几个性子脸 当场就自杀了 身边的人一听 家门呢 就没抓到啊 这没抓到 以后家里有姑娘的 还不得整天提心吊胆呢 这彩花贼实在可恶 还不如直接杀了来的痛快 谁说不是呢 这不到处发布了 彩花贼的画像 赏钱从最初的一百五十两 增加到了三百两吗 唉 不过人没抓到过 但是却不停有姑娘被祸害 唉呀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逛了一天 也没看出什么来 想着这会儿 石景华应该下课了 到书院的时候 正好赶上放学 见石景华抱着书本 走出书院大门 但是还没走几步呢 就被几个男同学 给围了起来 听说 你家很穷 不用听说 你看他平时用的就知道 那不是一般的穷 这时一个阴沉的声音响起 穷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还学有钱人读书 你也不看看你配不 自从这小子来书院后 风头大出啊 书院的夫子们 都喜欢这个穷鬼书生 这么会读书 不如把我们的课业也给做了 能者多老 你写不写 石景华看了一眼 这些地主家的孩子 各凭本事罢了 你有钱是你的事 我会读书也是我的本事 那你回家路上小心一点 我们走 谁 你让谁小心点 你放手 信不信小悠 把你卖到勾篮子里 潜似水看了 被拖进来的男子一眼 直接把对方下巴给卸了 然后顺便 把腿给扭脱节了 然后就把目光转向小胖子 把小胖子下巴给安上 别吵 那眼神冰冷的 大友你吵一下 我直接扭断你脖子的架势 我不吵 你别动手 女侠 你别动手 我们没有恶意的 为什么找石景华麻烦 他家里没钱 读书还好 父子们都喜欢他 张明不服气道 关键是长得害人模狗样的 走到哪里 都是姑娘们追逐的焦点 这让花蝴蝶张明受不了了 这就是你们欺负他的理由 他长得好 大家都喜欢他 包括女人 相对于前面两个人说的话 张家财的话就比较直白了 不要再有下次 再有下次 钱姐管杀不管埋 说着 钱四水咔嚓咔嚓几下 就把几个脚跟和下巴都恢复原味了 也是啊 家里人口多的 众众也无所谓 你们家就你们两个人 还是算了吧 一个什么都不会 一个什么都不懂 晚大娘越说越觉得 这两个人在一起 除了让人觉得模样好看以外 其他的啥也不是 哎 我大哥在家就好了 石锦华无比羡慕别人家人口多 我发誓 以后我一定要多生孩子多重说 我就不信了 石家人口能担保 生孩子是个正事儿 过来人哪 一眼就看见你们没有同房 还生孩子呢 怎么着 动动嘴 孩子就出来了 年轻人哪 真是天真 石锦华刹那间 嘴都有点结巴 大 大娘 我 我 我吃饭吧 石锦华赶紧逃离现场 四水啊 这人哪 过日子就是一起陪着到老 你一句 他一句 你看 我跟你大叔 面都没见过 一见面就洞房 大娘是过来人 这人哪 说什么情啊 爱的 都没用 花仔也不小了 跟他一个年纪的 孩子都两个了 你们可得抓紧啊 趁着大娘我年轻 还能做主 给你大把手的时候 别人不敢说一句不的话 吃了饭 石锦华送走 晚大娘家几个 晚大娘 为什么这么关心你 啊 大娘跟我娘是发小 从小感情好 我娘走的时候 还是大娘帮着一起办的 那时候 我什么都不懂 大哥不在家 两个姐姐都嫁出去了 一个管不了事 一个压根没想回来 就剩他一个人 守着空荡荡的灵堂 如果不是晚大娘 让家里两个儿子过来帮忙 自己可能都得累死 我看山脚下那地方有水 种桃树 梨树 苹果树 各种能种的果树都可以种 那不行 得花多少钱啊 不行 一说到跟钱有关的东西 石锦华立马谨慎起来 钱四水听了这话 转身就走开了 水叫 其他人都走了 只有小胖子王家训 跟在钱四水屁股后面 女侠 你送我师父吧 我一月给你五十两 我给你学功夫 没想去啊 小胖子想到什么 这个给你 我们不该动手的 我给你出医药费 我给你赔罪 其实 我们也就是想为难一下你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保证 今天的事不会再发生了 说着 对着石锦华鞠躬拱手 石锦华把钱拿过来 一点也没客气 自己这模样 回去找王大夫也得花钱啊 正当来的钱 为什么不要 小胖子王家训 又转身跟着钱四水说 师父 你放心吧 以后我照着石锦华 师父 你就收我做徒弟吧 自己就不是读书的了 可是家里不这么认为啊 王家训是嫡传的一代 又得家里宠爱 才让王家训从帝都 来到镇上教养呢 就怕在帝都给人祸害了 这天夜里 钱四水起夜 迷迷糊糊的 看见一个黑影 从自家屋檐跑过去 本能反应 瞬间清醒追了出去 那黑影跑过来的时候 钱四水这才看清楚 这就是今天在镇里 看见的采花贼呀 跟画像里的一模一样 你要干什么 你是谁 你走开 说着 赶紧把一副捂住 别喊了 一会儿有的是你喊的 这里是山里 你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听见的 五四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觉得你还有力气 谁救我呀 我还能有救吗 如果自己被侮辱 等自己的 只有死路一条啊 一只树枝破空飞来 胆子一时不察 直接给伤了小腿 如果不是为了钱 钱四水可以直接 要了对方的命 谁 你祖宗 十 十家嫂子 哟 还来了个角色 冰美人 这世间少有啊 还是个处 你这样的角色 今晚我必须得尝尝 说完就栖身而上 钱四水侧身躲过 飞射而来的金丝 一个跳跃 直接踩断了男子的肩胛骨 男子一时没想到 今天遇见了一个硬茶 打不赢就跑 命重要啊 就在找空气 想要逃跑的时候 没有钱四水手里的石头块 石头直接对着脑袋砸了过去 反正公告没说要活的 死不死的 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 十 十家嫂子 谢谢你啊 这是采花贼 少银三百 到时候我给你五十 李佳佳赶紧抹干净眼泪 我一分都不要 嫂子 你别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可好啊 行 送李佳佳回到家的时候 家里人都在屋里担忧着 准备去找村长 让村长帮着一起找人 你死哪儿去了呀 大晚上的 你不睡觉怎么就跑不见了 你这是要急死你爹娘呀 娘 娘 我就说小姑子能去哪里 你看 这不就回来了 一个姑娘家 大晚上的到处跑 开口的是李佳佳大嫂月记 平时就看不惯家里人宠爱小姑子 你闭嘴 我闺女轮到你说了 爹 娘 这是十家嫂子 哎呀 瞧我 你浇似水吧 娘 我去十家嫂子家里找嫂子学刺绣去了 这是在回来的路上商量好的 以后夜里去哪儿 跟家里说一声 让你哥接你去 前四水见人送到了 点了点头 转身就走 前四水走后 李佳关门 行了 都去睡吧 哎哟 这是怎么了 刘花赶紧问道 李佳佳趴在自己娘怀里 压着嘴不停哭泣 声音都不敢发出来 闺女 谁欺负你了 莫哭莫哭 刘花听着自家闺女说了晚上遇见的事情 以后 四水就是我们家大恩人 这事我们说也不说 烂肚子里头 听见没有 娘 我知道的 十家嫂子也不会说的 我看那姑娘冷冰冰的 话也不多 没想到心不错啊 那钱不钱的都不重要 我们就当不知道 你呀 就去十家请教刺绣去了 我知道 爹 我跟闺女睡去 钱四水一路拖着贼人来到衙门口 不能敲鼓 怎么进去啊 围着衙门转了一圈 还从贼人怀里掏出一千两银票 挺有钱 钱包里竟然有一千两银票了 想了想了三百两 眼睛一闪 直接把男子丢进去 转身跳跃几下 就消失在夜幕里 衙门里 喷了一声 什么人 提着灯笼往地上一看 采花贼严实宽 真是啊 快 绑起来 把手脚卸了 以防万一 是 是 我去禀报大人 你们好生收着 见人醒了 直接敲鱼 反正从我们手里送到师父手里就行 不能死 不能活 明白 明白老大 大人 大人 敦安敲门敲了半天 没有反应 想了一会儿 又倒 大人 大人 采花贼又翻案了 这一声吓得床上的人瞬间翻了个身 从床上摔了下来 砰的一声啊 他 案发现场在哪 大人 你别急啊 听我说 有人把采花贼丢我们衙门里了 这会儿啊 正在后院守着呢 当真 有这么好的事 年轻的县令 一脸都不可思议 还有这好事啊 嗯 千真万全 走 看看去 两人急匆匆地跑到后院 这手脚是怎么了 大人 本来 头儿要我们 续了他的手脚的 我一摸的时候发现 这个犯人早就被人给吸了 啊 我觉得我在做梦 哎 大人 你说怎么办啊 他这手脚 我们是安不回去的 为什么 哎 大人 这手法奇特 一般人不会 要是强硬弄手 这手筋可能都得断 我们不会啊 县令是家里有点攻击 跟皇家讨要了一个阴恩 最后变成了县令 虽然远离家族 但是起码自在 今年二十二的县令 如今还是一个老公官 他姓胡 名元安 啊 行 嘴巴能说就行 演的夜长梦多 嗯 教兄你们现在就准备 给他压的灌几碗米药 让他睡三天 我们只要把人丢给上头就行 其他我们可不管 是 衙门半月后贴出告示 正好李家家父亲进阵里 由于最近几乎每天都在阵里转 为的就是打听打听 关于采花贼的消息 小哥 这上面说的是什么 哦 这上面说采花贼抓到了 被执行斩力爵 现在已经死了 但无名英雄没找到 赏印无处给 最后衙门决定 把钱用来做善款 用于修桥造路呢 李元宝一听 转身就走了 回家后 对着婆娘刘花和闺女一通交代 刘爷爷 您老怎么来了 石锦华拿着书 在院子里知乎折掩地读着 转身的时候 就看见刘村长站在门口 也不知道站了多久 哈哈哈哈 有一会儿了 看你在看书 就站着听了一会儿 虽然老头子我 什么也听不懂 但是听听 也觉得好听 啊 您老做 我就给你倒水去 哎 别去了 四水那丫头呢 刘村长笑呵呵地问道 石锦华就纳闷了 最近前四水 是出了什么风头了吗 为什么从石家的 变成了四水丫头啊 啊 她上山了 刘爷爷您找她 有什么事吗 啊 没事 就问问 她想出来的火烧土 我想要村里都这样弄 想来问问她 可以不可以 石锦华一听 说道 啊 您别担忧了 她心里就没放这些 您老只管去交代 谁愿意 谁就去烧 这事她不会放在心里的 你这小兔崽子 读书读傻了 你在村里没个助力 家里人口又单薄 这次四水丫头 想出的这个办法 对农民来说 你知道价值是什么吗 就增产啊 石锦华迷茫地回答 是啊 增产 你看看现在村里 有几家能吃得上干饭的 这个好 不是一般的好 村里人都得记着 四水丫头的好 跟救命一样的恩情 行了 你读书去吧 办完我就开会 对 到时再宣布 你别送了 谢谢六爷爷 别谢了 要谢就谢四水丫头 她是你的福气 当事人还一无所知地 往家里干 当用脚踢开房门的时候 石锦华喊 谁啊 这么用力踢门 找死啊 当看见前四水 扛着野猪的时候 石锦华腿发软了 指着前四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绝对不是女人啊 这是大力士吧 帮我煮水 前四水把野猪丢在地上 石锦华都感觉到地在晃动 一想到这个女人 是自己合法的娘子 背后就一阵阴风吹过 以后可不能招惹啊 你 你为什么总绝招惹 这些危险的东西啊 石锦华刚才被震撼 没注意到 现在看见前四水 衣服上有血迹 连忙问道 你受伤了 伤哪儿了 啊 也不管男女有别了 上手就查 你倒是说句话呀 这是要急死人呢 是野猪邪 我没事 你别动 坐着 我就给你打水 想了一会儿 石锦华又倒 你以后别做这些危险的事了 我们够吃够用就行 大富大贵的 自己根本就没有想过 那你读书做什么 我爹希望我读书 儿啊 你要读书啊 读书了 有本事了 才能找你大哥呀 这些年 是生是死 谁也不知道 你也有本事 去把他尸骨接回家呀 若不是爹的期望 不然自己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读书为了找大哥 找大哥就得读书 只有读书 才能有出路啊 嗯 在前四水 把自己收拾干净 出来的时候 穿着自己做的衣服 嫂子 五娘让我来问 你们野猪肉卖吗 刚问完 后面刘村长就进来了 四水丫头啊 这野猪肉你们卖吗 村里不少人 让我来问问 都行 华仔 你说呢 嗯 还问石井华一句 读书人啊 还是需要面子的 啊 行啊 这么大也吃不完 天气热 放不了太久 这是今天卖野猪肉的钱 差不多十两 跟家里所有钱 在这个盒子里 你说好 这次回去 可能学业重 有可能夫子 不放我回来了 家里就留他一个女子在家 心里自然而然的 有些担心 有什么要紧事 就去书院找我 这个女人 实在是太不消停了 等粮食下来 交了税收后 卖一部分就有钱用了 你别去做危险的事了 石井华突然难为情地说道 嗯 你要是真没事做 能不能帮我 多做几件衣服 跟鞋子啊 买得太贵了 钱能少花 就不花 嗯 反正做衣服的钱 还是有的 前辈子 哎呀 前辈子 你快给我回去 中了 中了呀 哎呀 你家石井华中了秀才 还是这个 说着 竖起了拇指 钱四水无感 秀才有什么好激动的 又不是状元 钱四水想了一下 怎么地也得配合一下 李逵啊 不然人家还觉得 自己太平静了 不正常 第一 钱四水问道 对 第一 老厉害了 哈哈哈哈 我们村也有秀才了 看以后谁敢嘲笑我们村 这口气终于出了 第一名 他们村的秀才 能跟我们村的比啊 嗯 厉害 走 官差到你家了 你不在家 这会儿正在我们家坐着呢 就等你回了街洗爆了 快到村口的时候 看见碗大娘蹲在大榕树下 娘 你怎么跑到村口来了 碗大娘摆了一眼 自己的儿子 钱丫头 你准备洗钱了没有啊 没有 准备多少啊 自己不清楚啊 嘿 就知道你这个丫头不上心 这是我跟老村长一起凑的 一个五两 村长加三两 你拿着 一会儿给人家官差送去 要是石锦华知道 此刻又给出去五两 一定会哀嚎着 别拉着我 我一年收入都没有了 我得抢回来啊 太家婆娘 心好痛 头也痛 手更痛啊 钱丝水打开大门的时候 碗大娘就带着官差来了 后面跟着一长串 看热闹的村民 恭喜啊 秀才夫人 石锦华考了头名 我们给你送洗爆来了 不知道是谁准备了鞭炮 噼里啪啦的 响震了整个洞山村 辛苦 洗钱 官爷辛苦 拿着喝茶 洗钱 沾沾洗剂 等官差走立后 村民彻底放开本性了 我们村也出秀才了 对对对 我们村这个是投名 以后可能是举人 还有可能啊 是状元呢 秀才夫人 要摆酒席敬住吗 我们都可以来帮忙的 下面的人大声问道 钱丝水回答 摆 等秀才老爷回来后再摆 到时候 每家出一个人来帮忙 最后在老村长的压力下 围观的村民才慢慢散去了 等石锦华回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偏西了 还没到家门口呢 就看见老村长跟晚大娘 还有李逵老爹李宝全 一起蹲自家门口的石板凳子上 三个人远远地看见了石锦华 石锦华被冒着绿光的眼神看着 脚步都变得笨重起来 你小子 赶紧的 石锦华有一种预感 可能又要破费了 这种感觉十分强烈 一定是败家娘们又做了什么事 大娘 老村长 李说 石锦华心里如刀脚 可是面上风轻云淡的 听了石锦华的问话 李宝全很不服气啊 凭什么自己要排第三啊 比不过老村长咱就不说了 连自己婆娘都比不过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男人 就得摇在前面 晚大娘斜看了眼自己的汉子 威胁意味浓厚啊 李宝全呵呵笑了一下 呃 其实男人的面子 也没有那么重要吧 之前说你回来后再摆酒 就来商量商量 这酒应该怎么办 前丫头已经答应了 你看是摆八大碗还是六大碗啊 石锦华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这个败家娘们又 这是要上天哪 石锦华很想说 摆六大碗吧 更想问问 可不可以不摆啊 但是面前三人一副 你敢说出来 你就死定了的表情看着自己 石锦华嘴角哆嗦了好久才说 呃 八 八大碗 心好痛啊 才低些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啊 哎 好孩子 试这个礼 得摆八大碗 不然啊 会被别村人瞧不起 老村长十分欣慰 放心 村里人都来帮忙 上次说摆酒的时候 前丫头给了我五两银子 够了 明天就让村里老杨 赶他牛车 去这里买菜 老村长在安排事情 当说到五两的时候 石锦华仿佛胸口中了一件 上次喜报来 前丫头打赏了官差五两 所以我们商量了 明天那五两全部买肉菜 其他的菜 我们村里人一家挑两箩筐过来 够够的了 石锦华已经听不见 对方在说什么了 想到自己给官差的 也是五两银子呀 脑子里现在 都是三个五两银子在爆瓶 半天才把自己 从五两银子中 拉回来的石锦华 跟被人撸了一把一样 你们看着办吧 我不懂 在三个老的看来 这孩子一定是因为 不懂而在难受 没爹娘的孩子可怜哪 放心 有我们哪 晚大娘心里感慨了一下 怎么父母就不在了呢 石锦华在想 是五两银子呀 这个坎可能一时半会儿 都过不去了 石锦华听见前四水的脚步声 转身见对方背着一杯楼药草 你背这么重做什么 说着就解下杯楼 一手提进家里 屋外三个老年人又在感慨 呵 男人 这俩人啊 还没同房呢 晚大娘操着老母亲的心说道 老村长吃惊 为什么 这前丫头看不上石家小子 李宝泉黑黑一笑 在晚大娘眼里 这死老头笑得有点猥琐 嘴骂道 你笑个鬼呀你笑 老村长也疑惑了 你笑个锤子 这有什么好笑的呀 不懂 就这俩 要同房 有得等 十分确定 以及肯定了道 为什么 哎呀 你看哪 华仔跟个小姑娘一样 一见前丫头就面哄耳赤的 脑子都不会动 前丫头你们也看见了 脑子少跟筋 根本不懂情爱 连人情世故都不会 一看就是从小到大 没人教的问题 你们自己说 一个害羞 一个不懂 你们让他们同房 笑话 这事得自愿啊 你以为他们是牲口吗 啊 种猪需要母猪的时候 还知道调戏一下对方呢 你看他们 懂吗 再退一步说 这华仔有心有无力呀 一个文弱书生能做什么呀 还没动手呢 就被前丫头给干趴下了 你信不信啊 百无一用 是书生啊 上个婆娘都这么艰难 哎呀 体力上不对等 这事遥遥无期呀 隔日 一早家里就热闹起来了 到处都是人来人往 前四水按理说 应该招待安排客人的 但是现在的前四水 就跟傻子一样站着 最后石锦华想了一个办法 让前四水登记礼品 低着头干活总行吧 李二狗 白菜八克 赵齐民 艳台一方 前四水早忘了赵齐民是谁了 但赵齐民却是偷偷看了一眼 前四水头顶 当然啊 最想看的还是脸了 但是人家在登记 低着脑袋 难不成自己还能弯腰低头去看啊 师兄恭喜啊 不请自来 请不要介意 石锦华满脸微笑 同喜同喜 赵兄能来 在下十分高兴 请见 嗯 两人内心同时呵呵两声 虚伪 好说好说 一会儿不醉不归 师父 是我 是我呀 难得前四水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 这人是谁呀 一点印象都没有 名字 小胖子依旧笑嘻嘻 师父 我叫王家训 只见前四水低头登记 礼物 那是根本没有多余废话呀 这就是摸得感情的登记机器呀 但是架不住小胖子 王家训的脸皮厚啊 跟着王家训的家丁 立马把礼品 抬到前四水面前来 师父 我的礼品不用登记 太麻烦了 都是美容养颜的 对你可好了 女人嘛 肯定都喜欢 正走出来的石锦华 看见王家训又在纠缠自己娘子 大厅广众着想 这是来搞事情啊 话不多说 准备战斗吧少年 石锦华熊啾啾 气昂昂地走出来 王 哎呀 师母啊 还没问出口呢 王家训见到石锦华 直接兴奋地跑过去 不知道的人 看着这场面 好亲呢 石锦华瞬间识话了 师母 你这是怎么了 我激动你个锤子呀 师母 呵呵 麻烦请给我一个解释 反应过来的石锦华一脸问好 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我喊了师父 你是师父的相公 不就是师母吗 难不成 你想当我师父 小胖子一脸嫌弃 绝对不行啊 我的师父只能有一个 我喜武不喜闻的 石锦华很想说 他说得好对啊 我竟然无言以对 抱歉 是我肤浅了 竟然还能这样解释 也是厉害了 不对 我是公的 师母是 母的吧 你还是叫我师兄吧 那不行 我得尊师重道 被王家训严厉拒绝的石锦华 都想揍人了 我谢谢你的尊师重道 真是风在火马在叫 石锦华在咆哮 去你的师母 整个酒席上 石锦华都在努力地 跟王家训避免交流 实在是这丝不要脸的 师母师母地喊着 喊多了总是让石锦华有一种 自己是母鸡的错觉 哎哟 秀才夫人呢 今天气色不错呀 你呀 可得看好你家秀才工了 别哪天被人抢走了 都不知道呢 姚寡妇看着 正在应付一群村里姑娘的石锦华 酸酸地说道 小胖子是谁啊 从小在女人堆里摸爬滚打 这女人都不如她爹小妾厉害 我师父这样的美人 还需要看吗 我说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呀 上下看了一眼姚寡妇 说道 今天的姚寡妇特意打扮过的 输着未嫁姑娘的头饰 但是人家小胖子 不知道她是寡妇呀 这下小胖子心里更加鄙视了 哪些姑娘比你好啊 小胖子似笑非笑地看着姚寡妇 姚寡妇面色微变 我跟秦四水说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说着 也学着小胖子的表情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你一个男子 跟在她身边 意思就是 你对人家已婚妇女 有不干净的想法 小胖子生气了 这是我师父 你敢诋毁一句 我打断你的腿 你一个说这姑娘头的 却不是处 你怎么想的 小胖子觉得好奇怪哦 女人现在都这么疯狂 这么浪了吗 是世界变了 还是自己变了 村里的姑娘 也这么会玩 哎呀姚寡妇 你在这儿干嘛呢 快来 要开席了 小胖子才知道 这人是寡妇呀 一身花痴招展的 今天比她师母都会开平 哎 王家训小嘴叹了一口气 呃 少爷 你怎么了 我对不起村里的姑娘们 自己少爷什么时候 多情到东山村了 我以为村里的姑娘 都是刚才姚寡妇那样的 嗨 那是她穿着打扮 故意让人误会的 跟少爷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看看看看 这就是一个合格的奴才 应该拥有的职业素质 天错地错 主子不错 你说的对 害得本少爷都以为他会玩呢 少爷 你 你怎么看他是不是 那个什么 王家训想打王养 这事能在师父面前说吗 转头一看 好嘛 师父也一脸好奇宝宝的模样 盯着他看 小胖子立马 稍息力争战好 师父 我绝对是一个 干净 正净 三官跟着五官走的正人君子 是啊 师父大人 我家小少爷一个同房都没有 身边就我跟一个七十岁的嬷嬷在伺行 说 前思水好奇了 小胖子是怎么判断女人那个的 小胖子一脸通红 扭扭捏捏的 王阳心里必试自己少爷 家里房间到处都是财子佳人的画本 还有更劲爆的插图呢 在家看的时候 脸皮厚得跟城墙一样 现在害羞个锤子 那个 师父 这个 我是随便说的 得赶紧想办法跑路啊 不然得歇菜 我就随口一说而已 嗯 真的 我都信了 他随便说就中了 哎呀 好尴尬呀 哎 少爷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你敢跟老爷这么说话 不是王阳鄙视他 他见老爷站都站不稳 前思水见王家训跟姑娘一样扭捏 再次说道 说 就是 那什么以后 女人腰特别软 屁股特别翘 走路 自不自觉的就会 晃动 那个 王阳痴呆地看着自家小少爷 少爷 男人要怎么看啊 王家训都想骂娘了 这奴才就是专门来坑自己的吧 滚 一脚向王阳踢去 最后 在王家训插科打混中 总算是把这个该死的话题结束了 酒席吃完了 因为石家酒席 小胖子成功找到了石剑华家 从此以后 石家时不时能听见小胖子的声音 前思水又拒绝 我不需要徒弟 吃人好烦啊 王家训那样就像在说 我不要你需要 我只要我需要 不 你需要 王家训每次都在死亡 边缘挣扎 这日 徐师傅带了人 标准的施工队 连厨娘都自己带 徐师傅带人挖地基 扎茅草房 石锦华跟前思水 也忙着整理家里的东西 赶紧搬走 好冻土啊 前思水没什么事做 就准备进山里去 王家训见了 非要闹着去 前思水不乐意 这人一去 他家的家仆也跟着去 太麻烦了 师傅 救我去 反正啊 谁也不能阻挡自己败师 小少爷 你不让我们去 你不见了受伤了怎么办 我跟师傅在一起 还能出什么事不成 别婆婆妈妈的 我走了 你们帮着一起做工吧 这次为了让小胖子吃点苦头 避免以后再纠缠自己 前思水走最陡峭的山路 可怜的小胖子啊 一边摸汗一边喘气 师傅 前思水见王家训 竟然能跟这么久 也就停了下来 王家训跑到前思水身边 师傅 你就教我功夫吧 我保证不给你丢脸 跟个哈巴狗一样 对着前思水摇尾巴 爬下 师傅 我听见脚步声了 这身上老林的 一般人不敢来啊 是胡人 只见在前思水下面的 大石头下 走过十个人 说着听不懂的胡语 后面五个抬着一个人 仔细看 这人跟野人一样 但是身高却目测 得有两米左右 这是巨人啊 太坏了呀 一定是想拿巨人去卖 跟马戏团的猴子一样 一个胡人 被摔在前思水 跟王胖子面前 王胖子下手 毫不留情 用力拍下去 对方脑花都拍出来了 这下好看了 下面的人一看 这里竟然有汉人 这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啊 必须干掉 转头一看 哎呦 花姑娘啊 几个人一看 竟然有姑娘 互相对视一眼 杀了胖子 留下姑娘 对 谁先杀胖子 交换谁先杀 同意 前思水听懂了 但是没在意 在他眼里 这些人已经是尸体了 当第一个人 在前思水面前 耍大刀后 被匕首自尽了心口 王胖子赶紧 捡起地上的大刀 对着前面的人砍去 在王胖子 大喊大叫 胡乱砍人的 作死状态下 剩下的八个人 被前思水杀了 师父 哎呦操 心里纳闷 这姑娘吃啥长大的 长这么老高 自己还有点自卑 师父 过来 王家迅一把 把前思水拉过来 师父 这不会是妖怪吧 见自己手里的人 要被对面的动物抢走 巨人不乐意了 对王胖子吼叫吼 一手提起了王胖子 王胖子瞬间懵了 我在哪 我是谁 为什么我脚不在地上啊 妈 什么 救命啊 走 巨人疑惑地 看了一眼前思水 把王胖子放下 跟着前思水走 王胖子喘着气 拍着胸口 哎呦娘啊 吓死胖爷了 巨人腿长 见前思水 需要爬上石头的时候 一把滴溜起来 放在大石头上面 前思水和王胖子二人 都有点懵 心里感叹 好有力气 也好方便啊 还有我 还有我 巨人看了一眼王胖子 无动于衷 盯着看了很久 才好心地出手 把人提上来 被提起来的王胖子 突然感觉 这样被提着 也挺舒服的 巨人要把王胖子放下 王胖子赶紧挥手 不用 提着我走吧 我觉得挺好的 起码不累呀 管他什么尊严不尊严的 尊严是什么 胖爷我有吗 大手一挥 没有 王胖子已经完全适应 被第六所带来的感觉 还是快感 你把我提高点 我看那儿好像有野葡萄 王胖子问 你叫什么呀 虎娃 虎娃 那虎娃你家在哪儿 虎娃 虎娃你多大了 虎娃 虎娃你从哪儿来的 虎娃 虎娃 你吃什么长大的 虎娃 啊 啊 啊 前四水见虎娃 跟王胖子 跟王胖子相处得挺好 想着应该回去了 这虎娃怎么办呢 我都给它整崩溃了 你哪看出来 我们相处好了 王胖子 王胖子要是知道 前四水的想法 一定会哭唧唧 这一趟猎物没看见 又是一杯楼药草 太阳快下山了 虎娃 我们要回家了 你也快回去吧 行 王家勋见虎娃穿的是虎皮做的衣服 心里想 这得打四五只老虎才行吧 你说你一个女的 喊虎娃是不是傻呀 要喊也得喊虎妞啊 前四水走前面 虎娃一路跟着 前四水无奈了 再不走天就要黑了 王家勋也很无奈 带回去 这不得把村里人吓死啊 师父 不如带回去吧 天黑了 丢虎娃一个人在这里 也有点于心不忍啊 石锦华见天都黑了 前四水也没有回家 心里着急 这个女人真是急死个人了 天黑山里多危险啊 跟王家的家丁一起去山里找 少爷 小少爷 王阳都哭了 少爷要是不见了 自己也活不成了 喊活呢 要我又没死 听见这事 王阳都快激动坏了 少爷呀 我的小少爷呀 我这命都快给你下霉了 石锦华听见声音 赶紧往山坡上跑 你是不是胆子肥了 这么晚还不知道回家 你要是出什么事 我怎么办呢 星星都出来了 现在才回来 心里慌张的要发疯啊 石锦华一把把前四水抱住 你以后出门 能不能再吃饭前回家啊 要是没人啊 手痒得真想揍他屁股 前四水被突如其来的强暴 吓得都忘记反应了 有有有怪 虎娃从黑影处走出来 吓得家丁一屁股坐地上 石锦华吃惊地看着虎娃 这也太 好 大了吧 吃惊的思维都不顺流了 关键对方 为什么看着娘子啊 石锦华心里警鸣大作 一把把自己娘子挡在身后 你想做什么 石锦华抬头问 虎娃 这是虎娃 山里遇见的 非跟着我们 我们赶紧下山吧 少爷 他怎么这么高啊 你问我 我问谁啊 天黑了 进村的时候 大家都在家里 没人看见虎娃 此日一早 先是施工队的人 吃惊地看着 跟在前四水屁股后面的巨人 妖怪 绝对是妖怪啊 少见多怪 他只是长得高而已 这他娘的也太高了吧 石锦华知道虎娃是女性之后 除了对他老霸着前四水 有看法以外 其他无感 心里想啊 我平时不在家 家里就前四水一个人 尤其爱往山里跑 家里有这么一个能人在 心里都踏实许多啊 虽然这个想法 特别美好踏实 但是 看着面前的土 看着虎娃 再看看土 石销才抓狂了 这也太能吃了吧 都是钱啊 造孽呀 对天怒吼 这么能吃 以后可怎么办呢 想了好久 决定去找王胖子 这户自己是绝对养不起啊 不然自己每天心都在低血 从感觉看见虎娃 就听见银子 哗啦啦流走的声音 前四水想到 虎娃昨天蹲茅草屋的时候 即便坐下来 也显得特别高大 于是跟徐师傅提了 单独给虎娃弄一个房间 石锦华听后提到 还有把厨房门弄高点 石锦华想了 找王胖子想办法 让王胖子找个厉害的厨娘 来焦虎啊 吃多少自己煮 让钱四水煮 石锦华第一个就不答应 正在给王胖子按摩王阳 觉得自家少爷一阵哆嗦 少爷 你想尿尿啊 这打哆嗦跟尿尿有什么关系啊 少爷 这时 门外跑进了看大门的来柜 我叫魂啊 少爷 石锦华来了 在大门口等你回复 师母来了 回复什么 王胖子疑惑地问道 少爷 你说见小的们才敢把人放进来 你要死呀 那是师母 你怎么不上天呢你 把你能的 老子见儿子还得站门口的啊 少爷 老爷在帝都 我去你的少爷 师母 你来找我呀 以后你直接进来 当自己家 说着 想去拉石锦华 被石锦华躲过去了 这衣服可是娘子在灯架做出来的 你给弄脏了 我找你有事 石锦华跟着王家训进家里 见王家大院里 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的 半天路上也不见个人 师母 你找我什么事啊 石锦华咬着腮帮子 别喊我师母 那叫什么 除了师母 其他都行 王胖子想了半天 也没想好喊什么 那不如就喊 师父他相公吧 石锦华跟看怪物一样 看着王家训 这脑子跟别人不一样吧 随便吧 石锦华投降了 起码比师母好听 我找你想办法 找个人教教虎娃洗衣做饭 整理屋子 这应该许 虎娃就是个野人 什么都不懂 以后出去给师父丢脸就麻烦了 师父丢脸 不就等于自己丢脸吗 我给你找个嬷嬷 让蒋嬷嬷去 一个不会说话 一个听不见 这两个人在一起才有意思啊 我跟你说 这个嬷嬷可厉害了 我外祖母的奶嬷嬷 后来跟我娘陪嫁过来后 又照顾我长大 你说我给不给你面子 石锦华想确定一下 这个嬷嬷的年纪 跟自己想的是不是一样 嬷嬷高瘦啊 王胖子白白手 不碍事不碍事 年轻人的身体好 牙口也好 跑得快 就是耳朵有点呗 石锦华盯着王家训 再次问道 多少 王家训哈哈一笑 你家送粮食多久 行不行 一天五十斤 本来十分坚决的石锦华 听了这话 早说嘛 弄得人都急着忙慌的 你家嬷嬷呢 一会儿就跟我回家吧 一刻也不想等 火太能吃了 你等着 我去给你请嬷嬷出来 王胖子说着 就要转身去 少爷 不用请了 嬷嬷走到二门外了 您不如叫新月姐 赶紧收拾嬷嬷行礼 你知道还要我开口 让新月好好照顾嬷嬷 怎么了 还带一个丫鬟 五十斤米一天 还要带一个丫鬟 石锦华不愿意了 这买卖亏本啊 哎呀 我说你 嬷嬷七十岁了 白天不需要人伺候 晚上没人照顾能行啊 再说了 丫鬟又不需要你出钱嘛 正在这时 蒋嬷嬷嬷巍微地 走到了拱门处 咄咄嗦嗦地下台阶 石锦华一头的黑线啊 现在拒绝还来不来得及 五十斤一天的米不好赚啊 石锦华见了 赶紧说 那个 我还有事 不用麻烦你了 我先走了 这就不是正常人能干的事啊 哎呀 嬷嬷还不一定会答应呢 急什么 来 王胖子刚说完 嬷嬷我答应 老人家 你不用勉强 你可以不用答应的 心里想 真的 你不用答应 我害怕呀 哎 什么强 把耳朵伸到石锦华面前 意思就是 你大点声 我听不见 石锦华看着王胖子 一脸的疑问 这就是你说的有点耳背 这就是有点耳背 这根本就是听不见啊 全靠嘴形猜了 当回山东村的路上 石锦华看着 坐在马车里的嬷嬷跟丫鬟 还有全身上下 从里到外都洋溢着 自由味道的王胖子 石锦华感觉 自己世界里的天空 突然一片漆黑 然后随时准备着狂风暴雨 嬷嬷 这是人吗 心悦丫鬟站着不敢动 讲嬷嬷也吃惊啊 这是大力士吗 石锦华见了就给解释 嬷嬷 家里起房子 先前是小生没考虑清楚 这地方年老可能待不太习惯 意思就是 你赶紧回去吧 蒋嬷嬷年纪大了 人就是任性 你说什么 你习惯了 你习惯了 蒋嬷嬷看着虎娃又说道 你呀当然看习惯了 老婆子我啊 第一次看 有点吃惊了 走 这房子呀 要不聊几天就完成了 石锦华崩溃了 完全不能交流啊 石锦华现在只想拉着前四水离开 离这些人远远的 因为这些人太危险了 他们不杀人 但是都长了一副 伤财的脑子跟身体呀 蒋嬷嬷走到虎娃身边 对着虎娃挥挥自己干枯的手 娃娃 你弯腰下来 给婆婆我看看 嬷嬷 她听不懂人话 只会说虎娃两个字 嬷嬷疑惑地看着王胖子 少爷 你说人话 王胖子直接被枪的 咬到自己舌头了 哎呀 要想活得好 远离嬷嬷老 石锦华看着地基上的建筑 这会儿才想起来 这个死女人到底做了什么呀 这钱为什么比自己赚得快 看看 看看这材料 一个外行人都知道是好的 不爱家娘们 随便住不就行了 还弄这么好的 哎呀 华仔呀 你这是捡到宝了 钱丫头真能干 一架屏风就把房子给起了 可惜自己年纪大 又没生个闺女 不然真想跪着求钱丫头收徒弟呀 啊 多大的屏风啊 你都不知道 当时绣好的时候我们都看了 可好看了 都可以当传家宝的 石锦华听了 心里想 为什么我赚钱的速度 都不如败家娘们赚钱的速度 前妹子 在哪 吃饭都没有啊 吃了 钱四水不歧视寡妇 寡妇能干 就是自由职业者 这乡下生活 你还过得习惯吧 这么关心我 钱四水疑惑地看着姚寡妇 啊 姚寡妇用笑来掩饰尴尬 看你这样的人 应该不是生活在乡下的吧 没有想过 离开去找你的家人吗 意思就是 你快点离开石锦华吧 别带着了 不想 钱四水看都没看一眼姚寡妇 这个女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姚寡妇被钱四水两个字的回答 给气得不轻 赶紧又说道 怎么会不想呢 你一个姑娘家 在外面多不容易啊 害羞 没有不容易的 主要是狗男人 也没让自己不容易啊 姚寡妇又接着说 可你不担心你家里人吗 他们应该也会想你的吧 钱四水听姚寡妇提起家人 眼神一按 你想死 哎呀喂 我说这位大姨 你这扭扭捏捏的作态 我家钱小姐可听不懂 新月看了很久 以为是来石家串门的 也就没注意 这听了半天 原来是想让钱小姐 自己离开石锈才啊 新月在大宅门里生活 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啊 就这姚寡妇上门 劝原配离开的事 是头一回见 要我说呀 我也算是有点见识的 但是还真第一次 见寡妇上门 劝别人原配主动离开的 你也真是开天辟地 头一回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姚寡妇疑惑 这石家什么时候 又多出一个女人来 长得气质如蓝 这是哪位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嗯 这女人也是危险人物 你都跑我少爷师傅家里来 劝人离开了 你还不知道我是哪位 我说你这寡妇 不说其他的 单说你一寡妇 石锈才只要眼睛不瞎 也不可能看上你啊 你说怎么想的 脑子不好使 寡妇怎么了 寡妇就应该敌人一等了 不 寡妇也有好的 但是像这样登堂入室 劝原配自己离开的 就你一个 你做个人吧 不说石锈才现在是锈才了 单说石锈才那模样 整个大清国用手指鼠 也就那么几个人 你看看你模样 我们府里烧火的丫头都比你强 你哪来的脸 跑前小姐面前耍大刀 仔细时美丽 你可真美丽 你也说了 她长得好 她这样的女人想嫁给谁不行啊 我就不一样了 我只能自己努力 新月被姚寡妇这一句话给气的 这女人是打算赖定钱小姐了 行 不服 就干 虎娃 新月转身大声喊 在新月心里认为 关门放虎娃 是解决事情最直接 最有效的办法 提起 抬手 轻轻一推 飞过李葵头顶 老村长正晃悠悠地来到石家 想看看房子的进度 这时看着石家大门 好像有什么东西飞出来了 揉揉眼睛 哎呀 老了 看见了不该活人看见的东西 在民间呢 有种说法 老人在大县前 总会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 老村长以为自己要随时准备生命退役了 留恋不舍地看着熟悉了一辈子的风景 人生啊 一个惨叫声在老村长后背响起来 差点吓得老人家尿失箭了 老村长惊吓地转身看去 只见一个女人被卡在了石家门口外面的大榕树上 老头子我刚从树下走过的时候 没人呢 这时候李逵跑出来 李逵跑什么 老村长跟着跑过去 李逵看着树上的姚寡妇问道 姚妹子 你没事吧 李逵大哥 你这么大的人 还跑树上去做什么 想重返童年啊 还不下来 我 我卡住了 姚寡妇也想赶紧下来 尿裤查理 一会儿被围观了怎么办啊 你怎么跑到树上 就怎么下来 都多大的人了 还学小孩爬树玩 李逵看着老村长 他是被虎娃从院里丢出来的 哼 玩得挺开啊 要死的玩意 老头子我差点以为 自己大陷将至了 听了这话 李逵满头问号 老村长说了什么 这是怎么了 晚大娘跑出来看四周 娘 没事 就是姚妹子卡树上了 好好的怎么卡树上了 被虎娃给丢飞出来的 虎娃为什么丢你啊 哼 你老人家想知道 你问我呀 她哪有脸说 看着姚寡妇不屑地笑道 你别说 不许你说 为什么不说啊 你都不要脸了 还怕别人说 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就是想 就想找个喜欢的过日子 有啥错啊 你没办法 就可以让别人没办法 不说石秀才看没看得上你 就说你这上面 就明里暗里的 劝缘配自己下堂的女人 就不是好人 老村长一听 你说什么 李奎同情地看了一下姚寡妇 心想 你说你招惹什么人不好 你不知道华仔现在是老村长的诛杀制啊 呸 不对 是宝贝 他上门跟石夫人明里暗里的说 让人家正派夫人自己离开给他让位呢 呸 不要脸 老村长听了 你找两人 把他弄下来 送他回家去 我去看看他婆婆在家做什么 这时 胡适也正好路过 远远地看见石锦华 石锦华已经出名了 几乎镇上的人都认识他 不认识也不行啊 投名呢 是钱力鼓啊 石秀才 石秀才 胡适也老远就招手了 跟多年不见的情人一样热情 但是 当石锦华偏头看向声音来源的时候 看见喊人的是胡适也 不自觉地抓紧钱包 装没听见 保持自然的走路姿势 赶紧离开 怕被胡适也吹上 脚步越走越大 现在看见胡适也就等于钱包缩水的感觉啊 本能反应 要想钱包赛 适也一声喊 必须逃得快 胡适也的耳扛手还在摆着呢 这石秀才怎么越走越快 是没听见我喊他吗 不 小生听见了 但是为了小命 小生得跑啊 师爷 可能石秀才有急事 没注意到你 不 我注意到了 但是我不想被你注意到啊 应该是吧 我就想问问后来那姑娘活了没有 应该是活着吧 此时 本应该在镇上读书的石井华几个学子 被绑到了凤凰山 王胖子无语问苍天啊 最反感的就是这些斯文败类 读书就读书 你他娘的飞体一去寒山寺 去看风景找灵感做什么 吃吧 好了 不走寻常路了 直接给土匪绑了 也不知道王阳逃出去了没有 你别跑啊 王八蛋 你别追啊 你 你不跑我们就不追了 你们不追我就不跑 傻子才不跑呢 土匪头子见少了两个兄弟 转头追过来 一巴掌就拍过去了 傻不 他不回去报信 我们怎么拿钱 前面呢 把这个带过去 拿银子换人 果实不厚 不来 傻 王阳看见剑从头顶上飞过 插在前面树上 走到树下 伸手 哎 够不着 点脚 还是够不着 跳起来 手指肚肚刚碰到剑身 土匪看得很无语啊 老大 咱们要是走了 估计这小子得错过时间呢 就是 你说的过时不后 我现在怀疑这小子是故意的 但是我没有证据 土匪头子把大砍刀一抬 二虾 你去帮他拿下来 得嘞 二虾跑过去 王阳一看 太爷爷的 这土匪不讲信用啊 说好都不追的 然后转身就跑 哎 你探你要瞎跑什么 我来帮你拿信的 哎 老大也真是猪脑子 你耍威风就耍嘛 非射这么高 二虾站树下 也够不着 跳起来也是一样 我的娘子想弄死你们 你去 快点 哎 老大 你等着 最终 在两个土匪小弟帮助下 把信拿下来了 走 回去看看那些斯文百类 此时石锦华几个 都被随便丢进铁笼里 老大 这些都是书上 我们是不是有点冲动 管家家军师 摇着扇子 看着铁笼里的人 这是要自寻死路啊 自己要不要准备 提行李跑路啊 谋财不害命 怕什么 官府也找不到 我们山里来 在这凤凰山 我们就是王 一手难攻 这就是土匪头子 张天的优势 哎呦 老大 醒了醒了 你看 小白脸醒了 嘿 还真是好颜色呀 石锦华迷迷糊糊地 看着四周 眼睛一片混沌 这是哪儿啊 嗯 你是谁啊 王胖子早醒了 但是比较鸡贼 一直装昏迷 这会儿石锦华醒了 也赶紧装着醒过来 师父他相公 我们被关起来了 别白费力气了 早给你们吃软金伞了 二侠见石锦华想站起来 你们好卑鄙 竟然放迷烟 哎 大胖子 高高清楚啊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土匪 土匪你知道吗 跟土匪说光明磊落 就像姚姐跟傻逼说 我卖意不卖身一样一样的 呵 装什么纯洁 不卖身怎么卖意 天真 那也没有你们这样 整个树林烧迷烟的呀 这么有钱 你他娘的还当土匪 那迷烟跟下了大雾一样 路都看不清啊 这得花费多少钱 才弄出这么多烟啊 这土匪是不是脑子有坑啊 二侠突然觉得 他说得好有道理哦 居然无法反驳 你们都不怕把我们迷死了 就算你们不怕 你们进去找我们的时候 你们看得清楚我们在哪吗 你们想做什么 要钱没有 要命也没有 不干什么 你们这样的斯文败类 有钱 拿钱熟人 不拿的话 看见没有 你后边 二侠指着悬崖道 过时不后 直接丢下去 想不死都难 石景华一听要拿钱 这还得了 不可能 我家村里的 节衣缩食的读书 哪来的钱啊 老大 怎么办 他说他没钱 你是不是傻 是不是傻呀 他说没有就没有 当他家里没人呢 管他去死呢 长得好看了不起啊 最瞧不起的 就是这些长得好看的 还能读书的人 噗 李圆圆心道 大当家就是赤裸裸的极度 王阳在天黑时 才跑到石家 王阳为什么不回家 去找忽远救自家少爷呢 因为王阳跟王胖子都知道 忽远知道了 王胖子离死就不远了 还能把自己的死 嫁祸给土匪 家里姨娘生的那个树子 就无后顾之忧了 谁 你许月姐 我 王阳 王阳 心月惊吓过后跑过来 问道 这怎么了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王阳天天跟着自家小少爷 人五人六的 这会儿跟乞丐一样 少见啊 别问了 快扶我进去 我要找钱姑娘 你等着 钱姑娘 我怎么算是见着你了呀 王阳眼泪鼻涕一把流啊 发泄心里的恐惧 帝都里的老爷 根本护不住少爷 一个护卫也没有 说 是老爷跟少爷 还有其他几个书生 让土匪绑了上了凤凰山了 报官 不能报官 钱四水疑惑 不报官留着做什么 土匪说 报官就私票 他们在衙门外边守着人 对了 这是土匪给的信 王阳把信递给钱四水的时候 愣住了 怎么办呢 信被王阳贴身放着 但是早被汗水淹得透透的了 心月气坏了 小少爷要是出事 你就等着被火管 师夫人 现在我们怎么办 少爷要是出事 那帝都府里真会变天的 对方说什么 土匪说 拿钱熟人 过失不后 那这信 就是说时间地点的 可是现在根本干不清楚啊 该怎么办呢 要不 我再回去问问 你知道土匪在凤凰山 但是那山那么大 你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 能准备马吗 能 奴才现在就去准备 吃饭 别办到饿晕了 耽误我行程 夜里十分好找土匪窝 就你在山上点灯笼 三人轻而易举的 就来到土匪窝的大门口 香姑娘 我们怎么进去啊 这土匪窝好像人太少啊 等 钱四水在想 这个狗男人 没事不好好读书 好去学文人雅师 卖风骚做什么 你俩等着 招手就开门 当钱四水找到 石锦华几个被关的笼子时 一脑袋黑线 王胖子竟然在 四氧八叉地打呼噜 这心可真大呀 王胖子见钱四水出现 激动地坐起来 但是毫无意外 又倒下去了 师父 他们每隔两个时辰 给我们 喂软精散 更安眠药 王胖子觉得 自己今天一天都饿瘦了 你没吃 哎 师父 我偷偷吐出来了 但是软精散就没得吐了 钱四水看了眼石锦华 心里叹了一口气呀 这狗男人落难了 都还这么人模狗样的 师父 现在怎么办呀 钱四水也无奈 这都动不了 能有什么办法 师父 虎娃跟你来没有 哦 师父 不行让虎娃用绳子捆住我们 直接扛走吧 张天晚上喝酒喝多了 尿憋醒了 随便找了个地方 闭着眼睛 准备吁吁 钱四水突然出现 吓得张天赶紧叫道 来人 突然 整个土匪窝子都亮起来了 李源源气势逼人地 带着手下来到钱四水对面 老大 二家见土匪头子 倒在钱四水脚下 以为老大死了 突然 虎娃从背阴的树下走出来 哦 这 呦吼 你这个死胖子 竟然跟我们玩心眼 二家见王胖子没晕 立马不爽了 因为药是他亲自喂的 就你这智商 不是胖爷我吹 有本事单挑 也不用脑子都能打败你 这智商啊 就比虎娃强一点 你们杀了我们大当家的 你们必须陪葬 我陪你奶奶个腿 呸 哎呀 谁妥协你张爷我 你们想做什么 把人带走也行啊 张天站起来对钱四水说 就是得把钱留下 我们求财不害命 说着还不断轻轻往后退 还有五步就能回到自己队伍里了 快了 一步 快了 再走一步 骂声就到了 突然啪的一声 膝盖好像断了 你说你 你跑什么 你傻吗 我们会让你过去吗 张天看着钱四水 这个女人 屁话没有 出手倒是够狠 虎娃 把她丢树上去 看谁敢上来 虎娃手臂一甩 扒了一下 人已经离开地面 卡在树叉上了 你们跑不了 到处都是弓箭手 不如我们好好谈谈 狗头军师李媛媛摇着扇子 话说着李媛媛一个大男人 却娶了一个女人名 也不害臊 这时 一声吼叫传来 什么声音 好像是熊瞎子 看来非常着急 听声音好像往我们这边来了 二下吓得手脚都慌了 怎么办呢 李军师 爬树上去 不要钱了 命都快没了 交钱给谁花 下次再抓你们好了 这话说得多和谐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 隔壁亲戚来串门借东西呢 前四水冷笑一声 虎娃 只见虎娃从怀里 把一只毛茸茸的动物 丢给二虾 二虾本能地伸手接住 给我个什么 我操你大爷的 你娘的 你们够狠 怎么了 好好的为什么哭啊 烂尾接过二虾子手里的东西 啊 熊瞎子的崽儿 说着丢给二虾 二虾接住又恐惧地丢出去 宰死了 我们一个都活不了 听见王胖子的话 靠近的兄弟又接住 然后又慌张地丢出去 母熊瞎子跑来了 啊 别给我 不是我偷你的崽啊 张天剑母熊越来越暴躁 一想 直接把崽子还给母熊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跑来跑去呢 啊 原来你们才二十个土匪啊 二十个人就上山立竿做土匪啊 是说你们脑子有坑呢 还是你们太自信了 你说 你做土匪就做土匪嘛 还学人家绑架 哦 就你们这智商 你们绑架得了谁啊 我们也是第一次办业务 哦 第一次做土匪啊 哎呦 我就说嘛 以前这一片可没有土匪的 不过你看你说的小弟 一个一个跟猴似的 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你们没有 虎娃三两下 就把母熊给揍趴下了 菜场的男人们一脸懵逼啊 女人是老虎 这话一点都不假 你什么眼神啊 虎娃这是为民除害 你知不知道 别不是好歹啊 这里平时有人路过山脚下 周围也有村子 这熊瞎子 一般人谁杀得了 你杀了母熊 小熊崽子没吃的 在山里不也得死 老大 这熊已经杀过不少人 山下村民进山里的时候 有些都找不到尸体 找到了 看见这熊瞎子都没敢上前 见了人血的熊瞎子 留不得 之前前四水三个 来到山脚下时提了一句 山里有熊瞎子 害了几条人命 你们当心点 这让前四水想到了办法 把宰带走 让熊瞎子打土匪去 这时啊 王胖子 仰着脑袋 看着张天 你别做土匪了 你们就不是做土匪的料 二侠看了一眼张老大 老大 我们投降跟着那姑娘混吧 我看她的面相啊 是个有福气的 我们跟着的 没准一招得到鸡血升天呢 你他娘的是江湖神棍 还会看面相 你怎么不上天呢 你上天跟太阳肩并肩呢 把你能的 二侠觉得跟张天没法沟通 就跑去前四水身边 妹子 我跟你商量个事行不 你他娘跟谁妹子呢 王胖子火大了 你喊老子师父做妹子 老子还挨你一头啊 妹子你看呐 我们都是年轻力壮的 干活是一把好手 我们呢都是第一次做土匪 没什么经验 这业务能力嘛 有限 但是你看我们啊 都年轻呢 让我们跟着你 绝对不让你吃亏的 你别忽悠我师父 单纯不懂事啊 秦四水看着这群手下败将 心里想的是 哼 想让我帮你们娶媳妇吧 做梦 嘿 我们人多力量大了 关键是脑子好使 你还真自信啊 这时 秦四水脑子 闪过一个念头 开荒种果树 然后抬头 认真地看着二侠 嘿嘿 妹子 你别这样看着我啊 我我 哎呦 居然害羞了 秦四水冷着脸说道 行 但是得听我的 不然 你们就死定了 嘿 赶紧那收拾行李啊 我们做良民去了 王胖子见石锦华醒了 师父他相公 这些土匪要从粮 去你家跟师父种地 高兴不 激动不 兴奋 这奋不还没说完呢 石锦华激动得 手都哆嗦了 颤颤巍巍地 指着二侠子们 又看了看前四水 嘴巴也哆嗦了 毫无流量地晕过去了 其实 也不用这么激动地 欢迎我们 真的 我们没事 做良民也挺好的 石锦华在王胖子 使劲掐人中后醒过来 生无可恋地看着 温空 虎娃智商堪忧 讲磨磨哆哆嗦嗦嗦 再加上一个 时刻就不注意 败家的婆娘 现在啊 家里又多了一群 从粮的土匪 这日子没法过了 然后呢 石锦华又华丽地晕了 少爷 石锦华怎么又晕呢 土匪的药都这么好啊 王胖子看着 跟死猪一样的事情话 说道 换作是你 你也得晕 我说妹子 要不要趁着人多 找个地方 把熊给卖了 熊肉可是特别值钱啊 尤其是富贵人家 喜欢吃熊掌 嗯 宣传 然后再进家 妹子 你等着 我给你安排得好好的 二侠不知道 从哪里抢来的锣 一边敲一边喊 城门口广场上 今日猎杀了一只熊瞎子 想吃熊肉的提前到啊 驾高者得 牙医拉住一个百姓闻道 哎 你们跑什么呢 哎呀 你别拉住我 一会儿去往流去看不见了 你赶紧的 放手 专身见到衙门 正好遇见 带队出来的秦泰安 头儿 镇里的人都跑城门口广场去了 秦泰安一听 不会在城里出了什么歹徒了吧 什么事情啊 说有人打到了熊瞎子 在那竞价呢 大家都跑过去看了 胡师爷也跑过去了 衙门都没时间进 老大 我们也去看看 我们也没见过熊瞎子 正好 我们去了 还可以看着点 免得冒出什么踩踏时间 行 治安的事 本就是我们衙门的事 他绝对不会承认 他自己也想看看 那位打熊瞎子的好汉 长什么模样 于是衙门能去的都去了 当县令胡元安一出来 这人呢 大将一个都没有 商铺都关门了 胡元安吓得一哆嗦 是不是自己一觉醒来 边关被攻破了 正好看见一个老太太 从自己面前走过 这么激动啊 这老太太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老人家 你知道人都到哪里去了吗 都跑城门口广场去了 老婆子我这不正准备去呢吗 老婆婆 去那儿做什么呀 听说有人打到熊瞎子 准备拍卖呢 大伙都没见过熊瞎子 这不都去看热闹了 难怪 熊瞎子只听老人说过 最近凤凰山厅村里 村长来报 说遇见熊瞎子 当时还觉得 可能有误呢 有熊瞎子 怎么也得去看看 熊肉还没吃过呢 李圆圆迈着八字步 走到广场中间 手里敲着锣 诸位 今日我们兄弟几十个 去了半天秒 总算把这熊瞎子 给打下来了 围观的人一听 再看想蹲在熊瞎子身边的 二瞎们 再加上看台上 还躺着两个人 这是拿命在博啊 为民除害啊 是英雄呢 虽然辛苦 但也算是为百姓 做了一点贡献 兄弟们身上都有伤 于是我们就商量 把熊瞎子卖了 换钱智商 说着 当着众人的面 偷偷地摸力把 根本没有眼泪的眼泪 底下的人不知道内情啊 一致认为 看台上躺着的二人 应该不行了 这一下 群众情绪彻底调动起来 为民除害 现在拿熊肉换钱救命 怎么看 怎么都有点悲惨啊 我家是做棺材生意的 我免费捐两个棺材 给台上两位大兄弟 老大 棺材部老板说 给你捐棺材 张天气掉 伸手想抓住三杀 可半天了 手都抬不起来 这次可摔狠了呀 下面的人一看 这位人兄一定是激动 自己可以入土为安了 诸位 现在开始竞拍 这下 接下来就顺利多了 光四只熊掌 就拍出来三千两 加上其他部位 一共五千多两 看得秦泰安 跟手下们热血沸腾 都想辞职不干 去山里打熊瞎子了 前四水 离开村子的时候 没人知道 这下呼啦 带回来一群人 还都是男人 当老村长看着 躺着的石井华时 差点给他架得 原地享年了 哎呀 您老别上头啊 这孩子呀 就晕过去了 老村长 我们有二十多个人 如今跟着前姑娘回来 您看 这是我们录影 前四水看了眼 李媛媛提供的证据 满脸的疑惑 做土匪 都需要有鹿眼 这么这些人住吗 在南边山脚下 那建房子 需要多少钱 前四水看上那块地 跟后面的山了 不贵 给我五两就行 但是你们今晚住哪里 前四水看着 还没建成的房子 也不着急 找到监工李逵 李哥 先找人家盖茅草屋 这是钱 有事找李媛媛 一脸茫然地 看着前四水 这妹子什么时候 跟石娇娇大嫂 李媛媛这么好了 没听到什么风声啊 李大哥好 在下李媛媛 哈 你一个汉子 你取什么女人名字 李媛媛 你怎么不叫李寡妇呢 这叫的还有点不习惯 总是把前面的媛媛 看成了那个媛媛 兄弟们到了我们村 那就是一个村的人了 不用见外啊 我们现在就去商量 怎么搭茅草屋 先让兄弟们 有个休息的地方 一群爷们 算是安定下来了 李媛媛觉得 自己一定要给兄弟们 加油打气 激情四射地发表 鼓舞士气的演讲 我们跟着钱姑娘 以后就是钱家帮了 兄弟们都是有报复的人 我们一定不要 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啊 困难是暂时的 我们一定要坚强 一定要坚强 我们要坚强 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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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坚强 我们要坚强 下面的人惯性地 接上了坚这个字 最后慢慢喊成了强奸 然后变成了 我们要强奸 把老村长吓得 一屁股坐地上了 这时石锦华刚好醒过来 听着外面一顿呐喊 这是村里进胡人了吗 石锦华着急地爬起来 心里想 这世界变化得太快了 我有点跟不上啊 才被土匪绑完 又要被胡人蹂躏了 快躲起来 我去看看外面什么情况 要是我大喊 你就跑 知道吗 石锦华出去的时候 就看见二侠跟兄弟们 还在邀请呐喊 我们要强奸 我们要强奸 村里大姑娘小媳妇 老婆婆们都四散跑开 太危险了 赶紧远离啊 李慧瞪大眼看着从面前走过的蒋嬷嬷 大声提醒了一句 你说巧不巧 蒋嬷嬷听见了 哎呀 老妇人我怕呀 我清清白白地活了一辈子 可不能 劳了 劳了晚节不薄啊 石锦华看了目前这个场面 一时呆愣在原地 前四水跟着后面背着手出来 早孽呀 我为什么会跟他们是兄弟 这样的智商 自己就能把自己给搞团灭了 前四水走到二侠们面前 姑娘 我们太激动了 大家能听我狡辩 不是 是诡辩 我真的可以解释清楚 真的 李圆圆像乖巧的媳妇一样 蹲在老村长面前 我说是口误 您老信吗 我知道你们都年轻气盛 火气比较旺 老头子我能理解 但是我这一辈子 还真是第一次遇见你们这样 面不红心不跳 理直气壮地追求 我信 但是村里的大姑娘 小媳妇 老妇人 他们信不信 就不知道了 毕竟这关系到 他们自身的清白问题啊 老村长转身 见石景华醒了 心里有点同情对方 百无一用诗书生呢 自己婆娘还没搞定呢 家里就见了这么多 飘悍又有特色的人物 华仔啊 你要看开 其实人生 也没有那么漫长 慢慢熬着吧 反正老头子 我是看明白了 前丫头能败家 又能忘家 这一败一旺 最后会怎么样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老村长走了 前四水看着三傻 你去敲锣 在村里解释刚才误会 我现在就去啊 夜深了 村口来了两伙人 最后都碰在了 村口大榕树下 双方你看我 我瞪你 雷小宝 这次我们先到的 意思就是 你们可以滚了 各凭本事 好 你是觉得三爷 我会怕你这个忙疯 娘的 老子干死你 胡三爷这边 立马亮出斧头 对方也不怕 直接抽出大刀 大人 果真料事如神啊 这么大张旗鼓地 赚了五千多 跟这穷的鸟拉屎 都怕饿得快的地方 这五千多用处可不小啊 平时知道是他们做的 但是没证据 拿他们没办法 这次 我看他们怎么躺 大人 看样子 他们要干起来 不好说 真动手的话 会惊动村里人 今天打熊瞎子 那群人也不是什么好鸟 我们能看出来 他们看不出来 这样 我们朝野分不出胜负 再不动手 天就亮了 雷小宝听了 也绝对有理 行 对半分 胡三爷十分豪爽地同意了 但是彼此心里想的都是 一定要黑吃黑了 大人 准备动手了 不急 假如成功了 双方都会想黑吃黑 我们等着 大人 你们的人不救了吗 谁死谁活 还不一定了呢 被企业的阿呆撞见 大声呼喊 当雷小宝剑已经暴露了 干脆放火烧了两排茅草房 一时整个天空都被火照亮了 潜似水冲进敌人包围圈里 因潜似水出手都是必杀机 几乎一到一个 一时吓得对方不敢靠近 雷小宝见情况不好 转身就跑 有命 下次再来报仇 大人 出手了吗 我看那两方人马 几乎可以说全军覆没了 上 把人围起来 顺便把雷小宝跟胡三的人 就地正发 大人 这会不会太草率了呀 不拉回去审一下吗 这两人恶贯满盈 如果说就地正发你 怕上面的追责 到时候就说 这两伙人因为生意 更忽然火病而死 你放过了我 我保证见了你绕道走 潜似水见人跑不了了 速度慢下来 我可以给你钱 你要多少 我都给你 你别杀我 我真有钱 我身上就有啊 我给你钱 你别杀我 突然爆起 去死吧 只见潜似水身形微偏 一个就地半旋转 对着对方后脑勺 就是快准狠的狠刺进去 然后颓然倒地 从尸体上拿出对方钱财 娘子 娘子 你在哪啊 你找我吗 潜似水突然出现在石锦华背后 石锦华一听 慌忙转身 一把把眼前的女子 深深地抱住 娘子 我好害怕呀 一把火烧了好多东西 得花多少钱啊 心好痛 这个狗男人 从怀里掏出钱袋子 丢给对方 转身就走 石锦华迷惑地看着手里的钱袋子 我 我说错了什么吗 娘子 你听我解释 潜似水听了 心里暗道 哼 听你王八念经 死抠的狗男人 县令大人来了 我们这些做土匪的 就凡敢跟官府打交道 学生石锦华 拜见大人 你是今年秀才投名 石锦华 不错不错 啊 学生正是 我们接到消息 勤敢慢感 还是来得有些迟了 给大家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秦泰恩待身边保护显灵 心里却吐槽 真是官在两点口 怎么说都随你 大人勤政爱民 是百姓的福 有大人在 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 这是本官应该做的 当不得大家夸奖 这样本官挨迟呢 你们损失也不小 三天后 你们到衙门去找胡使爷 本官把胡三跟雷小宝的固定资产判给你们 算是对你们的补偿 石锦华不想要 一呢 不想跟地头蛇的东西打交道 二嘛 不想让面前的县令 跟自己娘子有交集 多谢大人太爱 但是老村长不到 大人真是高风亮节 是我们百姓的青天大老爷呀 石锈才一心读书 哪懂经营 不如直接写给前丫头 他算是看明白了 这些东西 只有前四水才能镇压得住 啊 好说 给谁都行 听老村长这么一说 石锦华低眉垂眼 扎心了老头 行 没事 本官就先回去了 老人家 辛苦你们处理一下现场 尸体我们统一运回去 三日后 前四水让李源源带人 去县衙办理交接手续 自己在家埋头苦干 重新设计房子 李源源回来的时候 兴奋地跑去找前四水 姑娘 我们今天去衙门办事 得到一个非常有用的消息 说 姑娘 朝廷开设边关贸易了 前四水一脸问好 可我有什么关系啊 姑娘 有道是 人离相见 物离相贵 我们去边关贩卖他们特产 我听人说他们有一种欲 在我们大清国十分的时候欢迎 然后呢 我们手里现在不是有门面吗 总不能空着 再说了 开放互相贸易之后 我们这儿是必要关卡 南来的北往的 都要经过我们这里 到时候这个镇 哪怕是现在这个山东村 都是必须路过的 消息可靠 绝对可靠 我们从衙门出来的时候 胡师爷正在写通告 估计不久就公告出来了 行 给你 说着 把一千两递给李元元 李元元一脸懵逼的看着前四水 这姑娘要干嘛呀 把村口关道上的地都满下来 直接让徐师傅接着起客栈商铺 哼 要是消息不可靠 说着 前四水一脸冷漠地看着李元元 为了更加确定 我现在就去给胡师爷送李去 娘娘 姑娘看人 太吓人了 直到天黑 李元元带着兄弟几个 一身的胭脂味回来了 姑娘 确定了 衙门七天之后发布公告 姑娘 我们得快 朝廷有这样的政策 送到我们这里 起码两个多远 其他人 一定也会去的 我们得先去 明白 明天一早就安排 姑娘 准备商队 马匹 马车 还有粮食 最好是大米 还有玉米 布匹已无异物 更能吃得开 哦 你去安排 钱不够找我 难怪狗男人死扣 这钱不经花呀 得了准确消息 钱四水也没打算藏着掖着 让二侠跑老村长家一趟 把消息给了老村长 老村长一听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呀 赶紧召集村民开会 把消息告诉他们 把不把握得住 就看他们的了 丫头啊 我家老大呀 想跟你去跑伤 我知道 他上有老 下有小 但是男人嘛 他想去闯 我们作为家里人呢 十分支持的 你就让他跟你们去 打砸都行 看看市面也好 钱四水听了 还能说什么呀 行 有您老这句话 我心里就踏上 妹子 你跟我娘聊 我找大圆圆去 大圆圆 大圆圆 我跟你说 妹子同意 我跟你们一起跑伤了 李圆圆十分疑惑 你为什么喊我大圆圆啊 嘿嘿 石娇娇的弟媳 也叫李圆圆 大家现在都喊他小圆圆 大圆圆 我跟你说 打住 叫李哥 行 李哥 李妹子让我来找你 让你看着安排我 行吧 既然你家主 我们钱家帮了 以后不能喊姑娘做妹子 跟我们一样 喊姑娘 你喊妹子 我们喊姑娘 岂不是地位比我们高了 行 姑娘就姑娘 那为什么不喊小姐呀 李圆疑惑问道 喊小姐不是更尊重吗 李圆圆看了一眼李圆 上一个喊姑娘小姐的人 如今还没从床上爬起来 意思是 有能耐你去喊吗 反正钱家帮你 没人敢喊 谁呀 我们老二 张天 好家伙 王大夫的药确实牛逼 本来能下康的 因为厨房门 看见了钱四水 由于太紧张了 喊了一句小姐 以后 又躺康上去了 那成吧 反正妹 不 姑娘也不会太计较的 李圆圆心里呵呵了 一点都不计较 所以老二自己躺康上去的 钱家帮在李圆圆的管理下 统一穿着黑色地裤 次日一早 就准备赶路了 张天可怜兮兮地扶着墙 张天从老大变成了二当家 老二 老呸 二当家的 听说 关外的美女多 我们先去看看 传言是不是真的 滚 钱丫头啊 让我大儿子跟你去 她懂一些药理 带她去见见世面 关外的药草十分稀有 带上她 认识认识 最好能带一些回来 前次水线了 王庆华连包袱 跟药箱都带上了 还能说什么呀 有个半吊子大夫在 也挺不错的 自然不会阻止 而此时书院里 王胖子偷偷摸摸地 想爬墙出去 但是被路过的石锦华 遇见了 你做什么呢 哎呀 师父他相公 你快推我一把 我上不去 下不来 王阳呢 他翻出去 说拉我一把 自己滚墙外头去了 还趴在地上呢 估计应该死了 咬牙切齿的声音啊 就知道王胖子 对王阳有多怯了 石锦华无奈 只能走进墙角 用力推王胖子的脚 赵奇明跟一群书生 一起走过来 一看 有后 有人逃学呀 还是书院夫子们的宠物宝 石锦华 王夫子 你快点 石锦华带头翻墙逃学了 岂有此理啊 竟然敢翻墙逃学 啊 王铁手 王胖子身体抖得厉害 在王铁手准备到来的时候 直接翻滚出墙了 石锦华看着空空的墙 突然觉得心空空的 我 我学生 姐 我什么我 学生什么学生 你拿点像学生了啊 跟我走 哟 石老爷 翻墙呢 哈哈 此时摔在王铁身上的王胖子 直接坐在了王铁身上 唉 也不知道师父他相公 现在是不是皮开肉绽了 地上趴着的王铁听了 说道 少爷 我觉得石老爷应该不会有事 他可是整个书院夫子的宝贝 哼 男人说 王铁手是白叫的 打人老痛了 石锦华痛得只能站着 不能坐下 想到抛下自己的王胖子 一时气的半死 想到这里 石锦华愣住了 下午休目 王胖子逃什么课呀 此时的王胖子跟王阳也意识到了 下午休目 我操你大爷 老子我逃课逃了个寂寞 哎我去 总算是熬到放学了 想起好久没有回家了 于是说下就下 只能躲在路边屋檐下躲雨 也不知道娘子在家做什么呢 茅草屋漏雨不漏雨啊 公子 公子 姑娘 在教在下 这姑娘是不是有毛病啊 叫我干啥 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这书生是不是个瞎子呀 难道我不漂亮吗 石锦华看了看身边 确实除了自己是公子以外 其他人都是老头老太太 啊 姑娘有事吗 公子怎么称呼 石锦华听了 后退一步 想起当初胡事业 也是这样看自己的 然后自己损失了很多银子 姑娘 有什么事吗 哼 想让我上当 绝对不信 没什么事啊 就是下雨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想着跟公子聊聊天 石锦华一听 聊天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啊 抱歉啊姑娘 我对聊天没什么兴趣 不用叫我姑娘姑娘的 我叫陈楠楠 你喊我楠楠也行 呃 我都说了不想聊天 这姑娘好烦啊 哦 陈姑娘 公子贵姓 在下姓石 石公子 今日是休暮吗 啊 是 好烦啊 这雨怎么还不停啊 这雨千万下得久一点 石公子住哪里 我家住西山村 我爹是村长 哦 你住哪啊 山东村 这时雨小了 石锦华一口气跑到家门口 傻眼了 曾经的家变成了平地 连只鸟都没有 家不见了 我婆娘呢 啊 我娘子也不见了 我娘子呢 好想哭啊 花仔 你跑这里做什么 我 我娘子没有了 你说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婉大娘也疑惑了 我家都没有了 她又不见了 我 哎呀 你想什么呢 你家呀 搬村口关到边上去了 你进来没看见呢 石锦华一头问好 哎呀 也难怪 前丫头太忙了 估计把你给忘了 插心了 大娘 走走走 我带你去 石锦华跟着婉大娘 走出村口 来到一栋青砖瓦房面前 新月丫鬟正好开门出来 石老爷 这盖房的速度 也太快了一些吧 这都住上了 哎呀 石小子呀 哎哟 忘了安排人 给你带话了 嘿嘿 石锦华听这话 直接扎心了 赤裸裸的那种 郑重红心 就把他这个一家之主 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快进家里来 这鱼吓得呀 没完没了 石锦华进了家里 跟进了梦里一样 门窗上的雕刻 栩栩如生 唯妙唯小 快洗洗 换身衣服 有什么问题呀 洗好 吃饭后再问 我去哪里洗啊 这虽然是我的家 但是我不知道 在哪里洗呀 哎哟喂 忘了你第一次回家 张天 赶紧出来 带石小子 熟悉一下环境 来了 石锦华 走 我带你去 石锦华听了 心里想 你一个土匪 都能在我家 穿的花枝招展的 招幽过世啊 他呢 你说姑娘 他去哪了 下雨也不回来 感冒了又得花钱 啊 姑娘带商队 去胡帝贩卖粮食去了 你去书院第四天 他就带人拉着粮食上路 按着时间 应该这几天就能回来 石锦华听了 心里只想到一个问题 拜家娘们 拜出国了 五雷轰顶 晕晕乎乎的 摸了摸胸口的钱 手都有点颤抖 这钱似乎 有点少啊 石锦华头重脚轻地 转身进房间里 刚要说什么 喷 晕倒了 哎哟 书生身体不行啊 快来人 找王大夫 石销在晕倒了 哎呀 怎么弄的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就晕倒了 不知道啊 估计是林雨生病了 找王大夫没有啊 阿呆去了 你先给他换衣服 我出去看看 人来了没有 行 张天三下五除二的 直接把石锦华扒了个干净 呦 看着挺瘦 身体还挺有料 姑娘 好福气啊 就是不知道 持不持久 王大夫来了 后面跟着老村长 快看看 好好的怎么晕了 王大夫翻翻石换者的眼皮 然后静静地把脉 一系列动作下来 看到老村长想弄死他 磨磨唧唧的 到底懂不懂啊 把这个给他抹上 淋了雨 多少有些伤风寒 又被刺激到 所以才突然晕的 醒来就没事了 高热了 再找我 老村长盯着张天问道 谁刺激他了 什么事刺激他了 张天被盯得迷茫 我说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说呀 我给他倒热水来着 转头就晕倒了 想来好好问问 一个年轻小伙 动不动受点刺激就晕 跟柔弱不能自理一样 老村长看着石锦华把药吃了 才跟着王大夫离开 出门看见曾经的庄家地 如今变成了房子 一排一排的心里十分得劲 还能活几年呢 您老想什么呢 最怕老人叹气啊 老人一叹气 家里忙断气啊 我们村呢 得出个有功名的人呢 不然以后 也是别人嘴里的肥肉 没有功名护着这个村 难啊 嗨 这不还有您老吗 就是一句话 把老村长惹毛了 怒道 你们是死人哪 老子我都快入土了 你们还指望我 你们有没有一点功德心 不怕遭天谴呢 是是 我们无能 我们离不开你 我去你大爷的 你们无能 跟我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让我死的那一天 还得为你们服务 一个合格的接班人都找不到 这个村子 还能有什么未来啊 都是一群废物 老村长骂了一句 转身就走 前四水一群人 在中午的时候 下了关道 停在了石家大门口处 二侠哥 你们回来了 转身就跑进屋里 姑娘回来了 姑娘回来了 你说谁回来了 石锦华心砰砰挑 有点慌张 有点兴奋 还有点期待 哎呀 公子 不 姑爷 姑娘回来了 在大门口 这是张天要求 一致喊石锦华姑爷的 石锦华早就跑出门了 前四水 就被突然冲出来的 石锦华一把拉住 你出门前够不够花呀 吃饱了没 你手都瘦了 前四水被突然抓住手 条件反射 直接一把 把对方手往背后一扭 石锦华疼得 差点想喊娘了 哎呀姑娘 你松手 你别把姑爷手给折了 一会儿老村长知道了 得跟你玩命 张天见了 赶紧扶着石锦华 前四水尴尬的摸了一下鼻子 我本能反应 想了想 对方是自己男人 总得给一些面子的 于是主动想去扶石锦华 给石锦华吓得呀 差点跳张天背上 心里默念 我娘子 这是我亲娘子 我亲生的婆娘 得忍住 其他一群人 围观了这一出 脑子里想到 这姑爷跟婆娘一样 姑娘跟爷们一样 这夫妻相处 直接换了一个位置呀 得 以后有戏看了 看来只有姑爷变成白莲花 才能对付他们姑娘了 前四水跨起门槛 就见蒋嬷嬷嬷嬷的 扶着墙走出来 她心里想 这老嬷嬷 是打算在这里养老送终了 哎哟 前丫头啊 你可回来了 我呀 天天盼着你回来呢 心悦丫鬟听了 心里郁闷 这嬷嬷为什么 这么热衷 又给石锦华人做月事代呀 前四嘴角都抽签了 也没想出一句 最后无法 知道 我还有没用完 说得又快又急 意思是 你不用惦记了 我才出门半个多月 用不了那么多 说完 立马跟蒋嬷嬷擦身而过 心里暗道 这嬷嬷果真是危险人物 蒋嬷嬷听不见 新月丫头憋着笑 说道 夫人出门回来 着急洗漱呢 啊 着急吃素 前四水洗漱完 慢悠悠的走在新房子四处 看了一圈后 见石锦华在一旁认真的登记 石锦华一看 把笔放下 来到前四水面前 激动的半天说不出来话 前四水疑惑的看着 眼前这个死狗男人 这 是 要闹哪样 石锦华激动的 把簪子拿出来 嗯 这 这是我给你买的 虽然很便宜 但是我目前 嗯 就是我目前就这么多钱了 等以后 我赚更多钱了 给你买个好的 前四水眼神锁定在 对方手里的簪子 只看了一眼 又疑惑地看着石锦华 心里想 送个东西都这么磨叽 姑娘 剩下的浴室原料 放哪个仓库啊 说着 把遮挡的油布掀开 在阳光底下 浴室分外刺眼 石锦华瞬间自卑了 看着手里 跟筷子一样的浴餐子 再瞧瞧那一车 墨绿墨绿的浴室 手举在半空中 显得格外独树一致 现在收回来 还来不来得及啊 石锦华偷偷偷看了一眼前四水 立马低下脑袋 能不能当做 什么也没发生过呀 尴尬的乔指头 都想离家出走了 心里哀嚎 二侠这死土匪 是不是故意的 好想打人啊 这浴簪子 应该是边角料做的 这次我跟姑娘出门 算是懂得不少 这个 最多五百万 等以后 我给你准备更好的 前四水受不了 一个男人这么甜情蜜意的 回答道 一个女生突然想起 请问 石公子在这儿吗 只见一个小家碧玉的姑娘 手里抱着缩衣 笑眯眯地看向院子里 这哑的 趁着姑娘不在 竟然勾引女人 哎呀 石公子 你真在啊 我今天特意过来 还你缩衣的 一群爷们 看着眼前的姑娘 按道 你要是把害羞 又时不时偷看 姑爷的眼神收一下 或许我们就信了 啊 陈姑娘 这缩衣是王伯家的 你还错人了 陈楠楠心里想 我能不知道 所以是谁的 陈家都表现得 这么明显了 他还不明白吗 二侠看了眼 陈楠楠 笑眯眯道 行 姑娘 你看上这位公子了 姑娘 你是不是眼瞎呀 张天无语问天啊 哎 你怎么能这么问人家姑娘呢 牛尔康一本正经的 指责张天 才几天啊 就忘了张天 曾经是老大的事实 你行 你来 二当家 你应该这么问 哎 姑娘 你是不是偏了 你们为什么这么说我 你们是石公子的朋友 还是 别管我们是谁 你亏是人家有家事的 男人就不行 陈楠楠一时震惊 你有家事了 我为什么不能有家事 这话 老插心了 你为什么不说你有家事 我现在怎么办 一副我被辜负了 我被抛弃的神情 我为什么要说我有家事啊 你也没问啊 不对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好吗 后 更心塞了 陈楠楠一脸受伤的表情 绝望地注视着心上人 你 这儿被骗身子了 好好的姑娘 这么容易被骗啊 其他人一听 好劲爆呀 都盯着陈楠楠看 你们不要侮辱我 我是正经人家的姑娘 那你这么绝望做什么 你怎么能有家事 她为什么不能有家事啊 这姑娘是不是脑子有坑啊 你有家事了 我怎么办 你是有了 有什么 有孩子 谁的 姑爷的 三傻彻底傻了 这样一问一答 孩子都给人家定下了 姑爷 真有了 石景华感觉脑子都要爆炸了 这群人 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有什么 石景华盯着阿呆 大友 你再问一句 我就弄死你 你信不信 陈姑娘 你我就一面之缘 你这样 让在下十分被动啊 可是 我见了你以后 我眼里心里都是你 睡不下 睡不着 就是想见你啊 可是你不出现 我都记不起来 我见过你 这是我家娘子啊 陈楠楠总算正眼瞧见了前四水 只一眼 就惭愧地低下脑袋 对方这么美 自己连刚才开门的丫鬟都不如 对不起 打扰了 说着 抹着眼泪 呜呜地跑出去了 他怎么走了 这到底有没有孩子啊 不走 留下来吃饭啊 石景华见人走了 紧张地看着前四水 娘子啊 我跟他真不认识 就下雨的时候 我从书院回来 遇见王伯 本来是王伯给我缩衣穿的 但是他突然请求王伯 载他一程 他跟我躲在一个屋檐下 跟我聊了几句 是他主动的 前四水听了 看着眼前这个紧张兮兮的男人 哦 姑爷 老村长来了 跟老村长一起来的 还有其他人 华仔啊 好点没有 啊 好多了 您老怎么来了 进屋坐一会儿 不去 我们去隔壁李奎家茶寺坐会儿 正好看看 他家弄得怎么样了 景华哥哥 我家大哥呢 你回来 怎么他没有回来啊 王大夫听了 也转身问 是啊 都回来了 怎么我家老大没见人呢 不用着急 他们可能得七八天后才能回来 路上出了点意外 都处理好了 我们压货的先走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早点晚点 无所谓 这时 一声婴儿的啼哭响起 你家怎么有 奶娃娃的哭声 石景华也震惊地看着自家方向 姑爷 事儿有点大 我们回去说 三沙也怕把娃娃的事情曝光出去 进家门后 就见蒋嬷嬷怀里抱着一个奶娃娃 哪来的呀 姑爷 我们也不想救 只是 这么小的奶娃娃 实在是忍不下心呢 石景华听了 看着眼前的孩子 脑子都僵硬了 刘家宝的孩子 还是唯一继承人 如今放在我家 这下好了 家里还有什么类型的人没有啊 石景华抬头看天 半天不说话 三沙以为石景华傻了 想了想 自己要是有姑娘这样的娘子 估计可能每天都在想着 怎么上吊了 姑爷 你也别难过 姑娘 不是给你找了个护卫吗 那护卫呢 半死不活躺床呢 过几天就到了 石景华听了 心里更加堵塞了 这一群人 一天得花多少钱啊 现在又多了一个奶娃娃 唉 姑爷 你怎么了 唉 你不懂 有家世男人的悲伤 石景华还在想 镇上数据有多少书需要他抄的 他全包了 内心在咆哮 钱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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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 半个月就过去了 石景华就火急火燎的 跑回书院去了 你挑几个能力比较好的 识人就够 姑娘想去哪 帝都 张天也不问去做什么 听了后 立马下去安排人 重点把石景华的护卫安排好 你得好好看护这里啊 没有我们这个大家庭啊 你跟奶娃娃都不安全 我叫魏仲 哦 魏仲啊 你怎么能叫魏仲呢 这对你身体极度不尊重 尤其是魏 是鬼字旁的魏 哦 鬼字旁的魏仲啊 刚才我家人当家说的话 你可得记住了啊 没有姑娘 你跟奶娃娃都得死 再有啊 我他娘的不是字 日夜兼程 在大半个月后的深夜 潜似水一群人 总算是到了帝都的城门外 潜似水独自一人 出现在镇国公府里 如走在自家花园一般 悠然自得地游荡着 废物 你以为你还是高高在上的大少爷 赶紧吃 跟你不要脸的江湖大姐一样 都是下奸的命 突然 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谁 二姐 呦 原来是私奔的大小姐啊 怎么 看上我们俩了 潜似水走过去 双手打开 抓住两人后脑 用力对撞 二人立马瘫倒在地上 姑娘 都安排妥当了 老人家救出来了 就是可能有点麻烦 带他们先走 按计划继绣 潜似水漫步走在 亭台楼阁的花园里 这就是园主长大的地方 娘死得早 爹一年前突然暴毙 二方 是最大的得力者 没过多久 郑国公府里 中了王班雕药的人 全哑了 身子没有力气 都软趴趴的 姑娘 一个不少 厨房里的鸡丫都没放过 你想做什么 我可是你亲耳术 潜似水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 说话激动的中年男子 哼 这一声喝 冷酷之急 郑国公府 上下五百人 五一人幸免 曾经门庭若氏的 镇国公府 如今就这样 消失在活海里了 大人 救出一个人 你是前情生 前大少爷 是 大人 是在西南角破旧的墙根 遇见前少爷的 当时他正在 奋力地爬出来 在场的官员一听 这是被前二爷折磨的 前少爷 你可看见 有什么人进去了 前情生迷茫地 看着问话的人 我给关在最南边的坡屋里 看见大火后爬出来的 一个人也没有遇见 好生照顾前少爷 是 前情生看着身后的大火 心里想 听姐的安排 她得留下来 在明处 好处理家里的产业 如今一群人 已经通过地下通道 走出了帝都府 出口在一处 不打眼的茅草房里 这里有人看守 是老郑国公贴身护卫 如今也六十多了 小姐 老人家恭敬道 张天一行人听了 紧张地看着前四水 姑娘 你别动手 老婆不是故意的 老人家 你叫姑娘就行 你可千万别喊小姐啊 老人家一听 心里想 小姐应该是被伤透心了 所以不愿意再做小姐了 安排下去 注意打探消息 争取最快的速度离开 钱秦生身边 有老皇帝安排的高手 如今老皇帝能做的就是 把这个烫手山羽 转移到军中 只要钱秦生 不死在自己手里就行了 有人不会让老皇帝如愿的 只要钱秦生死 军队跟朝廷就会有隔阂 姑娘 有人来了 不用出手 你们不是他们对手 下面传来刀剑碰撞的声音 姑娘 他们什么时候结束啊 我看护卫死得差不多了 再不出手 钱小朋友就得交代了 嗯 你是谁 钱四水只看着对方 一句话不曾提 在他眼里 跟死人聊天 那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 剩下两人 见不利于自己 转身想逃 被突然冲出来 乱刀砍死了 迅速离开现场 悄无声息的 待书院的石锦华 此刻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去 你想做什么 师父他相公 我想跟你回家 我好久没见师父他人了 石锦华听了 觉得心里憋屈啊 在你眼里 我是公器啊 当着我的面说 想我女人 王胖子一脸懵 什么意思啊 我表达的不对 我就想见师父 我想学功夫 石锦华也不搭理 直接背着书枪 走出大门 王胖子能放过吗 一步一驱地 跟在石锦华后面 准备拐角的时候 石锦华看见了陈楠呢 吓得直接转身 王胖子见石锦华这么迅速 赵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几个意思啊 你遇见老虎了 大街上怕什么 有事告诉小爷 小爷照你 陈楠楠远远地看见了石锦华 以为看错了 锦王跑过来 发现没人 王胖子见石锦华这么紧张 一脸鄙视地看着石锦华 果然 自古读书多无情啊 哼 背叛我师父 你什么眼神啊 好像我是父亲汉一样 我做什么了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在躲刚才那个姑娘 是啊 你为什么躲人家 你是不是使乱中气 我怕麻烦呢 你 你是不是 背着我师父 红杏出墙了 红杏出墙说的是女人 你书躲到哪儿去了 侮辱圣贤 其有此理 其有此理 我管他男人女人 反正意思一样 回头我就告诉师父 说你沾花惹草 我没有 没有你怕什么 你就是不守福德 这男人长得好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什么时候有福德了 我怎么不知道 不是只有福德吗 难道是书看多了 他忘了 怎么没有 你们读书人不想看而已 反正你就是不守福德 我一定要告诉师父 我跟那个姑娘不熟悉啊 你敢告诉我娘子 我就把蒋嬷嬷给你送回来 王胖子一听 被拿捏命脉了 难怪自古书生套路是 你狠 我偷偷告诉你 你能怎么样 石锦华见王胖子闭嘴了 才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 蒋嬷嬷有时还挺好用的 到了家的石锦华 实话地坐在正堂 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娘子去帝都了 石锦华认为 钱四水走了 抛弃他了 不要他了 两眼一抹黑啊 晕了 刚进来的老村长 看见石锦华倒下 华仔 怎么了 怎么了 哎呀快去找大夫 哎呦 要我老命啊 你们这是要搞事情啊 王大夫 快 我家过夜又晕倒了 王大夫一听 心里想 这是男人吗 比娘们都娇弱呀 王小林感觉 激活来了 三人到石家时 石锦华已经被安排 躺床上了 王胖子盯着看了一眼 心里鄙视 读书人就是矫情 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知道啊 说着说着他就晕了 你们说什么 就说夫人出门去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景华哥 你怎么了 王小林趴在石锦华身边 跟死了丈夫一样 其他人一时给王小林弄懵了 这是闹哪出啊 这些女人都趁着夫人不在 努力挖别人的墙角 王姑娘 你过分了啊 我家姑爷还没有死呢 王大夫看了一会儿 开了药 吃三天就行 没什么大事 悲伤过度 多多休息几天就好了 王小林见到老子离开了 他还站着不走 王姑娘 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想留下来照顾景华哥 你们不用管我 王姑娘 我们这儿有人 不需要你照顾 请你回去吧 谢谢你好意 这是景华哥的家 你们算什么人 在这儿吃喝住 难道你们还想做景华哥的主 王姑娘 请你出去 我不出去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里是石家 应该出去的是你们 石景华被吵醒 看着床顶发呆 景华哥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不舒服 王姑娘 我好多了 怎么老叫人家王姑娘 都说了好多次了 你可以叫我灵儿 王胖子渐渐地学历一声 灵儿 你喊什么 死胖子 你想挖我师父墙角 还得问我同不同意 景华哥 你看死胖子欺负我 出去 王小林嚣张了 得意地看着王胖子 听见没有死胖子 让你出去呢 还不快滚 就知道来蹭吃蹭喝的 王胖子也不生气 哎哟 现在读书人不守复得了 都出去 王小林气得呀 跺脚后转身跑出去 姑爷 快 你阿爷来了 我 我阿爷死了又二十年了 不是姑爷 是姑娘的阿爷来了 姑娘的阿爷 不也是你的阿爷吗 娘子的阿爷 恩娜 姑爷 你快去 人到正堂了 真的 此时正堂 前太多经过半个多月的疗养 看着已经十分自然了 王胖子从最初的惊吓缓过来后 小心地问道 前爷爷 你怎么也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王家小子呀 好多年没见你了 你还是这般有福相啊 这不是心宽体胖吗 您老人家身体可好 好紧张呀 这前老爷子可是个狠人呢 前太多正好见石锦华走进来 从模样看 佩戴孙女也就一般般 一副书生的模样 你就是石锦华 是 老夫多谢你 救了我孙女 这就是自动忽略 她是她孙女婿的问题啊 石锦华不知道怎么回答 心里一横 是我的福气 才遇见了娘子 姑爷 老爷子有伤在身 不适合久坐 阿爷 我带你去休息 王哥 阿爷他什么病啊 不是病是伤 好好养能活久点 多久啊 目前看三五年 以后不知道 我娘子知道吗 知道 我们这次去晚半个月 大罗神仙也没有办法 是怎么回事啊 你猜他是谁 不知道 钱太多 钱安北 这两个人听说过没有 听过 都是我们国家的英雄 老爷子就是钱太多 你岳父就是钱安北 阿 不过你岳父死了 现在钱家就剩老爷子 跟钱丫头姐弟了 还有个弟弟 有啊 钱四水回到家 一直在休养 钱老爷子第一次见钱四水 被抱回来 气得眼睛通红 气皇帝 更气自己 一生戎马为国家 到头来 子孙都护不住 烟相惜见了 安慰道 哎呀 老爷子 你别上火 这姑娘 好在没有姓名之用 钱太多坐在钱四水身边 看着眼前这个丫头 她小时候 调皮 爬桃树上 最后摔下来 就破了点皮 都要哇哇哭 如今变成这样 倒是英雄了 姑娘长大了 哪能随便就哭呢 烟相惜也觉得纳闷 这姑娘改变也太大了些啊 以前就是一个 娇娇怒怒的大小姐 如今变成跟钢铁一样 没有表情的狠人 都怪老夫 老夫无能啊 你老爷别自责了 姑娘心里也不好受的 钱亲生进来 看见钱老爷子在 吓得把头缩了回去 进来 微微缩缩的 哪有一点 钱家男儿的气感 钱亲生低着头 阿姨 钱太多见了 更气了 这低着头 驼着背 哪有一点男人的样子啊 站好 这是我给你安排的功课 你拿去 钱亲生一看 好家伙啊 爷爷的爱 就是这么直接 除了睡觉 就是学习 睡觉的时间 才四个时辰 烟相惜偷看了一眼 老爷子 这是不是太多了 多吗 跟他老子当初比起来 这一点都没有一半 钱老爷子把钱亲生赶下去 看着孙子瘦小的背影 心里叹气道 阿爷也不知道 还能活多久 要努力活到你长大 阿爷才能放心的死啊 这天后 钱亲生被自家阿爷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石锦华也不跑书院了 王胖子一看 全书院最努力的人 都躲家里了 他就更有底气躲石家了 天天跟张天一伙人 在石家的炼污场里泡着 还别说 学了不少东西 骂人的话 更是张口就来 石锦华日日不离前四水 可是每到天黑 钱亲生就会准时出现 你还不回去睡觉 钱亲生跟防狼一样 防着石锦华 石锦华表示 这个小舅子 可不可以不要啊 哦 我马上就走 钱亲生立马 换了一副嘴脸 姐 我给你打了好吃的 看得心悦丫鬟都麻木了 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石老爷跟夫人 没戏啊 一天 魏仲正在教人刀法 张天喊道 你家前主人 什么时候来见奶娃娃 魏仲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 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人找来啊 不清楚 不会死翘翘了吧 死了 我们这就热闹了 你想热闹 你就盼着 爷爷我就随口这么一说 哪能那么容易死翘翘啊 魏仲 他最近也算看明白了 这群人救他娘的是土匪 亲丫头 我想把村里路修修 从关道开始都铺石板 哦 挺好的 街马小雨出门 不会那么难走了 老头子今天来 就是想跟你见人 买太贵 就想从河边拉来 铺上去就行 你找张天就行 有你这句话就行 你好好休养 老头子 我先去安排 石锦华跑前四水房里 没见着人 刚要出门 遇见了钱秦生 小舅 还没说完 钱秦生就插话 别叫我 我叫钱秦生 我跟您姐有婚书 你就是我小舅子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到处沾花惹草花枝招展的 到处流情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村里的姑娘 隔壁村的陈姑娘 不都是你招惹的吗 我不认识啊 石锦华一脸 我不知道我没做过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的模样 气得钱秦生想打人 跟小大人一样 一甩袖子 冷哼一声 转身就走 梁爷爷 我找姐去 你还误作人吗 哦 小少爷 老爷子 让我教你射箭 小少爷 老爷子说了 让你不要随便出门 钱秦生听了 一下子就娘了 知道了 不过呢 在过个三年五年后 小少爷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我现在才七岁半 三年我十岁多 五年我十二岁多 还有好久呢 怎么熬啊 哎 姑爷 你跟这儿呢 走走走 我们天歌交代 请你帮写一封信 给关外的李总管 写什么 嗯 让他们压最后一趟货 回来后过年 开年后再去 我们这边也会去接应他们 让他们不要改变路线走 想了一会儿又说道 就这些了 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事也就是这么个事 你看怎么写好 二恰觉得 跟书生说话太难受了 不能骂娘操爹的 好怕自己意思表达的不到位呀 哦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写 你放手 两个男人拉拉扯扯的 像什么样啊 有辱斯文 有辱斯文 快松手 二瞎都懵了 我什么时候侮辱你斯文了 斯文不是应该跟败类在一块的吗 为什么有辱会跟斯文牵扯一起 斯文败类是骂人的 我知道 但是有辱斯文是干嘛的 石简华表示 我想立马去死 哦 是不是说有辱斯文是一对 最后斯文出轨了 就变成了败类 然后就有了斯文败类这一说 二瞎一脸好奇宝宝的询问 石家最有文化的人 石简华捂着胸口 赶紧走啊 不然怕自己会吐血 啊 姑爷 你怎么走了 你还没回答我呢 梁九 忍着心疼说道 不可侮辱圣贤 二瞎立马震惊到眼睛发光 啊 斯文还侮辱了圣贤 卧槽 难怪大家骂人都说斯文是败类 这 这简直就是败类中的败类呀 连读书人都不放过 跟斯文比起来 老子都是个好人哪 钱四水这段时间在反思自己 不是每次都能这么幸运的 于是没事就跑去练舞场 远远的瞧见 钱四水晃荡过来了 对 就这样练 你们先练着 我去趟茅房 这是吃拉西了 谁知道呢 应该是拉西了 不然他舍得放我们 你们懂个屁呀 一定是姑娘要过来了 魏仲最近被姑娘 撵得跟死狗一样 睡觉都在打架 不会吧 我也想拉西 我先去了 三傻抓耳挠腮转着圈圈 看着光秃秃的训练场 这是一起吃八豆了 我也吃了 为什么我不想拉西呀 姑娘 你来了 钱四水皱着眉头 刚才明明听见这里很热闹的 姑娘 他们说拉西对姑娘不能说 要怎么说呢 他们吃坏肚子了 钱四水听了 马上就明白了 这些人是怕被自己揍 来 我们练 姑娘 我怕弄伤你 我不练 三傻突然也想拉西了 不怕 一声惨叫 划破苍穹 吓得躲着的人 一屁股坐地上 太残暴了 之后 一声破音大喊 不要啊 太欺负人了 姑娘 你好厉害呀 就这么几下 我身体清爽了好多 嗯 好好练 哎 这家里是没人能打了 得出去找人打才行 石锦华抱着被子 站在前四水门口 今晚想跟娘子睡觉觉啊 看着眼前黑漆漆的房间 推门进去一看 这女人睡觉不拴门的 刚想完石锦华一声大叫 一个人影就飞了出来 趴在地上 看着从房间里走出来的虎啊 她总算知道了 她娘子为什么不用拴门了 这就是这蓝鹿虎啊 前四水听见声音 爬起来 跑出来一看 这死男人晚上不睡觉 梦游娜 看了眼脚下的被子 算是知道了 这死狗男人想跟他睡觉啊 你出来做什么 一缕冷 你穿的这么少 快进去 娘子 我今晚 能不能跟你睡啊 前四水听了 心里想 这死狗男人想上我 我就睡踏上 离你近点就行 你不要丢我出去 哦 理解错了 娘子 你在想什么呀 我没那什么 娘子 你听我解释 随你 前四水摸着鼻子 丢下一句话 就跑进被窝里去了 一转身 看见虎啊 高大的身躯挡住了去路 那个 虎啊 你回去睡吧 虎啊 听了 看了一眼石井华 跑到打好的地铺上 一躺 立马就睡 憨声如雷 看着石井华脑门一抽一抽的 这要怎么睡啊 就想跟娘子睡个觉 怎么这么难啊 虎啊 虎啊 你回你房间去睡啊 虎啊没反应 虎啊 虎啊 醒醒 我跟娘子睡 你回去吧 看见还是没反应 石井华放弃了 这个骗子 刚才我推门进去 你就把我丢出去 现在竟然叫不醒 石井华无奈了 捡起被子 背影在黑夜里 显得十分寂寥 心里想 明天 非得跟虎啊好好交流交流不可 想到什么 石井华气鼓鼓地抱着被子 又走过来了 把被子往踏上一放 心里想 嗯 挺满意的 就不拿回去了 起码我的被子能证明 这个房间 我曾经来过 家里的事情解决完 就该北上找李媛媛了 这日 前四水骑着马 带着人跑出去了 石井华急匆匆地 从家里跑出来 喊道 娘子啊 你等等我啊 姑爷 姑爷 冷静 冷静啊 阿呆兰妖抱着 往前冲的石井华 冷静不了 快放手 姑爷 你跟着去做什么 你又不会打架 你去了只能拖姑娘们的后腿 你好好看书 考上举人才是正经事 石井华突然不动了 你刚才说什么 读书是正经事 不是 前一句 别拖姑娘后腿 石井华听了 看了眼前四水消失的方向 转身跑进家里 姑爷 这一惊一乍的 要做什么呀 石井华一口气 跑到钱太多面前 别想老夫跟你好脸色 一天家里就一堆破事 阿姨 阿姨 傲娇的钱太多 听了有点恼火 阿姨 读书人一天 跟念经的和尚一样 有屁块放 阿 你他老子 你再叫一声试试 我想习武 你在逗老夫开心吗 啊 哪个习武的人 不是从小开股练经 你多大 你心里没数啊 阿 我不怕苦 老夫没空 阿姨 我不怕吃苦 那你跟泰安学 你打赢他了 我再教你 把石井华丢给了梁伯 就看见梁伯也想留 这怎么行啊 梁伯 你去哪儿 哎呀 姑爷 这个 我给你找个工具 你不是要习武吗 我跟你一起去 为了给石井华留面子 单独让其在院子里习武 姑爷呀 这个 习武得从马步开始 我们现在开始 嗯嗯 开始 好 那 姑爷看老夫做一次 姑爷跟着做 石井华照做 简单啦 某某雨啦 当梁伯把茶杯 放到其头顶的时候 石井华动也不敢动 哎 姑爷 这杯子可是遇刺的 价值连城啊 石井华听了 眼睛都不敢用力眨 遇刺不遇刺的倒是无所谓 天高皇帝远的 但是价值连城 确实放在心里了 都是钱呐 最后梁伯在其屁股下面摆放了一碗米 上面插了三根枪 石井华看了一脸黑线啊 为什么这么奇怪啊 这是给他屁股上供吗 姑爷 一炷香的时间 休息半炷香 简单 一炷香一会儿就过去了 香还没到一半呢 已经把石井华屁股烫了好几次了 哎呦 姑爷 你作灭了香了 在家半炷香的时间 钱情生发现了一件大事 他被他不放在眼里的书呆子打败了 躺在地上 看着天空中的蓝天白云发呆 钱情生不服气啊 爬起来大声呐喊 你这么大的人 打赢我这个孩子 你是有多不要脸啊 哼 有本事 你去打阿爷啊 去打梁博啊 没种 就会欺负我这个财 都要奶没多久的孩子 你哭什么呀 我要你管 我姐回来 我就告诉我姐 说你趁着他不在 你就在家里打我 小舅子 可是自己直接请敌呀 还是那种有气不敢发的情敌 下次再比 一定要更狠地揍他才行 公报私仇什么的 在他面前十分好使 哎呀华仔 最近去书院了没有啊 下午就回去 老头子 我有件事 想问问你 石锦华疑惑了 我除了会读书以外 一无是处 有什么需要问我的 我年纪大了 这村 从曾经一百多户 变成三百户 大村子 我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我想让前丫头当村长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消息 让石锦华一脸茫然 他娘子当村长 这不太合适吧 哎呀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想来想去 前丫头最合适 还是你不愿意 老村长盯着石锦华 读书人重脸面 不然他也不来找他商量 不是 我娘子想做什么都行 我没意见 就是 他性格你也清楚 村里鸡毛蒜皮的事 他根本弄不明白 石锦华心里都哭了 他娘子已经不着家了 现在好不容易待家里 到时候还得去管村里的事 累不累啊 你不拦着老头子我 我就有办法让他同意 我不拦着 他愿意的事 我都不拦着 你不是要去书院吗 正好 一会儿我要去衙门 你在门口等我 石锦华想说 我下午才去 但是想想 可以省点时间跟路飞 早早地等在自家门口了 石家梁主人都不在家 钱太多郁闷地 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唉 这年轻人哪 一点也不靠谱 把老人孩子丢家里 说走就走 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 爷 你去找村里人下棋吗 哼 不去 有什么好下的 不去 爷 你是不是怕流奶奶呀 钱太多一听 少他娘的放屁 你小子信不信 老夫我让你起步来床 钱今生委屈巴巴地 看着钱太多 心里想 早上被石锦华揍了 下午被他野吼 这个家呀 没有一个是爱他的 都居服我这个 没爹没娘的孩子 我要爱姐 我要阿姐 钱太多听了 眼里有一丝心疼 老夫又没说什么 你哭个什么劲啊 你说这话 哪天你阿奶知道了 你就没有阿爷喊了 他不是不在了吗 谁说他死了 不死日去哪了 我都没有见过 他长什么样 不知道 钱太多突然就失落下来了 婆娘跑了 跑哪儿去 他竟然不知道 哎 孽缘啊 哼 你就说你被抛弃了 你别说不知道 老夫才没有被抛弃 爷 我奶长什么样啊 钱太多听了 出出一把话筹 那 就这样 钱今生又看看 再确认了一下 又疑惑地看着钱太多 心里想 他也没病吧 好看吧 你奶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这不就是阿姐 我读书上 你不要骗我 你姐跟妮奶长得像 你也像妮奶 就你爹像老夫多一些 难怪 我就说嘛 就我阿爹再厉害 也生不出我跟我姐的美貌呢 没大没小的 本来就是啊 没有阿奶 我跟我姐都像你啊 我妈还怎么活啊 隔背遗传什么的最可怕了 你阿爷年轻的时候 那可是一只梨花鸭海棠 那都是受不了你吹牛 才抛弃你的吧 前四水一群人回来 次日一早 十家人都知道 张天有个暗恋的对象 像张天这种莽夫 怎么跟娇滴滴的小姑娘聊天的 于是都偷偷地 跟在张天屁股后面去了 正好 一路跟到了村里洗衣服的河边 只见一个姑娘 正在河边啪啪地敲打衣服 张天故作镇定地走过去 你们猜天哥能成功吗 我看不行 为什么 哪个女人愿意嫁给我们这种 亡命天涯的人呢 说的也在理 一群人讨论后 一致认为 张天不适合找瓷性动物 妹子 大哥中意你 虽然大哥没学耻 也不会说好听的话 但是大哥稀罕你啊 你就不要挣扎了 你从了哥哥我吧 其他人听了 一阵翻江倒海 这货一点脸都不要啊 滚 你不要脸 我还要呢 别怕 周围都没人 不会被人看见的 没人你就可以乱来了 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你没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你还想着有别的意思 张天都快哭了 现在找个配偶都这么艰难了吗 天哥傻了 闭嘴 哥就想问问你 你对哥什么感觉 没感觉 走开 哎呀 你他娘的你放臭屁 突然跳出来的人 让张天跟小方姑娘都傻了 张天一看是自己兄弟们 脸都黑了 小方姑娘吃惊地盯着张天看 你不是说周围没人吗 他们不是人啊 哎呀 小方啊 你听大哥给你解释 滚开 小方姑娘羞愤地推开张天 哭嘻嘻地跑开了 哎呦 滚开 妹子 你听大哥给你解释 大哥是真的稀罕你 哼 讨厌了 滚开 来来来 让大哥疼疼你 老子宰了你们 你们信不信 嘿嘿嘿 不不不 天哥 别难过嘛 女人没愣 再找 就是 一般你这样的普通女人 哪能看得上你呀 张天瞪着眼睛 扎心了傻逼啊 什么样的女人看得上我 老子不想当光棍了 这事你问姑娘 姑娘是女子 她比我们了解 姑娘 你说 什么样的女人能看得上我们 不怕死的 嫁你们这群光棍 绝对要命硬才行 钱家帮的人觉得 这心渣的 正中胸口那种 这哪有不怕死的女人啊 姑娘 天哥 你们待这儿呢 有人偷搂进家里来 被魏众打伤 关了起来 什么人 这么想不开 不知道 让你们回去再看 到了后才发现 魏众那傻子 直接把人打得 都认不出原来的模样了 怎么还不行啊 魏众下手太狠了 这是什么 你想吧老 这是印章 画得跟福一样 都是什么鬼东西 钱四水接过来 一看 刘天华印 他叫刘天华 刘家宝的吧 我没见过他 应该不是刘家宝的 那还姓刘 这姓刘的就是刘家宝的 一群人都在讨论 这是地上的人醒过来 刘天华 在下是 你 偷见我们石家干什么 我就想找人 各位好害饶命啊 目的 哎呀 我真找人 你看 我有画像 说着 把画轴打开 钱家帮的人 围着画像看 左看右看 也没看出来什么 他是谁啊 我们这儿 可没这个男子 这是曾经战神 年轻的模样 叫钱太多 钱老将军 你是谁 刘天华给吓的 差点没站稳 在下一路带着花 去了帝都 到那儿只有一堆废宅子 嗯哼 你继续编 我们看看你编的好不好 然后一路找 找了大半年了 也没找到 没办法 我只能偷偷进了大理寺 去偷看 有没有关于钱家的消息 然后就看见 钱家迪初姑娘 钱四水小姐 被发配边疆 在下按着地址 来碰碰运气 那个 你见大理寺 被发现没 刘天华听了 十分得瑟到 没有 我们十家跟大理寺比 你竟然被抓住了 你说的话 不可信 张天说的好有道理啊 他见人无法反驳 我还没准备好呢 就被他发现了 哎 你找钱家人干什么 在下不能说 只能见到钱家人才可以 姓吴 拿来 不给 姓吴在 我在 姓吴不在 我不在 钱四水一巴掌扇下来 你不在 姑娘 给 钱四水打开一看 半天看不懂 姑娘 我来吧 他们不敢说啊 这其实是一条男人的裤头 因为没有完全打开 姑娘根本看不懂 姑娘 除了有朵梨花鸭海棠 什么也没有啊 布料也挺好 你们在做什么 没什么 我们在看信物呢 什么信物 也不知道谁这么变态 用裤头做信物 钱太多一听 乐了 来来来 老夫帮你们见识见识 小兔崽子们 跪一边去 粉色裤头 还是男子的 这裤头主人 有点变态呀 就是 一个男人竟然用粉色 还有什么没有 还有画像 这粉色裤头 会不会是画像的男子的 应该是吧 粉色的回忆 钱太多一把把画像收起来 一手抢握粉色裤头 不是 然后转身就走 速度十分生猛 看得其他人一阵迷茫 这粉色裤头 不会是钱老的吧 你叫刘天华 嗯啊 这画 谁给你的 我家姑奶给的 你姑奶叫什么 姓刘 老夫会不知道他姓刘 这人怎么这么笨呢 是怎么找到这里还没死的 姑奶大名刘兴锐 小名紫苏 钱太多听了 直接坐等着上 哎呀 您这是何苦呢 都这些年了 梁伯心疼道 看着曾经的枪群 如今的暮年 一时心里十分悲凉 这些年 老夫以为他死了 想想 死了也好 活着做什么呢 不负责的女人 钱思水一听 这是 孽缘未见啊 你找老夫做什么 我不找你 我找钱太多将军 老夫就是钱太多 刘天华听了 不像啊 不像啊 哪怕你老了 也不应该这般瘦啊 就是我家老郑国公爷 一朵梨花鸭海棠 两只大狗跑出来 孤老爷 我找你 我找他好苦啊 你不知道 我为了找你 风餐露宿 路上被人骗 还被人拐卖 还好我逃得出来 这大半年 他过得太苦了 你没死都算你命大呀 就你这智商 活着都是奇迹 找老夫做什么 找姑老爷救命 说人话 这人脑子一根筋啊 当年姑奶 突然回到刘家的时候 正是刘家内乱 家里出了叛徒 姑奶回到家的时候 正好遇见敌人撤退 后来 姑奶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刘家是保住了 但是姑奶一直没在嫁人 真的 我能骗您吗 后来呢 梁伯问道 是不是后来一直撑着刘家 后来我娘没几年就嫁了 大半年前 我去找荣表哥玩 可是半夜 荣表哥却突然昏迷不醒 把姑奶也惊动了 姑奶一个人坐在书房一晚上后 把画像交给我 还有信物 让我从一道离开 一路往帝都方向走 让我求您保住刘家唯一的根 他 他还说 就当还他 当初也为你留了根的恩情 钱四水听不明白了 这刘老太太就是原生的奶呗 钱太多一听 突然站起来 钱太多晕过去了 在下姓李 名媛媛 阁下尊姓大名啊 哦 在下姓刘 明天华 扬州宁安人士 今天十八 未婚 家中有弟妹 在下排行老大 李媛媛脑瓜子嗡嗡的 谁没事关心你是不是未婚了 这货是不是有坑啊 不对 你为什么姓刘啊 我爹姓袁 我娘姓刘 我随我娘姓 刘家有什么仇人啊 不知道 对方势力如何 不知道 对方做什么的 在哪里 不知道 跟刘家是生意的过节 还是其他的 不知道 你还知道什么呀 不知道 李媛媛毫无波澜地抓起凳子 直接利落地给了对方一凳子 你 为什么突然要打我 李媛媛表示 打你 不杀你都是别人对你的仁慈了 一问三不知 还有脸来搬救兵 打完刘天华后 李媛媛整理一下衣服 十分舒坦地走出房门 姑娘 一问三不知 前四水听了 刘家宝 李媛媛自然懂得 前四水问的意思 刘家宝最近消息十分难打听 但是其他分舵 却是十分安静 哦 安静就不正常 把奶娃娃丢回去 她是真的不想管 就想做个小生意人 姑娘 送不送回去 其实问题都不大 我们生意做起来 刘家宝的人 也会盯上我们 前四水心里懂了 这是想分自己的肉呗 目前没盯上 也是他们内部太忙 顾不上我们而已 想抢她的肉 绝对不行 要不趁她病 要她命 好像也不太现实 姑娘 我们不能硬碰硬 知道 不然前四水早抹去把人给解决了 哪里会想到会突然冒出一个人来 刘天华 刘家宝势力在这儿 盘踞三大宝主 下面有分舵三十六个 想动它有些难啊 走一步算一步吧 让魏仲来 前四水让李媛媛把魏仲叫来 刘家宝的情况她最熟悉 姑娘 刘家宝 你熟 啊 还行 给你两天时间 去把情况了解清楚 是 你骗我 后果自负 她如今想杀了魏仲 跟奶娃娃似的 不敢 哼 都是因为你才这么被动 属下立马就去 魏仲也知道自己理亏 不怪人家看得不顺眼 这事要是放在她身上 她可能根本不会打酒自己跟少主 早上起来 梁伯来找钱四水 说是钱老爷子找她 钱太都病歪歪的躺在太阳底下 身边站着一个人 来来 来 坐 也把任一给你 以后他做你安卫 任一拜见姑娘 你放心去 也给你看着 钱四水听了 嘴角一边往上扬 十分讽刺 你拿什么表情 钱四水一个空帆 站在了假身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 面红耳赤的钱太多 你有本事 你下来 不下 下来 不 你上去 给老夫抓她下来 半天了 任一一动不动 钱太多懊恼地 拍立下自己的额头 哎呀 老夫气糊涂了 你这泼猴 总有一天 有人能收拾你 此日一早 天刚微微凉 十家大门就打开了 钱四水冲出来 翻身上马 勒紧马绳 都到齐了 姑娘 随时可以出发 姑娘跟姑爷说了 她出远门了 没有 钱太多叹了一口气道 唉 这丫头 脑子里没有女儿情长 是个爷们就完美了 你去跟姑爷说一声 别突然回来才发现姑娘不在 心里多想 是 当阿谷站在石锦华面前后 石锦华心里有个声音 我是娶婆娘了吧 好像娶了 又好像没娶 姑爷 你看 其实半年很快就过去了 人生其实没那么漫长 姑爷 你还年轻 以学业为重啊 哦 姑娘 我不会说话 你别说话了 我就想一个人静静 阿谷听了 闭嘴站在一边 看天看地 就是不看石锦华 娘子就没有想起来 告诉我一声啊 阿谷听了 很想说没有 但是嘴上却说 姑爷 救人如救火 家里一摊的事 需要姑娘交代 时间太紧了 只能亲口交代我 来告诉你一声 让你安心读书 石锦华听了 疑惑地看脸阿谷 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啊 但是姑爷 你们还年轻 不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吗 两穷若是长久时 又且在猪猪肉肉啊 石锦华听了 看白痴一样看着阿谷道 是朝朝暮沫 朝朝暮沫 你不懂就别乱用 还用得挺押韵 师父去哪里 从来都不叫上我 每天都提不起精神来 少爷 人家是办事去 你得上学 怎么能跟着去呢 王胖子本来就不爽 听了这话就更不爽了 滚 马力的 赶紧给老子滚 王阳觉得 他家少爷十分危险 哪天要是突然喜欢上 钱姑娘怎么办呢 在大家眼里 钱姑娘虽然名义上 是十家媳妇 但是没拜堂 没提亲 没三没六聘 那就不是啊 再看他家少爷 得 刚才还伤心郁闷呢 这一转眼就睡着了 他想多了 他家少爷这一辈子 可能都是光棍的了 阿爷 我回来了 钱太多听了 斜着身子 抬起头看了一眼 小子 不错 考了个头名 把你们村老村长 差点激动的给送走了 那老小子 当时听了官差的话 差点激动的 一口气没上来 吓得人家洗钱都没拿 赶紧跑了 最后一群人 七手八脚 人中都差点掐出个坑来 总算是把那老头 给掐醒了 石景华听得一愣一愣的 看这钱太多 这钱太多 不会是村里婆娘之友吧 这八卦 说得跟亲眼见过一样 阿爷 娘子来信没 来了 在你书房 话刚落 石景华已经跑不见了 见信员 疯不动地放在桌子上 急忙打开 只见一张白纸上 只有 好 误念 三个字 翻来覆去地查看 什么也没有 这么大的纸 就写三个字 不浪费吗 石景华无语地看着 坐在下手的王胖子 脑子里想 这胖子可能是上天派来 磨练自己的意志的 一个蒋磨磨不够 如今还把他老娘也送来了 听家训说 你对他万分照顾 真是谢谢你啊 石景华一看 这是要把肺都咳出来的节奏啊 翠商却说道 当不得伯母谢业 我们都是同窗 把同窗二字咬得死死的 就如此刻正在撕咬王胖子的肉一般 石公子 如然年轻有为 石景华听了 心里回答道 年轻有为 是年轻有为吧 这老弱病残 他全家可都占权了 其中 老弱病都是拜死胖子所赐 娘 你别太在意 这是我师父家 他是我师父相公 你不用担心的 说着 他靠近石景华 小声道 我给钱 哥有钱 石景华看了 满眼都是震惊 这是钱的事吗 这货是不是想 以后从他家发丧啊 帮帮忙 我家现在不安全 这是钱的事吗 小萌萌你都没有接走 这时 王胖子老娘又开始了 夫人 喝口水 会舒服一些 不喝了 我看我也活不了了 啊 这就要死了 那也不能刚进家门就死啊 伯母 你没事吧 师父他相公 我娘 我娘 我娘需要静养 再找王大夫瞧瞧 石景华一听 真是没救了啊 一时有点小难过 天无绝人之落 让王大夫瞧瞧 他虽然收费有点贵 效果还是挺好的 少爷 王大夫来了 刚把话说完 人家王娘就带着王大夫走进来了 王大夫 麻烦您帮我娘看看 王大夫瞧了瞧 说道 让病人躺下吧 娘 我背你 哪有 那么严重 我自己走 我娘跟嬷嬷住一个院子 她俩熟 石井华听了 一下子就没脾气了 得啊 人家比她都熟悉她家的事情 人都想好怎么安排了 这毒不是一天两天下的 这解自然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这毒伤了根基 恢复起来有些慢 可能一两年 需要好些贵重药材 我这里没有 我写给你 你想办法找来 我如今只能早晚失真 先控制 你尽快想办法找来 还有 不适合长途跋涉 这次算是你们幸运 要是普通百姓家 早死路上了 这妇人啊 应该一直服用人身 所以身体机能才能维持到现在 王大夫失真后 背着药箱走了 王胖子老娘早已经睡过去了 你娘严重吗 他看王胖子老娘咳得有点恐怖啊 再晚去半年 本少爷就得回家守灵了 这么严重啊 不过想想也是啊 咳成那样了 应该离死不远了 还不如生在农家呢 起码一下人都在一起 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本少爷总有一天弄死他 你娘 你叫我娘贤仪就可以了 贤仪既然自有天相 你放心好了 王胖子如今能怎么办啊 只能指望王大夫了 我师父来信了没有 什么时候回来 石锦华也想知道啊 姑爷 门口有位自称笑颜的姑娘求见 阿呆一脸怀疑地看着石锦华 脑子里想 姑爷出轨了 王胖子听了 立马激动起来 你这个父亲汉 人家都追到家里来了 我要去告诉钱爷爷 我不认识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啊 姑爷 你见不见啊 阿呆眼神告诉石锦华 你要是见 你就死定了 不见 我又不认识人家 阿呆听了 转身就跑 到了大门口 见了笑颜说道 姑娘 我家姑爷说 不认识你 不见 笑颜听了 一脸受伤 好像被石锦华 舍乱中气了一般 姑娘 我们家姑爷说不认识你 请你别挡在门口了 笑颜听了 委屈巴巴地看着阿呆倒 怎么不认识 齐小姐那天晚上 我们还一起喝茶弹琴呢 哦 这几日在一起 那意义不一样了呀 石公子 一直忙于课举考试 我一直没打扰她 如今 听她中了局 特意来道贺 我在姑爷说了 不认识姑娘 这女子 明显在带节奏啊 齐小姐那夜 石公子还送了我只兔子灯笼 那能不认识 是不是你根本没通知 既然今日 石公子不方便见笑颜 那笑颜先告辞 赶日在灯门拜访 哼 我们慢慢来 阿呆 人呢 走了 这老头一天到晚 活蹦乱跳的 哪有一点要死的迹象 华仔真的乱来了 我哪知道 人家姑娘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正准备出来的石景华 心道 豆鹅是怎么死的 他就是怎么死的 华仔 你过来 老 你别说话 不管你认识不认识 都不能让人家 闹上家里来 这影响多不好啊 是 外面的女人 是那么正经的 只有不正经的女子 才厚着脸皮登门 是 明白 前丫头哪儿不好啊 老头子告诉你 惦记前丫头的人 可不是没有 对 你要吸福 做人要吸缘啊 现在的年轻人啊 动不动就发脾气 动不动就这不好 那不对 任性什么呀 在一起 不吸缘 这福气啊 自然就慢慢消耗殆尽了 您教训的对 以后他得离女子远点 姑爷 校园姑娘送贺礼来了 收不收啊 这女子是想嗨死她呀 她知不知道 她娘子 有一群土匪兄弟啊 按目前自己实力来计算 单挑她还行 要是群殴 她一定死得很惨 不收 不收他们不走 对付无赖 你得比对方更无赖 你得比对方更无赖才行 姑爷 你意思打走啊 我不方便出面 您找李总管 他应该知道怎么处理 阿呆听了 想起来 他家姑爷最近风头太大 又是新出炉的投名举人 这事啊 确实不好他出面 姑爷 你安心中地 其他的交给大圆圆 李哥 李哥 你救魂呢你 李哥 门口来一群闹事的 说要给姑爷送礼 姑爷不认识说不要 他不方便出面 让我来找你 李圆圆疑惑了 不认识还送礼 真的啊李哥 那姑娘昨天来过 姑爷说了 不认识 今天她又让人来送颗脸 这么厚脸皮啊 这女子八成 是看上师叔呆子了 不然就是另有所图 就是 脸皮忒厚 我看那模样啊 估计对我们家姑爷有意思 但是姑爷对人家 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女子 长得如何 李圆圆问道 她就不信 那女子不知道 她家姑爷有娘子 阿呆被问得一懵 她不记得了 就记得挺波涛汹涌的 哎 兄弟 想什么呢 想到流鼻血了 模样不记得 身材 挺 挺那什么的 啊 从你鼻血 我基本了解了 说着 鄙视一眼阿呆 呸 真给男人丢脸 糖衣炮弹都还没用呢 人家就往那一站 就把你迷得鼻血直流 这叫什么 这叫套路 走 去哪啊 去把你梦中的对象干掉 不然这鼻子流太多血 对身体不好啊 哦 我忘了 快走 来 你去跟外面的人说 今天中我们家姑爷 请校园姑娘 在云四海酒楼吃饭 到时候 再把鹤里亲自给顾眼 阿呆听了 虽然不明白 但是谁叫人家李元元 是专门动脑筋的呢 专业的事 找专业的人做 准没错 那一行人得了准化 立马转身就离开了 李元元见人都离开了 直接去了镇里 哎呦 元啊 找哥什么事啊 想加入哥的队伍 小弟才出学浅 还是算了吧 哎呦 怕什么呀 学着学着 你就磨出门道来了 不行 哥找个人教你 跟你打听个人 谁呀 你说 不知道的 哥帮你打听 知道的 哥都告诉你 镇上 突然来了一个 叫小颜的女子 你可认识 哎呦 再怎么说 哥也是个带伴的 怎么可能不知道他 哦 可知道背景 听说是刘家宝的人 但是如今刘家宝 乱成一锅粥了 这消息也不知道 可靠度有多高 李元元听了认为 这消息可靠度 还是有八成的 因为 实际有刘宝 刘家宝如今内乱 少宝主死了 留下一个孩子 孩子不知下落 老宝主年事已高 许久不理事务 但是老虎老了 依旧是老虎 这事啊 刘家宝还得乱一段时间 这你都知道 哥是做什么的 南来的北往的 什么人不认识啊 那是 你在我们这片 绝对是哥 这个不敢当 你们前帮主 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知鬼妻 在下还有事 改天请你喝酒 这石家到底有什么 让刘家宝的人惦记啊 孝岩 那可是刘家宝 二把手房里的交客呀 石公子说 中午什么时候来了吗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们去等着吧 他一定要在 他娘子回来前 把对方拿下 想到未曾磨面的前四水 孝岩十分嫉妒 他凭什么占有石锦华 他要杀了刘宝 取代前四水位置 石锦华表示 这时躺着也能热桃花 没办法 他觉得在他娘子 没回家前 还是选择待山里吧 每天练武的也挺好 于是 石锦华被逼的 在山里大树上 建立一座小木屋 钱太多 不知道从哪里 弄来一堆破书 丢给石锦华 这书太烂了 你帮老夫 重新抄一遍 救得放不了多久 石锦华看着 几箩筐的书籍 脑子晕乎乎的 嘴上却道 是 他其实不想说是的 但是他不敢 做人孙女婿 得有点眼力劲啊 石锦华太久 没往山下跑了 钱太多给的书籍 把他看得忘乎所以 头发凌乱 胡子拉叉的 但是一双眼睛 亮得吓人 牛逼的是 他还自己制作了 一个沙盘 上面摆上了 两军对峙的场面 手里的书 看得如鸡似渴 一看有点野人的味道 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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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阿呆跑过来了 都几个月了 石锦华家都不回 姑娘回来了 他娘子总算还记得 有一个家呀 不是 是不是姑娘不回来 你就不回家了 这家谁管啊 那你喊什么 姑爷 姑爷 姑娘回信了 今年赶不回来过年了 明年开春才从那边出门 知道了 他家娘子除了败家 就是不着家 石家香火看来遥遥无期了呀 姑爷 怎么觉得你脚步轻了很多啊 石锦华总不能告诉他 他努力练武 是为了压制他娘子好洞房吧 苦练的 阿呆听了十分佩服 一路到了石家 石锦华去洗漱换衣服 再出来的时候 又是一个万人迷的模样 王夫人如何了 王胖子最近 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一天也见不着人影 吃着这药好了一些 不过这药断不了 姑娘 你可得亲自去看看人家 这两口子真是潇洒 家里丢给别人 竟然还十分放心 关键是 他们竟然心甘情愿地 操持这个家 他们可是土匪呀 土匪知道吗 这时 李圆圆突然跑过来 进了院子 召集找石锦华 姑爷 校园那女子 竟是刘家宝的人 接近你 一定是想通过你 进家里谋害刘宝的小命 不能吧 这姑娘这么有能耐 石锦华虽然读书多 但是见识少啊 想人 总是带着一丝丝 天真跟善良 千真万确 你可得当心了 从这儿就可以确定 他们认定了 刘宝救助我们家 最近有风声 刘家宝的老包拙 中了小人的毒 这下生死难料 刘宝是唯一的继承人 哪怕他小他也是 所以你说 要真发生了 别人会容得下 这个小屁孩 连孩子都不放过 这世界每天都有孩子 在消失 多他不多少他不少的 关键 他值钱呢 在下这么说 你能理解了吗 那怎么办啊 石锦华没遇见过这种事情 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总不能什么也不做 敢等着人家上门啊 姑爷 不如 我们主动突击 李渊渊认为 老保处最好是炸死 不然真死了 石家估计就不得安宁 你的意思去刘家宝 要不要这么疯狂 他有点怕呀 这突然就去 有些不好吧 非剧不可吗 石锦华还想要再挣扎一下 他就想好好读书 找他大哥 然后跟他娘子 生五六个孩子 他这一辈子 就这么玩玩就行了 这他大哥也没着落 孩子也没着落 娘子 哎 算了 别想娘子了 想多了闹心啊 万一他与世长辞了 这两件事都没着落怎么办呢 死就死了 但是娘子还活着 他活着 就有人虎视眈眈的盯着他娘子看 这要是他突然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他娘子岂不是很危险 我们什么时候去 与其等着被人宰 不如他先去把对方宰了 明儿一早就去 刘家宝在军林山庄 那儿一手难供 非常难混进去 阿黛见两人狼狈为奸的模样 就知道 这里远远在带怀他家姑爷 他家姑爷可是纯正的小绵羊啊 钱家帮就是一群草原上的狼 这小绵羊长期生活在狼群里 不是被吃 就是变成猛禽 很有可能是禽兽啊 石锦华最近都忘了 他有个小舅子的事实了 小舅子上茅房啊 他其实想说 好巧啊 你也来放水啊 在茅房里遇见熟悉的人 要怎么打招呼啊 问你吃了吗 还是问你来做什么 难不成 我来吃什么啊 石锦华觉得 这天没法聊了 小舅子什么的最难缠了 尤其是这么小的小舅子 你吃 我也不会告诉别人的 完了 嘴快了 怎么 钱情声听了 意识没反应过来 是不是他姐不在 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他了 钱情声越想越委屈 你别哭啊 我又没有欺负你啊 这小孩子哭的 好像他是个坏人一样 这时 时常不着家的钱太多 背着手 慢悠悠地来上茅房 一看 他孙子哭了 不得了 大老爷们 哭什么 石锦华听见声音 心里哀嚎 完了 他想逃 但是逃不掉啊 阿爷 呆子叫我去吃屎 我没有 阿爷 你听我解释 钱太多一手虎母怒等 这是欺负他 钱家没落了 阿爷 你听我解释 石锦华要哭了 还好他娘子不在啊 老夫不听 不听 脸不费你这个憋寸 说着 也不感觉到内急了 对着石锦华就踢出一脚 石锦华敢躲吗 不敢啊 他怕把对方气死 他娘子回来就没法交代了 都怪他 最贱呢 让你嘴贱 小爷我说那么好欺负他吗 太阳声息照晚房 石锦华与李元元 一共六人 骑着马一路往军林山庄而去 跑了三天后 到了淮安小镇 六人找了客栈 这小镇在军林山庄下面 因为刘家宝 这小镇发展的的确还不错 怪热闹的 什么都有 这时 听见酒楼里的人才议论 最近这刘家宝可热闹了呀 怎么说 宝主突然暴毙之后 留下一个奶娃娃 这个你们知道吧 知道知道 你接着说 这奶娃娃呀 至今下漏不明 这个你们也知道吧 知道 这事当时还到处搜查了 宝主死了 按理是他儿子继位 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这奶娃娃找不到 咋办 俗话说得好 群龙不可无首 这顺位第一人不在 是不是 得找个代理宝主来 这个代理 这下面的人为此呢 真是冲锋陷阵 打得头破血流啊 老宝主年事已高 不得已 从心出来 这下下面的人 总算没话说了吧 正所谓人走茶凉 老宝主离任多年 加上宝主刘洪天 是突然暴毙的 你们想 谁愿意服从一个 年迈的老人呢 我第一个不服 我年轻力壮 为什么要屈服在一个老头子手下 其他时刻纷纷表示自己的看法 所以这老宝主必须死 不然多活几年 把小宝主找回来了 那咋办呢 是我 我现在就动手 一个奶娃娃怕什么 怎么才能加入刘家宝 你们想加入刘家宝 这六个人 除了那个像书生一样的人 正常一点外 其他人都有点傻缺啊 这种人 刘家宝怎么可能会收呢 后天刘家宝收心 你们可以去试试 这群人就是身体带个脑袋 放五宽用的 没有什么危险性 后天啊 这么久 石锦华几人听了 抬脚就离开了 三日后一早 石锦华六人来到军林山庄 各位啊 首先呢 多谢大家不允万里 来竞选刘家宝一年一度纳薪活动 话不多说 一旦入了刘家宝 吃穿住 同一安排 每月十两 年底又分红 生病又报销 过年过节啊 有礼品 这话一出 下面的人立马热血沸腾 这么好的福利 简直不敢相信啊 现在 叫到号的人请上来 一号 这时 一男的往台上走 一号 开始掩饰你的特长 在下华山人士 现在为各位展示下金鸡独立 说着 单腿站起来 下面的人 一排乌鸦飞过呀 这也算特长 这能有什么用啊 他是不是对特长有误解呀 只见人家裁判 十分热情地跟一号男子一副 恭喜恭喜 下面 二号 二号上台 在下 特长 就是特长 见识少了 见识少了 难怪古人说 读万卷书 不如走万里路 古人成不起我也 这应该过不了吧 我去 这也能过 这刘家宝都是些什么人呢 二十六号 大家都在看手里的号码 憋三推开人群 大摇大摆地走上去 他都想好他的特长了 在下 特长是 说着 脸憋得通红 双腿夹紧 屁股微微翘起来 对着裁判 哭 一个屁出来了 裁判被熏得倒退了术步 然后赶紧拿出红牌 塞给对方 让他赶紧下去 到石锦华时 大家都觉得 这书生也太好看了 往那一站 裁判说道 红牌给你 不用有特长 长得好看就是特长 石锦华表示 我在下面都想了 好久的特长 都还没有展示呢 这不公平啊 天黑了 明天再继续 三哥 你可以控制自己屁 憋三听了 回答道 偶尔可以 你说这刘家宝 是不是脑子有坑啊 正常人一个不要 不正常的人 人家要得哗啦啦的 一眼静悄悄的 军陵山庄里 老宝主刘外山 今年六十五了 算是长寿之人 如今长得如何了 会一些简单的话语 吃喝饿尿 继续守着 那家人如何 刘外山心里想着孙子 但是他也清楚 孩子在石家 比在他这里安全得多 一言难尽 那一家人 每天都鸡飞狗跳的 时常能听见 家里传出惨叫声 吃饭时 一群人跟土匪一样 如今 不敢轻易靠近 为何 属下不知 但是有比属下 更高明的人 在暗中守护 一个小小的农家 即使有一个 能干的女人 也绝对不可能拥有 比他还高明的属下呀 人到哪儿了 如今 借住在南山寺里 下去吧 是 夜里大家都睡了之后 这六个人 就开始行动了 石景华跳进房里后 一片漆黑 一时半会儿 有点后悔 他根本不知道 到房间里的布局呀 走一步 看一步 在房间里 到处寻找 半天也没找到 这老刘到底躺在哪里呀 躺床上等待的刘万山 听着声音 半天也没见人摸进来 从开始的膝带 变成无奈 然后躺着躺着 竟然熬不住 睡过去了 石景华摸了半天 才摸到老刘的房间 摸摸索索地看着 躺在床上的老刘 一脸惨白 心里想 这一看就是 命不久一样 突然睁开眼睛 贼子 哪里逃 刘万山见石景华 躲过去了 眼里闪过一丝疑惑 他不是穷书生吗 什么时候伸手 这么灵活了 情报没说呀 在下不是贼 读书人 岂能背负贼人的名声啊 你可以揍在下 但是不能质疑 在下的人品呢 不是贼 你来老夫房里做什么 看你死了没有 你死了呀 我就把刘宝送走 走得远远的 留家里就是个祸害呀 老夫死不死 与你何干 在下也不愿意跟你有干系啊 不如我想办法把你孙子给你送回来 这样就皆大欢喜了 你想如何 我想如何 我想让你把刘宝接回来 你是不是快死了 虽然这么问一个老人家有点不道德 但是他进来就是为了确定这件事情的 为什么这么问 这小子一看就是没入室的模样 眼神清澈 你要真准备死了 我好把刘宝送出去 不然留着大家一起死啊 他家里显自二十多口人 还不算王胖子家的 但是一起住着 就可能一起死 那也是人呢 你打算送他去哪里 送关外啊 关内必然会被人杀 你不过清楚 现在要他死的人可不是我师家 你到底死不死啊 给句话呀 外面的人等着 刘万山瞬间误语了 那我是死还是不死呢 要不死一个试试 老夫拿整个刘家宝 跟你交换一个调节 我这个穷书生 有什么值得你拿整个刘家宝来交换的 危险 鉴定为骗子 什么条件啊 什么人提前跟你老人家说清楚 违背道德底线的不答应 哈哈 老夫 大猪 我为什么要跟你交换 我要你刘家宝做什么 石景华差点就被这个老头给忽悠过去了 别以为他年轻就好忽悠 刘家宝交给他 他明天太阳都可能见不到了 下面的人能服他吗 就算服了 那他也不敢要我啊 他就想跟那亲亲娘子 小父吉安 生一窝小崽子 让石家香火鼎盛而已 刘家宝要了就是绊脚石 不要 刘家宝在北地 可是土皇帝 土皇殿 你也说了是土皇帝 又不是真的 再说了 晚辈不想当土皇帝 你想要什么 在下想要跟娘子生一波孩子 没出息 好男儿治在四方 你的治呢 我的治就是我娘子啊 没有娘子 他怎么生娃娃啊 男人岂能困在家庭里啊 石井华蒙圈了 哪个男人不困家庭里啊 再厉害的人物 最后也是黄土一盖 唢呐一吹 然后蹲土里 每年清明的时候 听听子孙求保佑的话 你还能干嘛呀 上天做神仙吗 那我应该困哪里啊 男子汉大丈夫 应该治在千里 不要 我就守住我娘子 你这个 气死老父了 手养得想杀人 你帮老父照顾孙儿 条件你随便开 不要 他家里现在什么人都有 他夜夜都担心得睡不着 明老应该亲自养育自己孙子 无缘无故 我给你养孩子一年多了 费用你得给我算算吧 刘万山觉得 还是用武力解决问题吧 想着就拍了一下手 从黑暗中走出一个黑衣人来 给他枪想一下 想做什么 老刘啊 不是我说你 既然你没事我们就走了 改天把你宝贝送回 哼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没那么容易 老夫提的问题如何 不要 顾眼 刘老头提了什么 他说把刘家宝给我 让我继续照顾 其余人一听 这么好的事竟然不答应 你多少有点不知好歹啊 这事吧 不能怪我家顾眼 你这刘家宝内忧外患的 想拉我家顾眼顶岗呢 做人还是得积德 李元元看着刘宝主说道 你孙子还在石家呢 我家姑娘可不是善良的人 真闹到那一步 他家姑娘 绝对能把刘宝交出去 你在威胁老夫 哼 这不是威胁 这是实话 你应该知道 我家姑娘开始可没打算 收留你们家香火的 当时还是为众 死皮赖脸地说 能保护他家姑爷 姑娘才收留他的 既然来了 就别考虑走了 那你想怎么样 我要他做副宝主 绝无可能 是可杀不可辱 他说不做就不做 那就让他们 陪你一起留在这山庄里 聊此残生吧 你一死 我们就走 老夫死之前 先让你们死 这点 你们大可安心 姑爷 怎么办 我们回去 就把刘宝丢出去 给校园的娘们 哼 你说的是他吗 身边的人 把一个女子丢出来 是他 在下树南从命 哼 压下去 不同意 就关到你同意为止 六人就这么被压下去了 互相看了眼 一口气直接往山下跑 如今几人 跟逃难的人一样 时间又很热闹 不说其他的 就说目前大刀阔斧 坐在正堂里的刘万山 石景华就纳闷了 他来干嘛 接刘宝吗 李源源等人则认为 这老头应该是过来 抓姑爷回去的 石景华看了眼李源源 李源源会议 偷偷跑去找人救场了 前太多大冬天的 一直身体不舒服 待在家里 老爷子 正堂来了一个人 是要你出面 那老刘喜怒无常 他们根本压不住啊 前太多一听 也不推辞 小子 跑得挺快啊 这时 前太多跨进来 一股属于上位者的 威压突然散开 阿爷 前太多看了眼石景华 然后看向刘万山 阿爷坐 前太多直接坐在主位上 老夫以为你早死了 你没死 老夫怎么死啊 死了也没半啊 石景华疑惑呀 这两人认啥 你们都出去 老夫多年未见刘宝主 想好好续续救 特意把好好两个字 咬得死死的 恨不能这两个字 就是刘万山本人 石景华不放心 有些迟疑 钱太多身体不好 老刘好像身体也不好 这两人互相把自己气死 怎么办啊 怎么 老夫还指不动你 不是 阿爷 我 下去吧 是 你们也下去吧 是 李源源问刘万山侍卫 你们宝主来做什么 不知 你们什么时候要走 不知 你们接刘宝总吗 不知 一问三不知 气得李源源吼道 你知道什么 不知 不知兄弟 你们今晚在哪儿落脚啊 石景华那意思就是 别睡我们石家 没钱没心思 不知 别问了 这人没脑子 再问还是两个字 不知回答你 顾眼 你说这老刘大过年的 来我们家做什么 你觉得呢 不会是来抓你回去 做副报主的吧 这话一出 吓得众人有点尴尬 这抢人都抢家里来了 不能吧 强扭的瓜不甜 人家老刘不在乎甜不甜 他只在乎这个瓜 是不是他的 石景华很想让他闭嘴 这一刻 他有点埋怨自己太弱了 面对强者 他感觉到全身都在抗拒 但是却无力反驳 半天一点声音也没有 大家都好奇 这两人不会再比气功吧 这两人都用眼神杀死对方啊 姑爷 没事吧 一点动静都没有 应该没事吧 石景华心里也打鼓 这事本来是他自己的事 但是却让阿爷出面了 这一刻他后悔了 他就不应该如此软弱 老夫怕你 你这个无良奸商 老子是无良奸商 当初不是你说的 给粮食就付钱的 老子粮食给你了 钱哪 年轻不懂人事的险恶呀 他心里一个姓钱的 给了整整五十码车 满满的粮食 好嘛 到如今 一分钱也没有收回来 老夫我保家为国 你捐点粮食给边关 怎么了 那你可以提前告知老夫 那是免费送出去的 你何故要骗老夫 何故骗你 你心里没数啊 老夫若是提前告诉你 你会给 这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石景华跑进去 把钱太多一拉 阿姨让开 我来 气得对着石景华 就赢了上去 石景华一直做防御 并不主动攻击对方 他还是无法对老人下手 在石景华准备靠近自己时 一巴掌把对方给拍飞出去了 被拍飞的石景华心里想 这老刘为什么总是喜怒无常啊 石景华顺势站了起来 我这胸口摸了一下自己嘴角 好像流血了 娘子 我流血了 好痛啊 姑爷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嗨 姑爷天天被老爷子收拾 收拾挨揍习惯了 被揍还能学功夫 那明天开始 也找人揍我 对不起老前辈 我们别打了 你带着刘宝赶紧回去吧 刘万山一听 立马握着胸口 吐出一大口血 石景华都惊呆了 我没用力打呀 保主 快去找王大夫 石景华也吓着了 这人要是在他家出事 可怎么是好 啊 好 我马上去 阿姨 这可怎么办啊 钱太多眼里 也闪过一丝担忧 这身体才合适奸伤嘛 打打杀杀 那是我们爷们做的事 滚 骗子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俩还有力气吵 就不滚 有本事 你打老夫呀 来呀 来呀 你 你这个 骗子还没说出来 刘万山就晕过去了 放心 傻子活万年 这货比傻子都傻 死不了 虽然当时那点粮食 不是很多 但是却解了燃眉至极 没有那点粮食 那场账啊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王大夫来了 快看看 死的活的 王大夫把脉 翻眼皮 看看老刘嘴巴 没事 亏空太厉害 加上他有内伤 这刚才 他动手了吧 嗯 他刚才打我 王大夫看看刘万山 心里想 你打了村宝 我救你还是不救你呢 于是问世敬华 你承认 不是 那他打你 哎呀 您先救人吧 一会儿死他家里 他得花多少钱呢 他没钱 他穷的都想吃土了 成 你说救我就救 抱床上躺着吧 这样不好下针 把人安顿好了后 不知侍卫让人把门口马车上的行李搬进来 石井华看着行李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是要闹哪样啊 这意思就是要住他家里啊 姑爷 别喊我 我想静静 我想静静 这不 老刘又找揍去了 每次挨揍后 就得躺个三五天的 钱骗子 刘傻子呀 你好了 这老刘 时不时来找揍 又打过赢他 也不知道这傻子心里是怎么强的 老夫警告你 把傻子收回去 行吧 傻子留 老夫收了 给你放钱面了 不用信 钱骗子 你这一辈子骗了多少人 骗了你呀 不服气呀 你打我呀 李元元在一旁 已经从开始的着急 变成如今的无所谓了 他就是来收尸的 哎哟 你老子的 竟然下死手 哼 本人不屑于跟你正式交手 钱太多傲娇的语言 彻底刺激了刘万山 抓起凳子就冲过去 李元元见了 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 某年 某月 某时 某人 因为某人 毁坏凳子一张 哎呀 刘万山被钱太多踢了一脚 摔倒在地上 钱骗子 骗你了 你又能怎么地 说着 钱太多一巴掌呼过去 已经站起来的刘万山被拍飞了出去 就晕了 李元元一看 弯腰抱起老刘 十分淡默地走出钱太多院子 李元元把老刘送回去 等把人安顿好 李元元一句话都没有开口 只把腰间的书打开 侍卫看了一眼 默默地掏出钱袋子 拿出十两给李元元 全程没有一句交流 但是大家配合得十分默契啊 心照不宣 给钱 走人 侍卫见李元元走出去 转头看向躺着的刘宝主 心里想啊 再赔 他估计老本都没有了 宝主 醒了 宝主 何事 那个 说 就是 嗯 侍卫懂啊 通常做老大的恩一下 证明他已经不耐烦了 再打架 暑假就得卖身给十家了 意思就是 羊毛不能只逮着他一个人好啊 哦 侍卫等你一会儿 纳闷了 没了 你欧是什么意思啊 他一群兄弟到现在也没证明白 宝主为什么一定要跟钱太多 不死不休呢 下次老夫 一定能赢 老刘闭上眼睛就睡了 留下的侍卫 无奈地抓了一下额头 半夜三更 有人来敲门 姑爷 村里近陌生人了 石景华立马清醒过来 打开房门 在哪儿 滚在大门口 我马上来 石景华转身穿衣服 拜步走出去 他俩从西头进来的 还好我们提前决定夜里巡逻 然后把怀里匕首拿出来 接着说 他俩身上搜出来的 石景华看了看 你们是小偷 两男子不说话 把大园子给气的 凯子 把这俩货衣服脱了 行 两人一看 这家人不像村里人啊 比他们更像土匪 我们是小偷 家里没吃的 老的老 小的小 我们也没办法呀 放屁 到现在还不说实话 想骗他 他以前可是做过土匪 我说的就是实话 你守虎口处有箭 应该是经常拿刀或者剑的 我们平时以砍柴为生 有手箭很正常 对 说实话 原来啊 他娘子用暴力 是没有心情跟人废话 如今他体会到了 痛痛痛 痛你抬脚 我说 我说 说 我们是苍原山上的土匪 我们山上没粮食了 打听到你们村里有 我们来猜点 他们也没办法呀 有钱没粮食买 不抢就要被饿死了 早说嘛 一看你们就不是小偷 还上有老下有小 你怎能不说你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啊 哼 别三一脚踢过去 对方直接晕了 其他人盯着别三看 眼里都是疑惑 你跟这人是一伙的吧 我们话还没说完呢 你就一脚踢晕了 姑爷 这 这现在怎么办 送给县衙 别三听了 立马想将功赎罪 急忙到 我去送 让凯子们跟着 别让这两人醒了 给 吃下去 把俩老二搁了都不太行呢 其他人就很疑惑 大园子 你身上到底有多少 是他们不知道的奇怪药的 到了村里祠堂 祠堂里烧起了火堆 大家都围着 总算都知道了 他们村里来了土匪 这可怎么办啊 哪知道啊 这土匪可是亡命之徒 我们怎么对付 不是曝光了吗 我们还担心什么 曝光有什么用 官府能一天十二个时辰 守着我们吗 那可怎么办啊 各位 大雪还没有要停的意思 这土匪不来 山上的狼也会来 是啊 怎么办 我听我阿爷说过 他小时候就经历过 大雪纷飞山上没吃的 狼趁着夜里进村里 不是一只两只 是一群呢 我们得自救 不要想着让别人来救我们 这种天灾 除了靠我们自己 任何人都靠不住 老村长听了 站起来 华仔说得对 我们只能靠自己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华仔你说 我们听你的 华仔目前是 他们中读书最多的人 听他的准没错 是 华仔 你说我们做 总不能等死呀 对 老村长 我们哪家没家人 土匪跟狼 可都是没人性的畜生 各位 石某是在我们村畜生长大的 如今面临严峻考验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挖深沟 做陷阱 可是 这地怎么挖呀 是啊 太硬了 难挖也得挖 是挖陷阱好 还是对抗 土匪 跟狼群好呢 我们得用最快的时间 挖出来 除了老人跟孩子 全部都去 石锦华怕土匪等不及 突然下山就不好办了 华仔说的 你们听见没有 明白了 土匪来了 这土匪打听到了 他们派来的人 被山东村的人捆了 送官府去了 这是赤裸裸的 在打他们土匪的脸啊 老大 下面就是山东村了 这个村应该有粮食 走 老子一会儿一定要抢几个 黄花大闺女回去做婆娘 酷爷 来了 前面的土匪掉进去了 老大 有陷阱 娘的 想让还敢弄陷阱 一会儿进去别手下留情 看着死在陷阱里的手下 气得土匪老大 差点想跳过陷阱 这陷阱谁想出来的 挖得这么快 老子都不敢跳 呸 老大 我们暴露了 暴露就暴露 我们还怕他们不成吗 哼 本来还想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是你们非要找死的 呸 你们今晚进来 把我们都抢光了 我们一样也是死 经过双方惨烈的投尸战后 最后因为土匪不熟悉地形 而以失败告冲 老大 怎么办呢 撤 这土匪 也没什么可怕的 各位 我们要做万全的准备 土匪没死 只是跑了 下次再来 可能就得出人命了 一个月后 潜似水一群人出现在村口关道 娘子 潜似水听了 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因为他时常忘记施锦华的存在 最过 最过 哦 依旧冷冰冰的 但是人家石呆子却笑得憨兮兮的 想问又不知道问什么 心跳得特别快 娘子 我考了举人 哦 你写信说过了 娘子 马车上都是什么呀 钱青生的亲奶 娘子 你 姑爷 带园子呢 二侠半天也没有看见 留在家里的那群傻子 哦 他们接到信 说去接你们了 你们没遇见啊 其他人一脸问号地 看着石井华 我们遇见还用问你啊 走几天了 三天 还来得及 二侠 带几人去把人追回来 一群垃圾 是 娘子 你们没遇见啊 没有 娘子 石井华有点难以启齿地柔弱啊 让钱四水眉头一皱 说 那个 阿奶来了 阿爷知道吗 钱四水懵了一下 他忘记了提前写信说了 石井华一看钱四水的表情 立马就知道了 他娘子对于男女之间的事 一点也不通啊 到了石家大门口 钱轻声飞奔出来 阿爷 阿奶来了 钱太多听了 停顿了一下 人家说是你阿奶 就是你阿奶 你这么好骗 别跟人家说你兴钱 阿爷 不是这么不行啊 我跟阿姐还有阿奶用的脸都差不多呀 世界上相似的人多了去了 你还小 不懂世间百态的险恶 有些人脸上戴着人皮面具 可以达到一家乱真的地步 阿爷是说那个老太太是假的 用心看 害人之心不可有 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那万一倒是真的呢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 真有万一 他不想你爹 哪个做娘的 能放得下自己的孩子 他的儿子到死都不知道 他娘是什么模样的 简直不可思议啊 阿爷这么说也对 我娘就是为了我才死的 你娘为你死 也是为了钱家死的 总有一天要为他报仇 连我这个老头子都打不赢 还想报仇啊 你小子痴人说梦呢 阿爷 我姐给我带了好多的礼物回来 阿爷 你是去见那个老太太吗 你不喊他阿奶了 等你睡定了 我再喊也不迟了 你小子挺会来事啊 钱家出人才了呀 总算有个会动嘴皮子的了 那阿爷你进不信了 不见 想见就来 不想见丢下孩子就走 等我钱太多是软骨头啊 我们钱家男儿 可都是威震四方的大英雄 好吧 那我走了 钱四水到了自己房间 泡了热水澡 倒头就水 连石锦华走进来都没醒 石锦华进房间 检查了一遍钱四水身上的被子 然后盯着对方看了半天 才起身离开 钱太多此刻的心情 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 时不时都叹一口气 您呢 您呢 就别伤神了 他可真狠呢 孩子一生都没见过他 这都是命 您可得保重 小公子还小呢 常年吃药 老将军的身体状况 你下去吧 别守着老夫了 你年纪也不小了 早点休息 年纪大了 较少 天不亮啊 就醒了 半夜也睡不着 刘姑太太总是找机会 见钱今生 可惜 被钱太多知道了 大笔一挥 把可业表给他送去 卫叔一看 您是想要您孙子命 就直说吧 这安排的 睡觉的时间才三个时辰 小公子还小 这会不会太重了 重 老夫还能看顾他几年 卫叔一听 又不说话了 因为钱太多说的是事实 快去快去 是 卫叔把可业表 交给钱今生 钱今生一看 一阵哭号 唉呀 我也是不想我活着吧 唉 小公子 这可别乱说话啊 老将军也是为了你好啊 说的 估计连你自己都不信 唉 不要做别人的孙子了 太爱了 我要做别人的老子 这样就可以跟阿爷一样 想怎么折腾人 就怎么折腾人 刘姑太太连续几天 都见不着钱今生后 终于忍不住找了钱太多 钱老头傲娇呀 一直坐在主位上 不言不语 你把孩子放哪儿了 那是我钱家的孙子 那是我钱家的孙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 刘姑太太那个气呀 这人脾气 永远都是这么倔 钱太多抬眼看了一眼 对面的老妇人 只一眼就把眼皮往下拉 把眼神挡住了 刘姑太太没有钱太多无来 自然无功而返了 一直到了晚上 魏叔才找来钱四水 姑娘 老爷子找你 这老头找他 从来没有闲事啊 唉 他是假的 钱四水皱着眉头 问道 确定 嗯 这手指上有一道疤痕 特别细 一般人不会注意到 钱四水转动手里的扳指 抿着嘴一言不发 想了一会儿 这老太太是在哪里 给人调包的呀 为什么 或许为了除根吧 对钱琴声如此热情 在刘姑太太的角度 一点错都没有 钱四水一听 头都大了 好想立马把钱家人 给丢出去啊 把刘姑太太 这个假货也丢出去 起身就走 找来烂尾 问了一句 你们再回来路上 老太太离开过你们没有 烂尾听了 回想了一会儿说道 有一次老太太说 马车里闷得慌 想出了透透气 哥们几个以为老太太要解手 不方便说呢 也就在原地等他 一盏茶的功夫 人就回来了 没什么异常啊 哪个丫鬟跟着他 老太太身边的钟嬷嬷 跟两个小丫鬟 一个叫翠仁 一个叫翠心 没别人了 没有 钱四水火气冲天 这是在给他找事啊 石锦华被书院叫了回去 最近一直待在书院里 他深深感觉到 石家想要子孙满堂 这事有些难度啊 你看 他在家的时候 娘子不在家 他不在家的时候 娘子在家 你就说啊 石某人能跟空气 创造人类吗 石兄 院长安排我们去 给衙门帮忙 我们能做什么 啊 听说是救灾物资到了 让我们去帮着 写写算算 做登记呢 啊 好 就来 石锦华赶紧收拾 赵启明一见石锦华 眉头一皱 心里暗道 许久不见 石锦华为何变化如此巨大呀 许久不见 石兄气色更好了 哪里哪里 赵兄近来可好 在下一切都好 多谢石兄牵挂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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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 爷来 请个屁 请了半天也不走 石锦华对赵启明笑笑 然后先一步 跟着王家训走出来 问道 你去哪啊 我师父回来 我得去看看他 有什么好看的 你有什么话 我帮你带回去就行 和我婆娘你去看 算怎么回事啊 师徒之间的事 你这个外人 就不要应急进来了 外人 你才是外人好不好 那可是我娘子啊 那 不过她是我师父呀 不影响做你娘子呀 石锦华一听 气得一口气 憋在喉咙里 少爷 我们快走吧 嗯 是得快些 上次七小节弄的灯笼 还没有给师父弄上呢 不用你操线 这人读书不用工 其他事情 他记得死死的呀 没事 你忙 我帮你分担一些 走了 石锦华傻眼了 这人脸皮是真的厚啊 师兄 快点 就等你了 啊 就来 依旧是赵父子带队 对这眼前几时刻 有功名的学子说道 这次的任务呢 简单 也繁琐 就当是给你们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啊 这种机会十分难得 大家都要好好珍惜啊 不要轻易出错 这错了一个数字 一个量词 那可不是文章啊 错了还可以改 这个要是错了 是需要负责任的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 记住 做事 走点心 动点脑 是 而在石家 钱太多把钱轻声喊来 理由就是 老夫夜里太冷 你来给老夫暖暖被窝 钱轻声傻眼了 他从来没有跟别人睡过觉啊 阿姨 以前你也不冷啊 你怎么突然就冷了 你怪怪的 阿姨老了 阿姨 不冷 你能过一百岁呢 钱太多心里一阵酸楚 涌伤心头 他死了 这个孩子怎么办啊 最近你都跟老夫住 同吃同睡 啊 怎么 不愿意 不是 那我是怕我没有时间 四日一早 刘姑太太又来找钱太多了 当年我也是情非得已 如今我孤身一人从南到北 就为了孙子孙女 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呀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嫁进我钱家 还是卖进我钱家做姨娘了 刘姑太太每次都被这一句 气得站不住脚 心里骂刘士是个傻子 可人家生孩子 名分都不要一个 你算什么 想见就见 想丢就丢 我钱家人 是你能左右的 刘姑太太心里一惊 这老头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呀 于是试探道 老身也不想啊 可是当时情况 你让我一个弱女子 怎么办呢 还眼泪汪汪的 时不时擦一下 哭得十分有艺术气息 跟老夫有何关系 总归都是你不要的 刘姑太太见此 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她多想了呀 孙子不让我见 孙女也找不到 是不是你挑拨我们的关系呀 早上起来 没看见钱四水 她想来钱太多这里 打探一下虚实 钱太多一听 心里冷横 一下子来这么多吃白食的人 她不得多赚钱 眼神都是嫌弃跟鄙视 意思就是 说的就是你 你就是吃白食的 刘姑太太气的 往袖子里用力掏 把几张一千两的银票 拍客桌上 给 老身比你可自觉的多 说着 气冲冲的又走了 哎呀 嘿呦姑太太 您怎么样了 哎呀老太太 我都说最近在化血地滑 这可如何是好啊 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去请拜扶 哦哦哦好 说着 就往刘姑太太院子里跑 丫鬟一见急忙到 哎呀 跑错了 门在那呢 哦哦好 太吵极了 这种反应才合理嘛 姑太太 您能动吗 哎哟 哎哟 屁股差好疼啊 这八成 是摔到尾巴骨了 这可怎么办呢 这么大年纪了 摔倒了 不得躺床上大半年啊 清心里怀疑 这地别人做了手脚 哪怕他武功再烂 也不能摔这么严重啊 您忍忍 大夫一会儿就到 老身怎么就突然摔地上了 哎 这有什么 奴婢几个人 一天都摔好几次 卢九湖跑去 去找王半调 半调 王半调跟疯子一样 突然开门出来 不爽地问道 要劈快放 哎呀 有事啊 老太太摔了 挺严重的 啪啦一声 房门关上了 留下卢九湖在原地发呆 这货是不是有病啊 刚想骂两句 王半调就啪啦 把房门打开了 背着药箱就走出来 走吧 卢九湖被这一系列操作 给吓得呀 问了一句 你是怎么做到的 老子一个屁没放完 就穿好衣服 梳好发了 王半调回答一句 你这屁 够绵长呢 姑娘说 神不知鬼不觉的 给那位弄贪了 王半调听了 吓得裤腰带差点松了 你在开玩笑吗 你看老子表情 认不认真 为什么 那位是 假的 说话就说话 你靠这么近做什么呀 这不是你问的 老子对你没兴趣啊 王半调不信 让卢九湖拿出 前四水的信物来 姑娘哪有什么信物啊 你他娘的逗老子玩呢 没有 娘我怎么相信你说的 卢九湖一想 也对呀 要是自己是王半调 他也不信啊 成吧 那我们去见秦老爷子 成 亲爷亲奶 这可以说得通啊 王半调从后门进去 找了钱太多 钱太多十分肯定的回答 假的 你使劲弄 有什么实验品 都可以用他身上 表情就是 别客气 客气就疏离了 我们钱家就是这么讲究 行 有这句话就行了 最近他在研究新药 正愁找不到人 试验一下结果 丫鬟们着急忙慌的 把王半调请进去 大夫 你快给我家老太太看看 这摔得似乎有些严重 各位姑娘 莫急 在下检查检查 顾太太 大夫来了 帮老身看看 王半调把脉 心理评价道 身强力壮 心跳正常 五脏六腑健康 嗯 不错不错 是个好实验品 大夫 老身有什么问题吗 老太太身体底子不错 接下来再想要给您 检查一下腰部 老太太 这 这是摔骨裂了 骨裂 是啊 那如何解决 这么严重 啊 您摔在石头上了 加上纳酉台阶 估计就这么一下 摔成了这般模样啊 这是膏药 服在伤处 这是内服的 一日两次 一会儿你们去对面 王家药铺去抓药 啊 三碗水煮成一碗 用纹火 是 老身觉得最近心跳得有些快 他就有种不安的感觉呀 大夫说 这是药的副作用 您不用担心 看这样子 副作用还挺大的 王半调为了不被怀疑 每三天才来一次石架 心里期待前四水快点回来 这样 他就可以把假货带走 专心做实验了 七日后 快姑娘回来 老爷子 刘小姐来了 前态度一听 腿立马软的一屁股坐地上了 哎呀 您这是做什么呢 魏家梁啊 老夫有些害怕 您怕什么 这马上就要见到真人了 那您要不要见呢 这次姑娘赶得及时 不然怕是这辈子都见不着了 那就见吧 哎 这就对了 那我们现在去 钱太多站起来 算了 别见了 能丢下孩子的女子 也不是什么好人 魏叔都无语了 你就直接承认自己怂算了 不丢人啊 我又不会笑话你 钱太多这边还在纠结 要不要见人家老姑娘呢 人家老姑娘压根就忘了 有她这好人物了 进了石架 直接让张天带着去见钱情生 哟 生少爷 正找你呢 贤哥 我请回来了 回来了 正在收拾 有人要见你 你跟我来 钱情生一听 本能的反应就是 那个像他的老夫人要见他 我也不让我靠近阿南 家里那个是假的 自然不敢让你靠近 这次这个是你亲奶 快走 他老人家估计身体吃不消 亲奶 这奶就是奶 还分真假奶啊 啊 先去见吧 老太太 人给你带来了 姐 她是 祖母 叫阿奶就行 亲切些 那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你爹也没见过我呀 孩子你过来 我好好看看你 钱情生走过去 站在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激动的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叫什么名字 钱情生 老太太一头黑线啊 钱太多 钱似水 钱情生 这钱家怎么的 到了他乖孙这一带 缺钱了 谁娶的 阿爷 不然谁敢娶啊 他爹都没这个权利 你爹叫 秦安北 老太太听了 心里总算有些安慰了 这名字是他取的 我阿爷说 本来我爹应该叫做秦首财的 阿爷说首财不太好听 于是又改 叫秦安北 姑娘 那个假冒货怎么处理啊 给王半调送去 这种事还需要问姑娘 好嘞 等着 马上送过去 你们做什么 老身可是你们姑娘的亲奶奶 嘿嘿 是不是亲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死了 你们那个老妇人也活不了 为什么 因为 只有我知道她在哪里 哦 放了我 烂尾一脚踹过去道 梦没醒呢 不然 你们别后悔 我们也没想让你死呀 三胖把人扛起来 你们做什么 你放手 你们这群畜生 太吵了 你们放我下来 有什么条件可以提 嗯 没条件 本姑娘上套可是有人当 现在发现 她一点也动不了了 心里想到某种可能 这些人是不是一早就发现 她是假货了 天高皇帝远的 是凤 你得乖乖被拔毛 是龙呢 你也得给我乖乖握着 让我们撒泡尿 我们上头 人可比你的大 这乎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知道吧 我们上头的人 都是神仙 放我相来 放本姑娘相来 不然那位夫人就得死 你是在说老神吗 你 老神的脸 你用着可顺手 你们也是废物吧 这种人还是赤龙队的 丢脸 呸 你们太卑鄙了 我们卑鄙 我去 老子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 是我们请你来的 还是我们招惹你了 你们既然知道 那就应该把我放了 放了做什么 你伙伴都被我们给剁了 正聊得欢呢 石锦华从大门走下来 娘子 老太太这会儿 才见着石锦华 二下怕石呆子 在老太太面前没礼数 急忙跑上去 一把拉住对方 敲声道 各位 瞧着没有 那位才是姑娘亲奶 之前那位是假的 亏你没时间待家里 不然我估计 你可能得别人劫色 那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见礼啊 石锦华一听 觉得这话有道理啊 这句话说完 快步走上前 孙女去石锦华 拜见阿奶 老太太听了 打量了一会儿 才说道 起来 自家人 不必在意这些虚理 叫什么阿奶啊 老夫一生未娶 你是不是皮痒了 和这老妇 如马一生 到头来 你们给老子 吵老伴了呗 石锦华听了 一脸懵逼状态 闹了半天 你没娶人家 就把孩子弄出来了 可 可我都娶了 到现在都没能 进娘子房间睡觉啊 石锦华 见他娘子 闭着眼睛 偷偷俯下身 又看看 对方沉睡的模样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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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准备了很多话 但是真到这个时候 激动了心 颤抖的手 弄得他都害怕 从嘴里跳出来 呆子 呃 娘子 那个那个 然后 鞋一拖 直接钻进被窝了 抱着娘子 睡大觉去了 银响一场花响绒 生生世世 爱情浓 还是永不宜 一心一意 做夫妻